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沈 河坚县王德 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坚王 好如学 被扶造赐必于如者 山东 诸如多从之由 二十六年促 子贡王不害历 四年促 子刚王姬代曆 十二年促 子秦旺寿代曆 临江哀王厄于 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临江王 三年促 吴后 国除魏郡 临江敏王荣 以孝景前四年为皇太子 四岁费 用故太子为临江王 四年 做清庙软元为公 上真荣 荣行 祖于江陵北门 既已上车 轴折车费 江 灵父老刘替妾言曰 无望不反义 荣制 义中卫府部 中卫制都则殉王 王孔 自 沙 藏兰田 艳术万贤土制种上 百姓连之 荣最长 死无后 国除 得入于汉 魏南郡 又三国本王皆立基之子也 鲁贡王于 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怀阳王 二年 无处反破后 以孝景前三年席位 鲁王 好至宫是愿又苟马 既年好因 不喜慈变 为人痴 二十六年醋 紫光代位王 出好因于马 婉结色 为孔 不足于财 江兜亦王妃 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汝南王 无处反时 非年十五 有财力 尚书 元吉吴 景帝赐妃将军应 吉吴 吴已破 二岁 喜未江兜望 至吴故国 以军功赐天 自惊奇 元光五年 匈奴大入捍卫贼 非尚书原籍匈奴 尚不许 非好气力 至公关 朝四方豪杰 交奢审 历二十六年醋 紫建立位王 七年自杀 淮南 横山谋反时 剑颇闻其谋 自以为 国境淮南 孔一日发 为所并 吉因作兵器 而时配其父所赐将军应 宰天子其已出 亦王死未葬 见有所说亦王宠美人闹鸡 夜市人影与肩辐射中 即淮南事发 至党欲破 即将都望剑 剑孔 应使人多持金钱 视觉其欲 而又信巫柱 使人导慈妄言 剑又静 与其解地间 世纪闻 汉宫亲请不致剑 天子不忍 使大臣即殉王 王府所犯 遂自杀 国出 得入于汉 为广邻郡郡 焦西渔王端 以孝景前三年五楚七国反破后 端用皇子为焦西王 端为人贼利 有 因为 宜敬妇人 并知数月 而又爱信少年魏郎 魏郎者请之于后功乱 端情灭之 即 杀其子母 树犯上法 汉宫亲树请诸端 天子为兄弟之故不忍 而端所为滋胜 有私在 请消其国 去太半 端心运 遂未无滋胜 府库坏漏尽 府财物以聚万计 终不得收喜 令利无得收租赴 端皆去为 封其宫门 从以门出游 树变民信 为不依 知他郡国 像 两千十王者 奉汉法以至 端者求其罪告之 无罪者诈要杀之 所以设诈究辩 强族以聚见 志族以是非 像 两千十从王制 则汉审以法 故郊西小国 而所杀伤 两千十慎重 历四十七年 促 竟无南带后 国除 得入于汉 为郊西郡 又三国本王皆成姬之子也 赵王彭祖 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广川王 赵王遂反破后 彭祖王广川 四年 喜 为赵王 十五年 孝景帝崩 彭祖为人巧命悲惨 足弓而心刻身 好法律 持诡辩以忠 人 彭祖多内宠姬及子孙 像 两千十欲奉汉法以至 则害于王家 是以每项 两千十 至 彭祖依造不依 自行赢 除两千十舍 多舍一世以作动之 得两千十诗言 终继会 折书之 两千十欲智者 则以此破节 不听 乃上书告 及乌以兼立誓 彭祖立五十 于年 向 两千十无能满二岁 则以醉去 大者死 小者行 以故两千十莫赶至 而照 王善权 使使极限为古人却会 入多于国金租税 以誓照王家多金钱 然所赐鸡诸子 亦尽之以 彭祖取故将都亦王宠姬王剑所盗 与奸闹姬者未姬 圣爱之 彭祖不好至公事 季祥 好为立誓 尚书原都国中盗贼 长夜从走族行角邯丹中 诸使过客以彭祖显卑 莫敢留邯丹 其太子丹与其女籍同产解间 与其客将冲有阙 冲告丹 丹已故费 赵更立太子 中山晋王盛 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为中山王 十四年 孝景帝崩 盛为人乐久好内 有子之数百二十余人 常与兄赵王相飞 曰 兄卫王 专代立志士 王者荡日听音 曰深色 赵王亦飞之 曰 中山王徒日盈 不左天子抚循百姓 何以称为藩臣 历四十二年促 子哀王昌历 一年促 子昆池代位中山王 又二国本王皆贾夫人之子也 长沙定王发 发之母堂姬 故陈姬侍者 景帝照陈姬 陈姬有所辟 不圆尽 而是 侍者堂而始夜尽 尚罪不知 以为陈姬而姓之 遂有身 以乃绝非陈姬也 及身子 应 命曰发 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长沙王 以其母为 吴宠 故王卑施平国 历二十七年促 子康王雍历 二十八年 促 子赴麒立位长沙王 又一国本王唐姬之子也 广川慧王岳 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为广川王 十二年促 子齐立位王 其有姓陈桑聚 以儿有罪 玉珠聚 聚王 王殷勤其宗族 聚怨王 乃尚书告王其与同产间 自逝之后 王其树上书告严汉公卿及姓陈所中等 焦东康王继 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为焦东王 二十八年促 淮南王某反时 继为文 其是 司座楼车族使战首辈 后淮南之起 即立至淮南之事 此出之 即于上罪轻 义 伤之 发病而死 不敢滞后 于世上 既有长子者民贤 母无宠 少子民庆 母爱信 既常御立之 未不赐 应有过 遂无言 上连之 乃以贤为焦东王奉康王寺 而封庆于 故横山的 为六安王 焦东王贤历十四年促 世卫哀王 子庆为王 六安王庆 以元寿二年用焦东康王子为六安王 清河哀王臣 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为清河王 十二年促 吴后 国厨 得入于汉 为清河郡 长山县王顺 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为长山王 顺最清 景帝少子 交代多营 树范 静 尚长宽是之 历三十二年促 太子伯代立为王 初 县王顺有所不爱姬身长南酌 酌亦母无宠故 亦不得姓于王 王后修身太子伯 王内多 所姓姬身子平 子伤 王后悉得姓 即县王病肾 诸姓姬肠是病 故王后亦 以杜茂不常是病 折归舍 依静药 太子伯不自常药 又不肃留是病 即王轰 王后 太子乃至 县王亚不以长子酌为人数 即轰 又不分于财物 郎或说太子 王后 令诸 子与长子酌共分财物 太子 王后不听 太子戴笠 又不收续拙 拙愿王后 太子 喊 使者是献王丧 拙字严献王病时 王后 太子不逝 即轰 六日出舍 太子伯斯坚 尹 九 伯系 吉祝 与女子载池 还成过世 入劳侍求 天子遣大行千燕王后 急问王伯 请带伯所欲兼诸正左 王又逆之 力求补伯大吉 使人至极吃掠 善出汉所遗求者 有 私请诸献王后修及王伯 尚已修宿无形 使着献之罪 伯无良师傅 不忍诸 有私请费 王后修 喜王伯以家属处房陵 尚许之 伯王数月 迁于房陵 国爵 月于 天子为最亲 乃照有私曰 常山献王早邀 后妾不和 使孽乌真 献于不亦以灭国 正盛闽焉 其丰县王子平三万户 为真定王 丰子商三万户 为四水王 真定王平 远顶四年用常山献王子为真定王 四水司王商 以远顶四年用常山献王子为四水王 十一年促 子哀王安逝利 十一年促 吴子 于世上连四水王爵 乃利安是帝贺位四水王 又四国本王皆望夫人而许子也 其后汉亦封其之子为六安王 四水王二国 凡而许 子孙 于今为六王 太史公曰 高祖时诸侯皆赴 得自除内史以下 汉独位至丞相 黄金印 诸侯自除 御史 庭卫正 博士 拟于天子 自无处返后 五宗王氏 捍卫至两千十 去 丞相 约 香 盈盈 诸侯独得十租税 夺之权 其后诸侯凭者或乘牛车也 所引述赞 锦时三子 五宗青木 立即即费 临江折轴 鳄于早轰 何间如福 于好公愿 端是持足 江都有才 中山之福 长沙的小 焦东造族 人贤者带 搏乱者 族 而许四王 分封为六 史继三王世家 大司马臣去并妹死在拜上书皇帝陛下 陛下过听 使臣去并呆罪行间 一砖边塞 知思律 暴海中也无以暴 乃敢为他亦已干用事者 臣见陛下忧劳天下 哀怜百姓一字 望 亏善贬乐 损狼缘 皇子赖天 能胜一驱败 至今无好为师父官 陛下恭让不绪 群臣思望 不敢越职而言 臣妾不胜全马兴 妹死员陛下赵有司 应胜下及时定皇子位 为陛下信查 臣去并妹死在拜乙文皇帝陛下 三月以害 御使臣光守上书令奏未央公 致曰 下御使 六年三月悟申朔 以害 御使臣光守上书令 臣妃 下御使书道 言 臣相臣卿 敌 御使大夫陈汤 太常陈冲 大行令陈席 太子少父陈安行宗正是妹死上言 打司马 去并上书曰 陛下过听 使臣去并呆罪行间 一专边塞之思律 报海中也无以报 乃 敢为他亦已干用事者 臣见陛下忧劳天下 哀怜百姓已自忘 亏善贬乐 损狼缘 皇子 赖天 能胜依屈拜 至今无好为师父官 陛下公让不绪 群臣私望 不敢越职而言 臣妾不胜全马兴 媚死员陛下赵有司 应胜下及时定皇子位 为缘陛下信查 致曰 下 御使 臣仅于忠两千十 两千十成贺等义 古哲劣的立国 并见诸侯以臣天愚 所以 尊宗妙众设计也 经臣去并上书 不忘其职 应以宣恩 乃到天子悲让自贬以劳天下 律皇子未有好为 臣清狄 臣汤等以奉义尊职 于冲而不歹事 方今胜下及时 臣清狄 臣汤等媚死请立皇子 臣红 臣旦 臣虚未诸侯王 魅死请所立国民 致曰 盖文周峰八百 姬姓并列 祸子 南 附庸 离 知子不济 云并见诸 侯所以众设计 正无闻焉 且天非为君申明也 正知不得 海内未恰 乃以为教臣者强 君连臣及古功和劝 其更亦以列侯家 三月秉子 奏位央功 臣相 臣清狄 御使大夫 臣汤妹死言 臣锦于列侯 臣殷齐 中 两千十 两千十 臣赫 见大夫 博士 臣安等一约 符文周峰八百 姬姓并列 奉承天子 康书以祖考县 而伯秦以周功力 贤位建国诸侯 以相赴为辅 百官奉献 各尊其职 而国统辈以 妾已为并见诸侯所以众设计者 四海诸侯各以其职奉贡计 知子不得奉计 宗祖 礼也 封建使守藩国 帝王所以福德施化 陛下奉承天统 明开盛序 尊贤显宫 兴灭祭绝 序萧文中之后余赞 立群臣平金侯等 昭六卿之序 明天师之属 史诸 侯王封君的推思恩分子弟护义 西号尊建百有余国 而家皇子魏列侯 则尊悲相于 列 魏诗序 不可以垂统于万世 陈寝立陈宏 陈旦 陈虚魏诸侯王 三月秉子 奏魏秧 公 至曰 康书亲属有识而独尊者 头有得也 周公寄天命骄 顾鲁有白目 心刚之 深 群公不毛 贤不孝刹也 高山养之 锦形香之 正盛木烟 所以亦未臣 加以 列侯可 四月雾银 奏魏央公 陈相陈清迪 御使大夫陈汤魏死严 陈清迪等于列侯 列 两千十 建大夫 博士陈庆等义 魏死奏请立皇子魏诸侯王 至曰 康书亲属有识而 独尊者 有得也 周公寄天命骄 顾鲁有白目 心刚之身 群公不毛 贤不孝刹也 高山养之 锦形香之 正盛木烟 所以亦未臣 加以列侯可 陈清迪 陈汤 博 侍臣将行等符文康书亲属有识 五王忌体 周公辅臣王 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位大国 康书之年幼 周公在三公之位 而伯秦聚国与鲁 盖绝命之时 未至成人 康书厚瀚 陆赴之南 伯秦田怀疑之乱 习武帝一至 周觉五等 春秋三等 皆因时而续尊卑 高 皇帝波乱世返朱镇 昭智德 定海内 封建诸侯 爵位二等 皇子获在抢宝而立位诸侯 皇 奉承天子 为万事法则 不可以 陛下公亲仁义 体行圣德 表礼文武 显词孝之 行 广贤能之路 内 有德 外讨强暴 吉林北海 西越市 匈奴 西域 举国奉施 余谢之费 不负于名 须玉府之藏以赏圆容 开尽苍以正贫穷 减数簇之半 百蛮之君 迷不相丰 陈流秤义 远方疏俗 众义而朝 则及方外 顾贞寿至 家骨心 天应圣 张 经诸侯之子封至诸侯王 而家皇子魏列侯 陈清嫡 陈汤等妾服属祭之 皆以为尊 卑诗絮 使天下失望 不可 陈寝立成红 陈诞 陈须为诸侯王 四月鬼位 奏位秧 功 留中不下 陈相陈清嫡 太仆成贺 行玉使大夫是太常陈充 太子少赴成安行宗正式妹死言 陈清嫡等前奏大司马晨去并上书言 皇子魏有好位 陈景于玉使大夫陈汤 中两千十 两千十 见大夫 博士陈庆等妹死请立皇子陈红等魏诸侯王 陈下让文武 公字切 及皇子魏教 群臣之义 如者称其数 或背其心 陈下故辞扶许 家皇子魏列侯 陈清 陈等妾与列侯承受臣等二十七仁义 皆曰以为尊卑施序 高皇帝见天下 为汉太祖 王 子孙 广之福 先帝法则福改 所以宣至尊也 臣请令使官则即日 距离一上 欲使奏 于地图 他皆如前故事 至曰 可 四月秉申 奏为央功 太仆臣赫行御使代福士类死严 太长臣充严不入四月二十 八日以四 可立诸侯王 陈妹死奏于地图 请所立国名 立以别奏 陈妹死请 至曰 立皇子洪为齐王 但为燕王 虚为广陵王 四月丁友 奏为央功 六年四月乌银朔 鬼卯 御使代福汤下丞相 丞相下中两千 十 两千十下郡太守 诸侯乡 陈书从世下当用者 如律令 为六年四月乌银术 皇帝使御使代福汤妙丽子洪为齐王 曰 于系 小子洪 受资 清舍 正臣祖考 为姬古建尔国家 封于东土 侍卫和帆府 于系念哉 公正之兆 为 公正之兆 为 命不于长 人之好得 克明显光 一知不图 彼君子代 西而兴 允之其中 天鹿永中 绝有 脏 乃凶于儿国 亥于耳宫 于系 宝国爱民 可不尽于 王其戒之 又其王策 为六年四月乌银 皇帝使御使代福汤妙丽子弹为燕王 曰 于系 小子弹 受资 宣舍 正臣祖考 为姬古建尔国家 封于北土 侍卫和帆府 于系 昏周试虐老寿兴 清犯寇道 家以兼巧编蒙 于系 正命将律除真绝罪 万夫长 千夫长 三十有二君 接来 将其奔施 昏周喜遇 北周以随 西而兴 无作愿 无废德 无乃废背 非教士 不得从真 于系 宝国爱民 可不尽于 王其戒之 又宴王策 唯六年四月以四 皇帝使御使代福汤妙丽子弛为广陵王 曰 于系 小子弛 受资赤舍 正臣祖考 为姬古建尔国家 封于南土 侍卫和帆府 古人有言曰 大江之 南 五湖之间 其人清心 扬州宝江 三代要福 不及以正 于系 西而兴 战战京 今 乃会乃顺 无动好意 无耳消人 违法违则 书云 臣不作威 不作福 迷有厚 修 于系 保国爱民 可不尽于 王其戒之 幼广陵王册 太史公曰 古人有言曰 爱之欲其父 清之欲其贵 故王者将图建国 封立子弟 所以头清清 续骨肉 尊先祖 贵之体 广同信于天下也 誓以行誓强而王誓安 自 古至今 所由来久矣 非有意也 故福论著也 厌其之事 无足采者 然峰立三王 天 子公让 群臣首义 文词滥然 甚可观也 是以赴之世家 主先申曰 成姓得以文学位侍郎 好懒官太史公之列传 传宗称三王世家文词可观 求其世家中不能得 且从长老好故使者取其封策书 编列其世而传之 令后世的观贤 主之旨意 盖文孝五帝之时 同日而聚拜三子魏王 封一子于齐 一子于广陵 一子于燕 各 因数财力智能 及土地之刚柔 人民之轻重 为作策以身戒之 魏王 世卫汉帆福 宝国之名 可不尽于 王其借之 夫贤主所作 故非浅文者所能知 非伯文强记君子 者所不能就尽其意 至其次序分绝 文字之上下 简之参丝长短 皆有意 人莫知能知 谨论刺其真草照书 编于左方 另览者自通其意 而解说之 王夫人者 赵人也 与魏夫人并姓五帝 而生子洪 洪且立魏王时 其母并五帝 自灵问之 曰 子当魏王 欲安所至之 王夫人曰 陛下在 妾又何等可言者 帝曰 虽然 亦所欲 欲于何所望之 王夫人曰 元智之洛阳 吴帝曰 洛阳有五库敖仓 天下名额 汉国之大都也 先帝以来 吴子王于洛阳者 去洛阳 于尽可 王夫人不应 五帝曰 关东之国无大于其者 其东赴海而成郭大 古石独 灵资中十万户 天下高于的莫胜于其者已 王夫人以守吉投 谢曰 姓圣 王夫 人死而地痛之 使使者拜之曰 皇帝仅使使太中代夫明奉毕一次夫人为其王太后 子洪王其 年少 吴有子 利 不幸早死 国爵 魏郡 天下称其不宜王云 所谓 受此土 者 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于天子之设 归立之以为国设 以遂识词 之 春秋大传曰 天子之国有太设 东方清 南方赤 西方白 北方黑 上方黄 故将封于东方者取青土 封于南方者取赤土 封于西方者取白土 封于北方者取黑土 封于上方者取黄土 各取其色物 果以白毛 封以为舍 此时受封于天子者也 此之为 主土 主土者 立舍而奉之也 正臣祖考 祖者先也 考者赴也 为基谷 为 者度也 念也 基者当也 当顺谷之道也 其得多变诈 不惜于礼益 故戒之曰 公正之兆 唯命不可未尝 人之好得 能明 显光 不图于益 使君子怠慢 西若兴 信之其中 天路常中 有过不善 乃凶于尔国 而害于若身 其王之国 左右为耻以礼益 不幸中年早邀 然全身无过 如其侧义 传曰 清采出于蓝 而直清于蓝 者 教使然也 远哉贤主 昭然独见 借其王以 圣内 借燕王以无作怨 无费得 借广陵王以圣外 无作威与福 夫广陵在无悦之地 其明经而清 故戒之曰 江湖之间 其人清心 扬州宝江 3 待之时 破要使从中国俗福 不大吉以政教 以抑郁之而已 无动好意 无耳消人 为 法事则 无常好意乐 持诚意列银康 而尽小人 常念法度 则无羞辱以 三江 五湖 有余颜之力 同山之父 天下所养 故戒之曰 臣不作福 者 勿使行财币 厚赏赐 以利身欲 为四方所归也 又曰 又曰 臣不作威 者 勿使英卿以备一也 惠孝五帝崩 孝昭帝出力 先朝广陵王须 后赏赐金钱财币 值三千余万 亿的百 离 亿万户 惠昭帝崩 宣帝出力 原恩行义 以本始元年终 列汉的 竟以封广陵王须四子 义自为朝阳侯 义自为平屈侯 义自为南利侯 最爱少子虹 立以为高密王 其后须果作威福 通楚王使者 楚王宣言曰 我先元王 高地少地也 封三十二 臣 今的意义少 我欲与广陵王共发兵云 广陵王位上 我父王楚三十二臣 如元王时 是发觉 公卿有私请刑罚诸 天子以骨肉之故 不忍至法于须 下诏书无至广陵王 独诸守恶楚王 传曰 彭身麻中 不服自职 白沙在泥中 与之皆黑 者 土地教化 使之然也 其后须复驻祖谋反 自杀 国除 焰土敲雀 北破匈奴 其人名勇而少虑 故戒之曰 昏周事无有效行 而勤受兴 以 妾道侵犯鞭明 正照将军枉真其罪 万夫长 千夫长 三十有二军接来 将其奔施 昏 周夕欲远处 北周以安以 西若心 无作愿 者 勿使从俗以愿望也 无费得 者 勿使备得也 无费备 者 无法伍备 常备匈奴也 非教士不得从真 者 言 非习礼意不得再于策也 会武帝年老常 而太子不信轰 未有所利 而但使来上书 请深入宿位于长安 小 武见其书 急得 怒曰 申子当智之其鲁礼意之乡 乃智之艳照 果有真心 不让之 端见矣 于是使使即斩其使者于阙下 会武帝崩 朝地出力 但果作愿而望大臣 自以长子当立 与其王子刘泽等谋畏判 逆 出言曰 我安得地在者 经历者乃大将军子也 欲发兵 誓发绝 当诸 朝地 原恩宽忍 议案不扬 公卿十大臣请 遣宗正与太中大夫公户满议 遇十二人 携网时 燕 封玉之 道燕 各一日 更见则王 宗正者 主宗是诸刘蜀籍 先见王 畏列成道 朝地十五帝子壮 誓玉是乃父贱王 则之以正法 问 王欲发兵罪明明白 当作之 汉家有正法 王范欠借小罪国 即刑法之断耳 安能宽王 惊动以文法 王毅意下 星孔 公户满意席于金术 最后见王 称隐古今通义 国家大理 文章尔雅 魏王曰 古者天子弊内有异性大夫 所以正骨肉也 外有同性大夫 所以正义族也 周公俯臣 王诸其两帝 古致 五帝在时 尚能宽王 今朝帝十历 年幼 赋于春秋 魏陵阵 委任大臣 古者诸法不阿亲戚 故天下至 方经大臣辅正 奉法执行 五感所阿 恐怖 能宽王 王可自谨 吾自令生死国灭 魏天下孝 于是燕王但乃恐惧服罪 叩头谢过 大臣欲和和骨肉 难伤之以法 其后但父与左将军上官杰等谋反 宣言曰 我赐太子 太子不在 我当立 大臣共 亦我 云云 大将军光辅正 与公卿大臣一曰 燕王但不改过悔正 行恶不便 于 是修法之断 刑罚诸 但自杀 国除 如其策指 有私请诸但妻子 孝昭以骨肉之轻 不仁至法 宽赦但妻子 免为数人 传曰 蓝根与白指 见之朽中 君子不敬 数人不 福 者 所以见然也 宣帝出力 推恩宣德 以本始元年中 敬赴封燕王但两子 亦自为安定侯 立焰固太 子见为广阳王 以奉燕王祭祀 所引述赞 三王封系 旧始烂然 主侍后补 策书存焉 去并建议 轻敌上言 天子充益 志在极贤 太长距离 请立其宴 弘国赴海 但设为玄 消人不耳 昏周远 鞭 冥灾兼戒 释防绝迁 列传 史记博仪列传 夫学者载集集博 有考性于六亿 诗书虽缺 然于下之闻可之也 遥将训味 让于 于顺 顺 顺宇之贤 岳目贤贱 乃是之余味 典之数十年 功用寄星 然后受赠 是天下 重契 王者大统 传天下若思之难也 而说者曰 遥让天下于许游 许游不受 此之逃影 即下之时 有便随 悟光者 此何以称焉 太史公曰 于登基山 其上盖有许有种云 孔子序列古之人 圣贤人 如无太博 博仪之轮响矣 予以所闻由 光益至高 其闻词 不少盖见 何哉 孔子曰 博仪 书其 不念就恶 愿是用兮 求人的人 又何愿呼 于悲 博仪之义 赌一失可一焉 其传曰 博仪 书其 孤逐君之二子也 父欲立书其 及父 醋 书其让博仪 博仪曰 父命也 遂逃去 书其亦不肯立而逃之 国人立其忠子 于是博仪 书其 书其闻西伯昌善养老 何往归焉 吉至 西伯促 武王载墓主 好为文王 东伐咒 博仪 书其叩马而建曰 父死不葬 缘吉干戈 可谓孝呼 以称是君 可 为人呼 左右欲兵之 太公曰 此亦人也 福而去之 武王以平因乱 天下宗舟 而博仪 书其耻之 亦不食舟素 隐于守阳山 才威而食之 饥饿且死 作歌 其词 曰 登彼西山西 采其威以 以报亦报西 不知其非以 神农 于 下呼燕眉兮 我 安氏归以 于皆除夕 命之衰以 遂饿死于守阳山 由此观之 愿邪非邪 或曰 天道无清 常与善人 若伯夷 书其 可谓善人者非邪 几人邪行如此 而 饿死 且七十子之徒 众尼独见炎冤为好学 然回叶绿空 遭康不厌 而猝早邀 天 知暴施善人 其何如灾 道指日杀不孤 干人之肉 暴力自虽 拒挡数千人横行天下 竟已受终 世尊何得灾 此其由大张明教者者也 若至尽是 操行不轨 专犯即会 而 终身一乐 父后累世不绝 或则的而导之 时然后出言 行不由尽 非公正不发愤 而 欲或灾者 不可胜数也 于胜或焉 倘所谓天道 是邪非邪 此曰 道不同不相未谋 亦各从其至也 故曰 富贵如可求 虽执边之事 无意未知 如不可求 从无所好 遂寒 然后之松波之后雕 举世浑浊 轻世乃 简 其以其重若比 其轻若此灾 君子即眉事而名不称焉 甲子曰 贪夫殉财 烈士殉名 夸者死权 众树逢 身 同名相照 同类相求 云从龙 风从虎 圣人坐而万物堵 薄夷 书其 虽贤 得夫子而名一章 言渊虽独学 覆继伟而行一显 言血之事 去舍有时若此 泪 名音灭而不称 悲夫 驴相之人 欲底行立名者 非赴青云之事 恶能施于后世哉 所隐数赞 天道平分 与善图云 贤而恶死 道且聚 吉凶以福 暴施纠分 自汉严命 得自前文 皆比速是 不负青云 史记管燕列传 管仲夷无者 引上人也 少时常语暴书牙游 暴书知其贤 管仲贫困 长期暴书 暴书忠善欲知 不以为言 以而暴书是其公子小白 管仲是公子揪 吉小白立位还公 公子揪死 管仲求焉 暴书遂禁管仲 管仲既用 任正于其 其还公以罢 九和诸侯 一筐天下 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 无始困时 常语暴书甲 分财力多自语 暴书不以我为贪 知我凭也 无常为暴书谋事 而更穷困 暴书不以我为余 知时有利不利也 无常三是三见逐于君 暴书不以我为不孝 知我不遭使也 无常三战三走 暴书不以我妾 知我有老母也 公 子揪拜 照乎死之 无忧求受辱 暴书不以我为无耻 知我不休小节 而耻功名不显于天 下也 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报子也 暴书寂禁管仲 以身下之 子孙是路于其 有风 义者时于是 常为明代夫 天下不多管仲之贤 而多报书能之人也 管仲继任正乡齐 以区区之齐在海滨 通货基财 富国强兵 与俗同好物 故其称 曰 苍岭时而知礼节 依时足而知荣辱 尚福度则六亲故 四为不张 国乃灭亡 下 令如流水之缘 令顺民心 故论悲而易行 俗之所欲 因而与之 俗之所否 因而去 之 其为正也 善因祸而为福 转败而为功 贵轻重 甚全衡 还功时怒少鸡 难惜彩 管仲因而法处 则包毛不入贡于周氏 还功时北真山戎 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功之正 于科之会 还功欲备曹末之曰 管仲因而信之 诸侯由氏归其 故曰 之与之为取 正之宝也 管仲赋你于公氏 有三规 反殿 其人不以为耻 管仲促 其国尊其正 常强于朱 侯 后百余年而有燕自焉 燕平众因者 来之以为人也 是其临公 庄公 井公 以解简利行众于其 寄相其 食不重肉 且不依薄 其在朝 君与吉之 吉为盐 与不吉之 吉为行 国有道 吉 顺命 无道 吉恒命 以此三世显明于诸侯 岳时父贤 在雷义中 燕子初 遭之徒 解佐参熟之 宰归 夫谢 入归 九之 岳时父请觉 燕子决然 摄依官谢曰 因虽不仁 免子于恶 何子求觉之素也 十 赴曰 不然 无闻君子处于不知己 而信于知己者 方无在雷义中 彼不知我也 夫子 既亦感悟而属我 是知己 知己而无理 故不如在雷义之中 燕子于是言入位上课 燕子为其相 初 其遇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 其夫未相遇 雍大概 策四马 义气 扬扬甚自得也 继而归 其妻请去 夫问其故 其曰 燕子长不满六尺 身相其国 明显诸侯 经者切观其出 至念生矣 常有矣自下者 精子长八尺 乃为人仆玉 然子 知亦自以为族 妾事以求去也 其后夫自亦损 燕子怪而问之 欲以识对 燕子见矣 魏大夫 太史公约 无独管事慕名 山高 陈马 清重 九府 及燕子春秋 祥栽其言之也 既见其著书 欲观其行事 故此其传 至其书 事多有之 事已不论 论其一事 管 众是所谓贤臣 然孔子小知 其以为周到衰为 还公寄贤 而不免之之王 乃称霸哉 宇曰 将顺其美 匡就其恶 故上下能怪清也 其管仲之未乎 方燕子服装公师枯之 臣里然后去 其所谓 见义不畏无勇 这邪 至其见说 范君之言 此所谓 尽私尽 忠 退私不过 者哉 甲令燕子而在 于虽未知之之边 所心目焉 所引述赞 宜无成霸 凭重称贤 素乃失灵 斗布眼尖 转或未福 为言或全 孔赖佐任 使心之边 臣里而去 人望存焉 史记老字 韩非列传 老字者 处苦献力相取 人理人也 性理事 明耳 自窗 周守藏士之时也 孔子是周 将问礼于老字 老字 老字曰 子所言者 其人与谷皆以朽矣 独其言在耳 且君子得其实则驾 不得其实则彭类而行 无闻之 梁甲身脏若虚 君子慎得容貌弱 于 去子之交气于多欲 太色与银智 世皆无异于子之身 无所以告子 无所以告子 若是而已 孔子去 为弟子曰 鸟 无知其能飞 鱼 无知其能游 寿 无知其能走 走者可以 未往 有者可以为伦 非者可以为增 至于龙 无不能知其盛风云而上天 无今日见老 子 其有龙邪 老子修道德 其学以自隐无名为物 居周久之 见周之衰 乃遂去 至官 官令隐 喜曰 子将隐以 强为我著书 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 言道德之义五千余言而去 莫知其所终 或曰 老来子亦楚人也 著书十五篇 言道家之用 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 或言二百余岁 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 而史记周太史丹建秦县公约 使秦宇周和 和五百岁 而离 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 或曰丹吉老子 或曰非也 是莫知其然否 老子 隐 君子也 老子之子明宗 宗魏魏江 封于断干 宗子柱 柱子公 公玄孙甲 甲氏于汉孝文 帝 而甲之子姐魏交西王养太父 应家于其焉 誓之学老子者则处如学 如学亦处老子 道不同不相为谋 其位嗜邪 立而无 未自画 清静自正 庄子者 蒙人也 明周 周常未蒙其原吏 与梁慧王 其宣王同时 其学摩索不亏 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 故其著书实于万言 大抵律于炎也 作于父 道直 屈且 以帝子孔子之徒 以明老子之术 畏类虚 抗桑子之术 皆空与无事实 然善属书离此 指示类情 用飘包如 莫 虽当是素学不能自解免也 其言晃扬自自已是己 故自王 公大人不能弃之 楚威王文庄周贤 始始后必赢之 许以为相 庄周孝未处使者曰 千金重力 清相尊位也 子独不见交际之犀牛呼 养食之数岁 依以文秀 已入大庙 当是之时 虽欲未孤屯 岂可得呼 自积去 无无我 我宁游戏污毒之中自快 无畏有国者所激 终身不适 以快无志焉 身不害者 惊人也 故政之建成 学术已干寒招 侯 招侯用未相 内修政教 外应诸侯 十五年 终身子之身 国治兵强 无清寒者 身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行明 著书二篇 好曰身子 寒非者 寒之诸公子也 喜行明法术之学 而其归本于黄老 非为人口持 不能道 说 而善著书 与李斯巨事寻清 私自以为不如非 非见韩之削弱 术已书见韩王 韩王不能用 于是韩非即治国不误修明其法制 直 是以欲其臣下 赴国强兵而以求人认贤 反举福音之度而加之于公实之上 以为如者用 文乱法 而侠者已无犯禁 宽则宠明欲之人 即则用戒咒之事 经者所养非所用 所用 非所养 悲怜之不容于邪网之臣 观网者得失之辩 故作孤分 五度 内外处 说灵 说难时于万言 然韩非之说之难 未说难书胜句 忠死于情 不能自脱 说难曰 凡说之难 非无之之有以说之难也 又非无辩之难 能明无义之难也 又非无感恒施 能静之难也 凡说之难 在之所说之心 可以无说当之 所说出于为明高者也 而说之以后立 则见下劫而欲悲见 必弃远矣 所说出于后 立者也 而说之以明高 则见无心而远是情 必不收以 所说实为后立 而显未明高者也 而说之以明高 则扬收其身 而实书之 若说之以后立 则应用其言而显弃其身 此之 不可不知也 夫是以密臣 与以谢拜 未必其身谢之也 而与其所逆之事 如是者身为 贵人 有过端 而说者明言善意 以推其恶者 则身为 周则未卧也 而语及之 说行而有功则得 王说不行而有败 则见以 如是者身为 夫贵人得记 而欲自以为功 说者语之焉 则身为 为 必献有所出世 乃自以为也 故 说者语之焉 则身为 强之以其所必不畏 指之以 其所不能以者 身为 故曰 语之论大人 则以为奸己 语之论系人 则以为周全 论 其所爱 则以为戒资 论其所增 则以为常己 净审其词 则不知而屈之 泛滥博文 则夺而久之 顺势成义 则曰切诺而不敬 律势广似 则曰草野而俱武 此说之难 不 可不知也 凡说之悟 在知事所说之所敬 而灭其所愁 彼字之奇迹 则无以其失穷之 自用 其断 则无以其敌怒之 自多其力 则无以其难盖之 归义是与同济 欲义人与同行者 则以是之无伤也 有与同失者 则明是其无失也 大中摩索服物 此言摩索即排 乃 后生其变之焉 此所以清净不宜 知境之难也 得旷日弥酒 而周则即握 生计而不宜 交真而不醉 乃明记厉害以至其功 指指是非以是其身 以此相持 此说之臣也 依隐为袍 百里希为鲁 皆所由干其上也 故此二子者 皆甚人也 由不能无一身 而设事如此其乌也 则非能是之所设也 宋有妇人 天与强坏 其子曰 不住且有道 其灵人之父义云 目而果大王其才 其家圣之其子 而宜灵人之父 习者正武功欲罚胡 乃以其子妻之 因问群臣曰 吾 御用兵 谁可罚者 官其司曰 胡可罚 乃路官其司 曰 胡 兄弟之国也 子言罚之 何也 胡君文之 以正位清己而不被正 正人习胡 取之 此二说者 其 知皆当矣 然而圣者为路 保者见矣 非知之难也 处知则难矣 习者弥子辖见爱于卫君 为国之法 妾驾君车者罪至悦 继而弥子之母病 人文 网页告知 弥子脚驾君车而出 军文之而贤之曰 孝哉 为母之故而犯悦罪 与君 有果缘 弥子时桃而干 不敬而奉君 君曰 爱我哉 望其口而念我 及弥子色衰 而爱迟 得罪于君 君曰 是长脚驾无车 又长使我以其于桃 故弥子之行为便于 初也 前见贤而后获罪者 爱憎之至便也 故有爱于主 则之当而加轻 见曾于主 则 罪当而加书 故见说之事 不可不查爱曾之主 而后说之以 夫隆之为虫也 可扰侠而其也 然其侯下有逆灵尽尺 人有因之 则必杀人 人主 亦有逆灵 说之者 能无因人主之逆灵 则积以 人或传其书至秦 秦王见孤奋 五度之书 曰 皆呼 寡人的见此人 与之有 此 不恨以 李斯曰 此韩非之所著书也 秦应及公韩 韩王使不用非 秦秦 乃浅 非使秦 秦王悦之 未信用 李斯 遥假害之 毁之曰 韩非 韩之诸公子也 秦王 欲并诸侯 非中未韩不畏秦 此人之秦也 秦王不用 久留而归之 此字一幻也 不如 以过法诸之 秦王以为然 下立至非 李斯使人一非要 使自杀 韩非欲自成 不得 简 秦王后悔之 使人设之 非以死矣 生子 韩子皆著书 传于后世 学者多有 于独悲韩子未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太史公约 老字所贵道 虚无 因应变化于无谓 故著书辞称为妙男时 庄子散道 得 放论 要义归之自然 身子卑卑 失之于名时 韩子隐神莫 切事情 明是非 其 极惨敲少恩 皆源于道德之义 而老子深远矣 所引述赞 博扬立教 清静无畏 道尊东路 积窜西垂 庄蒙许许 身害卑卑 行名有数 说难及之 卑鄙周房 中王李斯 史记司马仰居列传 司马仰居者 田丸之苗一也 其井攻时 竟伐阿 真 而燕清和尚 其师拜祭 井 功患之 燕英乃剑田 郎居曰 郎居虽田是树涅 然其人文能负重 武能威敌 原君是 之 井功召郎居 宇宇宾是 大说之 以为将军 将兵汉燕进之师 郎居曰 陈塑 卑 贱 君酌之旅武之中 家之代府之上 士族未富 百姓不信 人为全亲 原的君之宠 臣 国之所尊 以兼君 乃可 于是井功许之 使庄甲网 郎居祭辞 与庄甲约约 但日日中会于军门 郎居先持至军 立表下露呆甲 甲 甲肃焦贵 以为将己之君而己 衞尼 卫奸 卫尖 卫尖 云 臣 日中而甲不至 郎居则谱表绝陋 入 行君乐兵 申明约束 约束既定 细时 装甲乃至 郎居曰 和后其位 甲谢曰 不宁大 夫亲戚送之 故留 然居曰,将寿命之日则望其家,临君曰树则望其亲,远辅古之,即则望其身。 经敌国申亲,邦内骚动,士族暴露于尽,君请不安息,时不甘为,百姓之。 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乎。 赵君正问曰,君法其而后智者云和,对曰,当斩。 装甲聚,使人持报警弓,请就。 既往,为己返,于是遂斩装甲以训三军。 三军之事皆,正立。 九之,仅供遣使者持劫设甲,持入军中。 阳居曰,将在军,军令有所不受。 问君正曰,持三军法和,正曰,当斩,使者大聚。 阳居曰,君之使不可杀之。 乃战骑仆,车之左腹,马之左参,以训三军。 遣使者还报,然后行。 士族赐射警。 饮食问及医药,身自抚循之。 吸取将军之资良享士族,身与士族平分粮食。 罪比其雷弱。 这,三日而后乐兵。 并者皆求行,振奋出为之附战。 禁施闻之,为罢去。 验施闻之,堵。 水而解。 于是追及之,遂取所王封内故禁而引兵归。 为治国,士兵旅,解约术,士蒙儿。 后入议。 警公与朱大夫交营,劳师成礼,然后返归请。 寄见阳居,尊位大司马。 田氏日。 以一尊于其。 以儿大夫报事,高,国之赎害之,赠于警公。 警公退阳居,居发及而死。 田起,田。 报之徒有此愿高,国等。 其后吉田长沙俭公,尽灭高子,国子之族。 至长曾孙和,应自。 立位其威王,用兵行威,大放仰居之法,而诸侯朝其。 其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赴仰居于其中,应号约司马仰居兵法。 太史公约,于读司马兵法,宏阔深远,虽三代征法,未能尽其义,如其文也,亦少。 以。 华服阳居,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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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市,和侠及司马兵法之一让乎。 是祭多司马兵法,已故。 不论,这阳居之列转烟。 所引述赞 燕青和尚 骑师败继 应见仰居 武能威敌 斩驾以训 三军精体 我促即强 比寇退彼 法行司马 时赖宗期 史记孙子吴其列传 孙子吴者 其人也 以兵法建于吴王和卢 和卢曰 子之十三篇 无尽观之矣 可以小事乐兵呼 对曰 可 和卢曰 可是以妇人呼 曰 可 于是许 之 出宫中美女 的百八十人 孙子分位二队 以王之宠姬二人 各位队长 皆令十几 令之曰 辱之而心语左右手被呼 妇人曰 知之 孙子曰 前 则是心 左 是左手 右 是右手 后 即是背 妇人曰 诺 约束既不 乃设福月 即三 令五身之 于是谷之幼 妇人大孝 孙子曰 约束不明 身令不熟 将之罪也 妇 三令五身而谷之左 妇人妇大孝 孙子曰 约束不明 身令不熟 将之罪也 妇已明 而不如法者 立誓之罪也 乃欲斩左谷队长 吾王从台上官 见且斩爱基 大害 去 使使下令曰 寡人以之将军能用兵以 寡人非此二基 时不甘位 原物斩也 孙子 约 臣继已受命未将 将在军 军命有所不受 遂斩队长二人以训 用其次为队长 于是复古之 妇人左右前后跪起 皆中规局神末 无敢出身 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 兵记整齐 王可是下官之 为王所欲用之 虽附水火有可也 吾王曰 将军甘休久 舍 寡人不原下官 孙子曰 王图好其言 不能用其时 于是何卢之孙子能用兵 醋已为将 西破强杵 入营 北威其境 显明诸侯 孙子与有利焉 孙武既死 后百余岁有孙并 并申阿隽之间 并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 孙并长与旁 捐据学兵法 旁捐既是卫 得卫会王将军 而自以为能不及孙并 乃因始造孙并 并至 旁捐孔其贤于己 及之 则以法行断其两族而情之 欲隐物见 其使者如良 孙并以行图应见 说其使 其使以为其 且载于知其 其将田济善而 克呆之 技术与其诸公子持足重设 孙子见其马族不甚相远 马友上 中 下 北 于 是孙子为田济曰 军地重设 成能令军胜 田济信然之 与王及诸公子逐设千金 吉林直 孙子曰 今以军之下四与比上四 取军上四与比中四 取军中四与比下四 既持三贝弊 而田济亦不胜而再胜 醋得王千金 于是寄尽孙子于威王 威王问兵法 遂以为师 其后为伐赵 赵极 请就于其 其威王欲将孙并 并辞谢曰 行于知人不可 于是乃以田济未将 而孙子为师 居资车中 座位济谋 田济欲引兵之兆 孙子曰 夫解杂乱分 纠者不控卷 就斗者不搏几 批抗倒须 行格示尽 则自卫解而 精良照相 公 清兵锐促必劫于外 老若霸于内 君不若引兵即走大梁 据其揭露 名其方须 彼 必是照而自救 是我一举解照之为 而收彼于卫也 田济从之 为果去寒丹 与其战于 桂林 大破梁君 后十三岁 为宇赵公寒 寒告及于其 其使田济将而往 只走大梁 为江旁捐闻之 去寒而归 其君既已过而昔以 孙子为田济曰 比三进之兵速汉勇而清其 其好位 且善战者应其事而力导之 兵法 百里而去力者绝上将 五十里而去力者军半智 使 其军入位的位十万兆 明日位五万兆 又明日位三万 旁捐行三日 大喜 曰 我顾知其君妾 入吾的三日 士族亡者过半以 乃弃其不君 与其轻锐被日并行逐之 孙子度其行 目当至马林 马林道闪 而旁多祖爱 可伏兵 乃酌大树白而书之曰 旁捐死于此树之下 于是令其君善设者万弩 夹道而伏 其曰 目见火举而俱发 旁捐果叶至着目下 见白书 乃钻火竹之 读其书未必 其君万弩俱发 为君大乱相师 旁捐自知至穷兵败 乃自警 曰 遂成数子之名 其应成圣禁破其君 鲁位太子 身已归 孙并以此明显天下 是传其兵法 无其者 为人也 好用兵 常学于层子 是鲁君 其人攻鲁 鲁欲将无其 无其取 其女为妻 而鲁夷之 无其于是欲救名 遂杀其妻 以名不与其也 鲁醋已为将 将而 攻其 打破之 鲁人或恶 无其曰 其之为人 猜忍人也 其少时 家累千金 犹是不遂 遂破其 家 相党孝之 无其杀其 棒几者三十余人 而东出未锅门 与其母爵 涅壁而蒙曰 其不畏倾向 不负入位 遂是臣子 居请之 其母死 其中不归 臣子薄之 而与其 绝 其乃之鲁 学兵法 以示鲁军 鲁军 鲁军夷之 其杀其 以求将 俘鲁小国 而有战胜之名 则诸侯 屠鲁鲁以 且鲁为兄弟之国也 而军用其 则是弃味 鲁军夷之 谢无其 无其于是 闻为文侯贤 欲试之 文侯问 李克曰 无其何如人灾 李克曰 其 贪而好色 然用宾司马 扬居不能过也 于是为文侯以为将 及秦 把武成 其之为将 与氏族最下者同一时 卧不设习 行不其成 清果银粮 与氏族分劳苦 醋有并居者 其未顺之 醋母闻而枯之 人曰 子醋也 而将 君自顺其居 何枯 为 母曰 非然也 往年无功顺其父 其父战不炫种 遂死于敌 无功今又顺其子 切不知其死所以 誓已哭之 文侯已无其善用兵 连平 竟能得是心 乃已为西河首 以具情 寒 为文侯记簇 其是其子武侯 武侯扶西河而下 中流 故而为无其约 美哉乎山 何之故 此为国之宝也 其对约 再得不再显 习三苗氏左洞亭 右蓬离 得异部 修 与灭之 下节之居 左和记 又太华 依雀在其南 阳长在其北 修正不仁 汤放 之 应咒之国 左梦门 又太行 长山在其北 大和经其南 修正不得 五王杀之 由 此官之 再得不再显 若君不修得 周中之人 敬畏敌国也 五侯曰 善 无其为西河守 甚有声名 为至乡 乡填文 无其不悦 为填文曰 请与子论功 可乎 填文曰 可 其曰 江三军 史氏族勒死 敌国不敢谋 子书欲起 文曰 不如子 启曰 至百官 清万名 十府库 子书欲起 文曰 不如 子 启曰 首昔和尔 秦兵 不敢东乡 韩赵兵从 子书欲起 文曰 不如子 启曰 此三者 子皆出无下 而为家无上 何也 文曰 主少国仪 大臣为父 百姓不信 方氏之时 属之于子乎 属之于我乎 其默然良久 曰 属之子义 文曰 此乃无所以居子之上也 无其乃自之福如田文 田文即死 公书未相 上位公主 而害无其 公书之仆曰 其义去也 公书曰 奈何 其仆曰 无其为人 结怜而自喜明也 君应先与武侯言曰 夫无其贤人 也 而侯之国孝 又与强情攘戒 臣妾恐其之无流星也 武侯即曰 奈何 君应 为武侯曰 誓言以公主 其有流星 则必受之 无流星 则必此以 以此不知 君应照 无其而与归 即令公主怒而轻君 无其见公主之见君也 则必辞 于是无其见公主之 见未相 果此为武侯 武侯移之而福幸也 无其具得罪 遂去 即知楚 楚道王素文起贤 至责相处 明法审令 捐不及之官 废公族疏远者 以抚养战斗 之事 要在强兵 破持说之言从横着 于是南平百月 北并成菜 却三境 西伐情 诸 侯换楚之强 故楚之贵 七境遇害无其 即道王死 宗室大臣作乱而攻无其 无其走之王 施而福之 及其知徒应设赐无其 并中道王 道王寄藏 太子吏 乃使令引进诸设无其 而并中王施者 作设起而以宗死者 七十余家 太史公约 世俗所称施旅 接道孙子十三篇 无其兵法 世多有 故福论 论其行 世所施设者 与曰 能行之者未必能言 能言之者未必能行 孙子仇策旁捐名义 然不能早就换于被行 无其说武侯以行事不如得 然行之于处 以刻报少恩王其躯 悲 夫 所引述赞 孙子兵法 一十三篇 美人祭斩 梁将的烟 其孙并搅 仇策旁捐 无其香味 西河称贤 惨悄是楚 死后流泉 史记武子虚列传 武子虚者 楚人也 名媛 原父约无奢 原兄约无上 其先约五举 以直见是楚庄 王有限 故其后世有名于楚 楚平王有太子明曰 见 使武奢为太父 被无济为少父 无济不忠于太子见 平王使 无济为太子取父于情 情女好 无济持归报 平王曰 情女绝美 王可自取 而更为太 自取父 平王遂自取情女 而绝爱性之 生子枕 更为太子取父 无济济以情女 自媚于平王 应去太子 而是平王 恐一旦平王 促而太子力 杀己 乃 应缠太子见 贱母 菜女也 无宠于平王 平王烧一书剑 使剑守成父 被鞭兵 请之 无济又日夜 言太子短于王 曰 太子以情女之故 不能无愿望 原王少自卑 也 自太子居臣父 将兵 外交诸侯 且欲入位乱矣 平王乃照其太父 五奢考问之 五奢之无济缠太子于平王 应曰 王独奈何以缠贼 小陈书骨肉之亲乎 无济曰 王精不治 其事成矣 王且渐情 于是平王怒 求五奢 而使臣父司马奋阳 枉杀太子 行为至 奋阳使人先告太子 太子急去 不然将诛 太子见王奔颂 无济言于平王曰 五奢有二子 皆贤 不诛且未处忧 可以其父职而照之 不然 且未处患 王使十位五奢曰 能置如二子则生 不能则死 五奢曰 尚为人人 忽必来 原为人刚立忍愧 能成大事 比见来之病情 其事必不来 王不听 使人 赵二子约 来 无身辱父 不来 金沙奢也 无上欲网 原曰 楚之赵我兄弟 非欲已生我父也 恐有托者后生患 故已父未知 诈赵二子 二子道 则父子拒死 何 亦父之死 往而令仇不得报 而 不如奔他国 借力以雪父之耻 拒灭 无畏也 无上 曰 我之往中不能全赴命 然恨父赵 我以求生而不往 后不能雪耻 终为天下孝儿 未冤 可去以 汝能报杀父之仇 我将归死 上祭就职 使者不无须 无须贯功 只使相使者 使者不敢进 无须遂亡 闻太子见之在宋 往从之 奢闻子须之亡也 曰 楚国君臣且苦兵已 无上至楚 楚并杀奢与上也 无须既至宋 宋有华士之乱 乃与太子见据奔于正 正人圣善之 太子见又是敬 敬请公曰 太子既善正 正姓太子 太子能为我内应 而我公其外 灭正必已 灭正 而封太子 太子乃还正 侍卫会 会自私欲杀其从者 从者知其谋 乃告知于正 正 定公于子产诸 沙太子见 见有子明圣 五须聚 乃与圣聚奔无 到昭官 昭官欲职之 五须遂与圣 独身不走 积不得脱 追者在后 至江 江上有意于 附沉传 知五须之吉 乃度五须 五须既度 解其箭曰 此箭指百经 以与赴 赴曰 楚国之法 得五 须者次宿 五万石 觉之规 企图百经 见邪 不守 五须位置 吴而及 指中道 启时 至于吴 吴王辽芳用事 公子光未将 五须乃因 公子光以求见吴王 九之 楚平王以其鞭意中 离与吴边一杯粮食聚残 两女子珍桑相公 乃大怒 至于 两国举兵相伐 吴使公子光伐楚 把其中离 居朝而归 吴子须说吴王辽曰 楚可破 也 原父遣公子光 公子光未吴王曰 比吴须父兄未陆于楚 而劝王伐楚者 欲以 自曝其仇而 罚楚未可破也 无须知公子光有内智 欲杀王而自立 未可说以外事 乃尽专诸于公子光 退而与太子剑之子圣根于也 五年而处平王簇 初 平王所夺太子剑请女生子枕 及平王簇 枕尽立位后 侍卫 昭王 吴王辽因处丧 十二公子将兵往袭楚 处发兵爵吴兵之后 不得归 吴国内空 而公子光乃令专诸席赐吴王辽而自立 是为吴王和卢 和卢既立 得志 乃赵武援以为 行人 而与某国是 处诸其大臣戏晚 柏周离 柏周离之孙 柏匹王奔吴 吴亦以匹为代夫 前王辽所遣 二公子将兵伐楚者 道绝不得归 后闻和卢是王辽自立 遂以其兵将储 储封之于书 和卢历三年 乃兴师与武须 柏匹伐楚 拔书遂秦顾吴返二将军 应御志颖将军孙 吴曰明劳 未可且呆之乃归 四年吴法楚 取六与钱 五年 拔岳败之 六年 储昭王使公子囊瓦将兵伐吴 吴使吴元迎击 大破楚君于豫章 取楚之居朝 九年 吴王和卢未 吴子须孙吴曰 使字眼影未可入 经果何如 二子对曰 储将囊瓦滩 而唐 蔡皆怨之 王必欲大罚之 必先的唐 蔡乃可 何如听之 西兴 诗与唐 蔡罚楚 与楚加汗水而成 吴王之地 覆盖将兵请从 王不听 遂以其数五千人 吉处将紫长 紫长败走 奔阵 于是吴臣胜而前 武战 遂至隐 吉卯 楚昭王出奔 根臣 吴王入影 昭王出王 入云梦 到吉王 王走云 云公帝怀曰 平王杀我父 我杀其子 不 亦可忽 云公恐其地杀王 与王奔随 吴兵为随 为随人曰 周之子孙在汉穿者 处境灭之 随人遇杀王 王子其逆王 己自为王已当之 随人补与王于吴 不及 乃 谢吴不与王 使吴元与申包须未交 元之王也 为包须曰 我必复楚 包须曰 我必存之 即吴兵入影 吴子须求昭王 既不得 乃觉楚平王墓 出其诗 编之三百 然后以 申包须王于山中 使人为子须曰 子之报仇 其以胜乎 吴文之 人重者胜天 天 定义能破人 今子顾平王之臣 清北面而视之 今至于路死人 此起其无天道之即乎 吴子须曰 为我谢身包须曰 无日莫图远 无故道行而逆施之 于是身包须走情 告急 求救于情 情不许 包须立于情亭 昼夜哭 七日七夜不绝其身 秦哀公连之 约 处虽无道 有成若是 可无存乎 乃遣车无百胜 就处即无 六月拜 拜吴兵鱼记 会吴王九流 处求昭王 而何卢帝夫盖乃王归 自立为王 何卢文之 乃是处而归 即 其帝夫盖 夫盖拜走 遂奔处 处昭王 见吴有内乱 乃复入影 丰复盖于唐熙 为唐熙 十 处父与吴战 拜吴 吴王乃归 后二岁 何卢使太子夫 插江兵法处 取番 处据吴父大来 乃去影 喜余弱 当是 十 吴以吴子虚 孙吴之谋 西破强处 北威其境 南浮岳人 其后四年 孔子相鲁 后五年 伐月 月望勾剑 迎击 拜吴于姑苏 伤何卢止 君阙 何卢并创将死 为 太子夫插曰 而望勾剑 沙尔复呼 夫插对曰 不敢望 世系 何卢死 夫插记 立位王 以伯匹为太宰 其战舍 二年后伐月 拜月于夫丘 月望勾剑 乃亦于兵五千人 其余讳积之上 史大夫总后 必以吴太宰匹 以请和 求为国位臣妾 吴王将许之 吴子虚 剑曰 月望为人能辛苦 金王不灭 后必毁之 吴王不听 用太宰匹记 与月评 其后五年 而吴王闻其井公死 而大臣争宠 心君弱 乃心诗北伐其 吴子虚剑曰 勾剑时不重位 吊死问及 且欲有所用之也 此人不死 必未无患 今吴之有悦 由 人之有复心及也 而王不先悦 而乃物其 不亦谬呼 吴王不听 伐其 大败其失于爱 零 岁微邹鲁之君已归 一书子虚之谋 其后四年 吴王将北伐其 月望勾剑用子贡之谋 乃律其众以助吴 而众宝以献夷 太宰匹 太宰匹记述受月禄 其爱信月书胜 日夜未言于吴王 吴王信用匹之计 吴子 须见曰 复月 复兴之病 惊信其福此乍尾而贪其 破其 辟由石填 莫所用之 且 盘根之告曰 有颠月不公 亦填灭之 彼无疑欲 无使一种于滋意 此伤之所以兴 元王是其而先悦 若不然 后将悔之无疾 而吴王不听 使子须于其 子须临行 为其子曰 吴树见王 王不用 吴经见吴之王已 入狱无巨王 吴亦也 乃树其子 于其报目 而还报无 吴太宰匹记 与子须有戏 因禅曰 子须为人刚报 少恩 猜贼 其愿望恐为生火 也 前日王欲罚其 子须以为不可 王促罚之 而有大功 子须耻其计谋 不用 乃反愿望 而今忘又赴罚其 子须专臂强健 举悔用事 图信吴之败 以自胜其计谋 而 今王自行 西国中武力 以罚其 而子须见不用 应若谢 祥并不行 王不可不备 此其祸不难 妾辟使人为四之 其始于其也 乃属其子于其之报事 夫为人臣 内不得意 外以诸侯 自以为先旺之谋臣 今不见用 长央央愿望 愿望早图之 吴王曰 为子之言 无意宜之 乃使使次 五子须熟漏之见 曰 子依此死 五子须仰天探曰 皆乎 禅臣脾胃乱以 王乃凡诸我 我令若腹罢 自若未历时 诸公子真利 我以死真之余 先忘 姬不得利 若既得利 欲分无国与我 我故不敢忘也 然今若听于 成言以沙长者 乃告其设人曰 避数无目上以子 令可以为弃 而绝无眼线 无东门之上 以观月 寇之入灭无也 乃自谨死 吴王闻之大怒 乃取子须失胜 以吃一格 扶之江中 吴仁 连之 未立辞于江上 应命约须山 吴王记诸五子须 遂罚其 其暴誓杀其军到宫而立扬生 吴王遇讨其贼 不胜而去 其后二年 吴王照鲁位之军会之驮高 其明年 英北大会诸侯于皇池 以令周事 月 王沟见习杀吴太子 破吴兵 吴王闻之 乃归 始始后必与月平 后九年 月望沟见岁 灭吴 沙王夫叉 而诸太宰匹 以不忠于其军 而外受众禄 与己彼周也 吴子须出所语 具王顾楚太子 见之子圣者 在于吴 吴王夫叉之时 楚慧王遇照圣归 楚 夜宫见约 圣好永儿应求死事 待有思乎 慧王不听 遂照圣 始居楚之鞭矣 焉 好为白宫 白宫归楚三年而无诸子须 白宫圣既归楚 愿朕之杀其父 乃阴阳死事求报正 归楚五年 请伐朕 储令引子 西许之 兵卫发而进伐朕 朕请救于楚 楚使子西网救 与蒙而还 白宫圣录曰 非 正知愁 乃子西也 圣自立见 人问曰 何以为 圣曰 欲以杀子西 子西 闻之 孝曰 圣如卵耳 何能谓也 其后四岁 白宫圣与时其 习杀楚令 尹子西 司马子其于朝 时其曰 不杀王 不 可 乃杰王如高福 时其从者 驱顾傅楚慧 往往走 招夫人之功 夜宫闻白宫 未乱 绿齐 国人 攻白宫 白宫之徒拜 往走山中 自杀 而鲁诗起 而问白宫 失处 不言将亨 时 起曰 事成为卿 不成而亨 故其执也 终不肯告其失处 遂亨时起 而求惠王父 立之 太史公曰 愿读之于人圣已哉 王者 尚不能行之于 臣下 旷同列乎 向令五子虚从 奢俱死 何以楼以 弃小义 雪大齿 名垂于后世 悲夫 方子虚 窘于江上 道起时 至其常须 于望隐邪 故隐忍旧公民 非列丈夫 俗能致此灾 白宫如不自立 为君者 其宫 谋义不可胜 道者灾 所隐数赞 禅忍网疾 骄乱四国 皆彼无事 被资凶腾 原毒忍购 致富冤毒 罢无其师 罚楚逐备 编师学耻 绝掩器德 史记众尼弟子列传 孔子曰 寿夜深通者 七十有七人 皆亦能知事也 德行 言渊 敏子谦 雅伯牛 重功 正式 雅友 记录 言语 载我 子贡 文学 子游 子下 诗也辟 参也卢 柴也于 游也验 回也履空 四部受命而获直焉 亦则履中 孔子之所言是 于周则老子 于魏 瞿伯玉 于其 雁平重 于楚 老来子 于正 子产 于卢 梦工作 述称 赃文重 柳下慧 同低伯华 借山子然 孔子皆后知 不 并是 言辉者 鲁人也 自子渊 少孔子三十岁 言渊问人 孔子曰 克己赋礼 天下归人焉 孔子曰 闲灾回也 一丹石 一瓢影 再露相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回也如鱼 退而 审其思 一族已发 回也不鱼 用之则行 舍之则藏 唯我与儿 有誓夫 回年二十九 发静白 早死 孔子哭之痛 曰 自无有回 门人一清 鲁哀功 问 弟子孰未好学 孔子对曰 有言回者好学 不迁怒 不二过 不幸短命死矣 今夜则亡 闽顺自子谦 少孔子十五岁 孔子曰 孝哉闽子谦 人不见于其父母昆帝之言 不逝代福 不识乌君之路 如有父我者 必再问上以 牙根自伯牛 孔子以为有德行 伯牛有恶疾 孔子往问之 自有之其手 曰 命也夫 私人也儿 有私疾 命也夫 牙庸自重宫 重宫问证 孔子曰 出门如见大兵 使名如成大计 在邦无怨 在家无怨 孔子以重宫未有德行 曰 庸也可使难免 重宫父 见人 孔子曰 离牛之子心且教 虽欲勿用 山川其舍诸 牙囚自子有 少孔子二十九岁 未继世载 继康子问孔子曰 牙囚人呼 曰 千世之意 百臣之家 囚也可使致其父 人则无不知也 父问 子路人呼 孔子对曰 如囚 囚问曰 文思行诸 子曰 行之 子路问 文思行诸 子曰 有父 凶宰 如之何其文思行之 子华怪之 敢问问同而答意 孔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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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也退 故 禁之 游也奸人 故退之 重游自子路 便人也 少孔子九岁 子路姓比 好勇立 至抗直 关雄基 佩家屯 临抱 孔子 孔子 设理 稍佑 子路 子 路后如 辅违之 英门人 请为弟子 子路问 正 孔子曰 先知 劳之 请义 曰 无卷 子路问 君子上 勇呼 孔子曰 一知为上 君子 好勇而 无意 则乱 小人好勇 而无意则道 子路有文 未知能行 唯恐有文 孔子曰 片岩可以折御者 其有也语 有也好勇过我 魔所取才 若有 也 不得其死然 依必运袍 与依胡合者 利而不持者 其有也语 有也身堂已 未入于世也 季康子问 众由人呼 孔子曰 千臣之国 可使至其父 不知其人 子路喜从游 欲长举 竭逆 何丈人 子路为 既是载 季孙问曰 子路可谓 大臣语 孔子曰 可谓 俱臣语 子路为 蒲大夫 此孔子 孔子曰 蒲多壮世 有难治 然无语辱 公已尽 可以 执勇 宽已正 可以比重 公正已尽 可以报上 初 为凌公 有宠姬曰 男子 凌公 太子 愧愧的过 男子 拒诸出奔 即凌公 促而夫人 欲 立公子 隐 隐不肯 曰 王仁太子 之子 则在 于是 为立 则为君 是 未出公 出公立 十二年 其父 愧愧居外 不得入 子路为 为大夫 恐亏之意在 愧愧乃 与恐亏作乱 谋入 恐亏家 遂与其 突袭公出公 出公奔路 而愧愧入立 是未装公 方恐亏作乱 子路在 外 闻之而 持网 愈子高出 未尘门 未子路约 出公去 以 而门已闭 此可还以 无 空受其火 子路约 时其时者 不必其难 子高促去 有时者入城 尘门开 子路 随而入 造溃溃 溃溃与 恐亏登台 子路约 君焉用恐亏 请得而杀之 愧愧服听 于是子路欲凡台 愧愧拒 乃下时起 胡言公子路 即断子路之音 子路约 君子 死而观不免 遂结因而死 孔子文位乱 约 皆呼 由死已 已而果死 故孔子约 自无得由 恶言不 文于尔 适时子共畏 鲁实于其 宰遇自子我 历口辩词 既授业 问 三年之丧 不已久乎 君子三年不畏 礼 礼 碧坏 三年不畏 乐 乐碧崩 旧古既梅 新古既生 钻碎改火 岂可已已 子曰 于汝安呼 曰 安 汝安则未知 君子居丧 食指不甘 闻乐不乐 故福未也 宰我出 子曰 与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 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夫三年之丧 天下之 通义也 宰宇宙请 子曰 朽木不可雕也 奋土之强不可污也 宰我问五帝之德 子曰 与非其人也 宰我为林姿代福 与天常作乱 以依其足 孔子持之 端木次 为人 自子贡 少孔子三十一岁 子贡立口巧辞 孔子常处其辩 问曰 如与回也书月 对曰 四也赫敢忘回 回也闻一以之时 四也闻一以之而 子贡既以授业 问曰 四何人也 孔子曰 辱器也 曰 何弃也 曰 忽怜也 臣子晴问 子贡曰 众迷焉学 子贡曰 文武之道 未坠于的 在人 贤者时其 大者 不贤者时其 小者 莫不有文武之道 夫子焉不学 而亦赫常诗之有 又问曰 孔子世事国必闻其证 求之语 亦语之语 子贡曰 夫子温良公俭让已得之 夫 子知求之也 其诸亦呼人知求之也 子贡问曰 父而无交 平而无产 何如 孔子曰 可也 不如平而乐道 父 而好礼 田长欲作乱于其 但高 国 报 宴 故以其兵欲以法鲁 孔子闻之 为门弟子曰 夫鲁 坟墓所处 父母之国 国为如此 二三子何为莫出 子路请出 孔子指之 子章 子师请行 孔子扶许 子贡请行 孔子许之 遂行 至其 说田常曰 君之法鲁过矣 夫鲁 南伐之国 其城堡以悲 其地侠 以谢 其君于而不仁 大臣伟而无用 其是名又恶假兵之事 此不可予战 君不如伐无 夫无 成高以后 帝广以身 甲奸以兴 士选以保 重器精兵 尽在其中 又是明代夫 守之 此义法也 田常愤然作色曰 子之所难 人之所义 子之所义 人之所难 而以教常 何也 子贡曰 成文之 忧在内者功强 忧在外者功弱 京君忧在内 无文君三丰 而三不成者 大臣有不听者也 京君破鲁以广齐 战胜以交主 破国以尊臣 而君之功不于焉 则交日书于主 士君上交主心 下自群臣 求以臣大事 难以 夫 上交则自 臣交则真 士君上与主有阙 下与大臣交真也 如此 则君之力于其为以 故曰不如伐无 伐无不慎 名人外死 大臣内空 士君上无强臣之敌 下无名人之过 孤主致其者为君也 天长曰 善 虽然 无兵业以加鲁以 去而知无 大臣以我 奈何 子贡曰 君按兵无法 臣请往事无王 令之就鲁而伐其 君应以兵营之 天长许之 使子贡难见无王 说曰 成文之 王者不绝世 霸者无强敌 千君之崇家诸两而宜 今以万臣之旗 而思千臣之鲁 与无真强 且为王为之 且夫就鲁 显明也 伐其 大利也 以赴四上 诸侯 诸报其以伏强净 利莫大焉 名存亡鲁 时困强其 智者不宜也 无王曰 闪 虽然 无常与越战 七知会击 越望苦生养事 有报我心 子待我伐月 而听子 子贡曰 月知静不过鲁 无知强不过其 王至其而伐月 则其以平鲁矣 且王方已存 王继绝未明 夫法小月而未强其 非永也 夫永者不避难 仁者不穷曰 智者不失实 王者不绝世 以利其矣 经存月是诸侯以人 就鲁罚其 威家敬国 诸侯必相律而朝无 霸业成矣 且王必二月 臣请东见月望 令出兵已从 此时空月 明从诸侯已伐也 吾王大说 乃使子贡之月 月望除道交迎 身欲致舍而问曰 此蛮夷之国 待复何以掩然辱 而灵之 子贡 曰 经者无说 吾王已就鲁罚其 其至欲之而未曰 曰 待我伐月乃可 如此 破月 必已 且夫无报人之志 而令人移之 卓也 有报人之志 使人之之 待也 是未发而先 闻 为也 三者举世之大患 勾剑顿守在拜曰 孤长不料理 乃于无战 困于晦姬 痛入于骨髓 日夜胶唇干舌 涂欲与无王皆肿而死 孤之远也 遂问子贡 子贡曰 无王为人猛报 群臣不堪 国家必已树战 士族服人 百姓愿上 大臣内辩 子须 已见死 太宰匹用事 顺君之过以安其思 是残国之志也 经王陈发士族 左之脚其志 众宝已说其心 悲此以尊其礼 其罚其必也 彼战不胜 王之福以 战胜 必已兵临境 臣请北剑进军 令共公之 若无必已 其锐兵境于其 重甲困于境 而王至其必 此 灭无必已 越望大说 许诺 送子贡经百亿 见以两毛儿 子贡不受 遂行 鲍无王曰 陈静以大王之言 告越望 越望大恐 曰 孤不幸 少失先人 内部 自量 抵罪于吴 君败深入 欺于会击 国位须莽 赖大王之赐 使得奉祖斗儿修祭祀 死不敢忘 何谋之感虑 后五日 岳使大夫 总顿手 言于吴王曰 东海一臣孤举 见识者成种 敢修下利问于左右 经戒闻大王将心大义 朱强旧若 困暴其儿辅舟事 请兮起境内 士族三千人 孤请自备兼职锐 以先授使时 音乐见成种 奉仙人藏器 甲耳 使领 辅驱如之矛 不光之剑 以赫君力 吴王大说 已告子贡曰 岳望欲生从寡 人罚其 可乎 子贡曰 不可 夫空人之国 惜人之众 又从其君 不义 君授其 必 许其师 而辞其君 吴王许诺 乃谢岳望 于是吴王乃遂发九郡兵 伐其 子贡 子贡因去之境 为静君曰 成文之 律不先定 不可以应促 兵不先便 不可以胜敌 经夫其 与吴将战 彼战而不胜 越乱之必已 与其战而胜 必以其兵临近 静君大 孔 曰 为之奈何 子贡曰 修兵修促 以呆之 静君许诺 子贡 去而之路 吴王果与其人 战于爱陵 大破其师 或其将军之兵 而不归 果以兵 临近 与静人相遇 黄池之上 吴静真强 静人急之 大败吴师 越望闻之 涉将袭吴 去臣其礼而君 吴王闻之 去静而归 与越战于五湖 三战不胜 臣门不守 越岁为王 宫 沙夫叉而录其象 破吴三年 东向而霸 故子贡一出 存鲁 乱齐 破吴 强劲而霸月 子贡一使 时势相破 十年之中 五国各有变 子贡好废举 与时转获资 喜阳人之美 不能逆人之过 长香卤味 加累千斤 醋 忠于其 奄奄 无人 自自由 少孔子四十五岁 自由既已授业 为武承载 孔子过 闻贤歌之声 孔子玩耳而笑曰 歌姬烟用牛 刀 子游曰 喜者眼闻诸夫子曰 君子学道则爱人 小人学道则一使 孔子曰 二三子 言之言是也 前言戏之耳 孔子以为子游习于文学 补伤自子下 少孔子四十四岁 子下问 巧笑倩兮 美目叛兮 素以为喧兮 何谓也 子曰 会事后诉 曰 礼后乎 孔子曰 伤识可语言师以 子共问 师与伤熟贤 子曰 师也过 伤也不及 然则师悦语 曰 过犹不及 子谓子下曰 如谓君子如 吾谓小人如 孔子济美 子下居熙何教授 谓谓文猴诗 妻子死 哭之失明 专孙诗 成人 自子张 少孔子四十八岁 子张问干路 孔子曰 多闻缺疑 圣言其余 则寡由 多见雀怠 圣行其余 则寡辉 言寡由 行寡辉 录在其中矣 他日从在 陈菜间 困 问行 孔子曰 言忠信 行独境 虽瞒末之国行也 言不 忠信 行不独境 虽周里行忽哉 利则见其参与前也 再于则见其已于恒 孔然后行 子张书诸生 子张问 是何如斯可谓之达以 孔子曰 何哉 而所谓达者 子张对曰 在国必闻 在家必闻 孔子曰 是闻也 非达也 夫达者 直直而好意 察言而 官色 律以下人 在国及家必达 夫文也者 色取人而行为 居之不宜 在国及家必闻 曾参 男武成人 自子于 少孔子 四十六岁 孔子以为能通孝道 故寿之夜 作孝经 死于卢 但台灭名 武成人 自子于 少孔子 三十九岁 壮貌圣恶 欲是孔子 孔子以为财宝 既以授业 退而修行 行不由禁 非公事不 建卿代夫 南游至江 从弟子三百人 涉取与去救 名师呼诸侯 孔子文之 曰 无以言取 人 师之载语 以貌取人 师之子语 密布其自子贱 少孔子三十岁 孔子为 子贱君子哉 鲁无君子 思焉取私 子贱为担父载 反命于孔子 曰 此国有贤不其者五人 叫不其所以智者 孔 子曰 其哉不其所智者小 所智者大 则数基 原先自子思 子思问此 孔子曰 国有道 古 国无道 古 此也 子思曰 克伐愿欲不行焉 可以为人呼 孔子曰 可以为难以 人则无福之 也 孔子促 原先遂亡在草则中 子贡相畏 而劫四连其 排离或入穷颜 过谢原先 现设必依关键子贡 子贡 此之 曰 夫子起并呼 原先曰 无闻之 无才者未知 平 学道而不能行者未知病 若现 平也 非病也 子共残 不亦而去 终身齿其言 知过也 功也长 其人 自子长 孔子曰 常可欺也 虽在类意之中 非其罪也 以其子欺之 南功阔 自子容 问孔子曰 亦善设 澳当周 拒不得其死然 与祭公价而有天下 孔子福达 荣出 孔子曰 君子哉若人 尚得哉若人 国有道 不费 国无道 免于行路 三父 白龟之殿 以其兄之子欺之 宫悉哀自祭祀 孔子曰 天下无形 多位家臣 事于都 为祭祀未尝试 曾典自息 是孔子 孔子曰 言而至 典曰 春福祭成 观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与 忽仪 风忽五于 勇而归 孔子溃耳探曰 无语典也 言无咒字路 路者 言回父 父子常各意识 是孔子 言回死 言路平 请孔子车以藏 孔子曰 财不财 亦各言其子也 立业死 有 官而无果 无不徒刑 以为之果 以无从代福之后 不可以徒刑 商区 鲁人 自子母 少孔子二十九岁 孔子传亦于渠 渠传楚人 汉碧子红 红传江东人 角子雍思 思传燕人 周子家树 树 传纯于人 光子成语 语传奇人 田子庄和 和传东武人 王子中同 同传资川人 阳和 和元 朔中以至 一位汉中代夫 高柴自子高 少孔子三十岁 子高长不饮五尺 寿叶孔子 孔子已为鱼 子鹿使子高未废后载 孔子曰 贼夫人之子 子鹿曰 有名人焉 有设计焉 何必读书 然后未学 孔子曰 事故恶夫拧者 七雕开 自子开 孔子使开是 对曰 无私之未能信 孔子说 公伯辽自子周 周宿子鹿于继孙 子福景伯已告孔子 曰 夫子故有获至 辽也 无利由能四诸 世朝 孔子曰 道之将行 命也 道之将费 命也 公伯辽其如命和 司马根自子牛 牛多言而造 问人于孔子 孔子曰 人者其言也认 曰 其言也认 思可谓 知人乎 子曰 未知难 言之得无认乎 问君子 子曰 君子不忧不拒 曰 不忧不拒 思可谓知君子乎 子曰 内审不就 夫何忧何惧 凡须自子持 少孔子三十六岁 凡迟请学驾 孔子曰 吾不如老农 请学朴 曰 吾不如老朴 凡迟出 孔子曰 小人灾 凡须也 上好礼 则明莫敢不敬 上好意 则明莫敢不服 上好性 则明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 则四方之名 抢腹其子而致以 焉用嫁 凡迟问人 子曰 爱人 问智 曰 知人 有若少孔子四十三岁 有若曰 理之用 何谓贵 先忘之道思为美 小代由之 有所不行 知何而何 不以理结之 亦不可行也 性敬于义 言可负也 恭敬于礼 远吃辱也 因不失其轻 亦可踪也 孔子既梅 弟子思慕 有若壮四孔子 弟子相与共立为师 师之如夫子时也 他日 弟子敬问曰 习夫子当行 使弟子持语句 以而过语 弟子问曰 夫子何以知之 夫子曰 师不云呼 月离于弊 比庞陀以 昨目月不速必呼 他日 月速 弊 静不语 商渠年长无子 其母未取事 孔子始知其 取母请知 孔子曰 无忧 取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 以而果然 问夫子何以知此 有若漠然无以应 弟子起 曰 有子必知 此非子之作也 孔熙赤字紫华 少孔子四十二岁 紫华始于其 有为其母请诉 孔子曰 孔子曰 语之父 请义 曰 语之语 子语之素五柄 孔子曰 赤之士其也 臣匪马 依清求 无文君子 周疾不继父 乌马师自子其 少孔子三十岁 臣思拜问孔子曰 鲁昭公之礼乎 孔子曰 知礼 退而依乌马其曰 无文君子不党 君子亦党乎 鲁君取吾女为夫人 命之为孟子 孟子姓姬 会称同姓 故 未知孟子 鲁君儿知礼 孔不知礼 诗已告孔子 孔子曰 秋也信 苟有过 人比 知知 臣不可言君清之恶 卫会者 李也 梁瞻自书于 少孔子二十九岁 严姓自子柳 少孔子四十六岁 雅如自子鲁 少孔子五十岁 曹旭自子荀 少孔子五十岁 博前自子西 少孔子五十岁 公孙龙自子时 少孔子五十三岁 自子时已幼三十五人 显有年名及授业 见于疏传 其四十有二人 无年及不见疏传 这寄于左 鸭记自子产 公祖巨姿自子之 秦祖自子男 七雕多自子脸 盐膏自子胶 七雕屠腹 攘四赤自子图 商则 十座属自子名 任不齐自选 公粮如自子镇 厚处自子里 秦衙自开 公下手自成 西戎真自子西 公间定自子中 严祖自乡 乔丹自子家 聚锦江 罕复黑自子锁 秦商自子批 申党自周 言之仆自书 荣其自子旗 献臣自子旗 左人隐自行 燕吉自私 正国自子图 秦妃自子之 诗之常自子痕 言怪自子生 不书臣自子车 圆抗吉 乐开自子生 连邪自拥 书仲慧自子旗 言和自牙 嫡黑自息 邦逊自子脸 孔中 公兮于如自子上 公兮真自子上 太史公约 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 欲者或过其时 毁者或损其真 君之未赌绝荣貌 则论言弟子即 出孔式古文尽式 于以弟子名姓文字 西取论语弟子问 并次未偏 以者 雀焉 所引述赞 教心雀礼 道在邹香 亦能就列 秀世身堂 依人游义 何至同方 僵尸公寅 祖斗琳郎 习灾不罢 空尘肃旺 史记商君列传 商君者 未知诸树孽公子也 名秧 姓公孙氏 其祖本姬姓也 秧少好行名之学 侍未向公书座 未忠树子 公书座之其贤 未及境 会作病 未会王亲往问病 曰 公 书病有如不可会 将奈设计和 公书曰 坐之中数子 公孙秧 年虽少 有其财 原 王举国而听之 王黑然 王且去 坐平人言曰 王即不听用秧 必杀之 无令出境 王许诺而去 公书座照秧谢曰 经者王问 可以为乡者 我言若 王色不许我 我 方先君后臣 因为王即服用秧 当杀之 王许我 如可及去以 且见情 秧曰 比 王不能用君之言认臣 又安能用君之言杀成乎 猝不去 会王即去 而为左右约 公书并胜 悲乎 欲令寡人以国听 公孙秧也 岂不备哉 公书即死 公孙秧文秦孝公下令国中 求贤者将修谋公之夜 东父亲的 乃岁息入 秦 应孝公宠臣 谨监以求见孝公 孝公既见魏秧 与世良久 孝公时时睡 伏听 罢儿 孝公怒景监约 子之客望人尔 安足用邪 景监以让魏秧 魏秧约 吾说公以地 道 旗帜不开悟已 后五日 父求见秧 秧父见孝公 一月 然而未终止 罢儿孝公 父让景监 景监以让秧 秧约 吾说公以王道 而未入也 请父见秧 秧父见孝公 孝公善之 而未用也 罢儿去 孝公为景监约 辱克善 可予予以 秧约 吾说公 以罢道 其予予用之以 臣父见我 我知之以 为秧父见孝公 公语语 不自知达之 潜于喜也 与树日不厌 景监约 子和以中吴君 吴君之欢圣也 央约 吴说君 以帝王之道 比三代 而君约 久远 吴不能呆 且贤君者 各及其身险 明天下 安能 亦亦呆数十百年 以臣帝王呼 顾无以强国之术说君 君大说之耳 然亦难以彼得于阴 周已 孝公既用魏央 央遇变法 恐天下一己 魏央约 以行无名 以事无功 且夫有 高人之行者 故见非于事 有独之之律者 必见熬于名 愚者暗于臣事 知者见于未蒙 明不可于律史 而可于乐臣 论智德者不合于俗 臣大功者不谋于众 是以圣人狗可以 强国不法其故 狗可以立名 不寻其理 孝公约 善 甘龙约 不然 圣人 不亦名而交 知者不辩法而至 英名而交 不劳而成功 缘法而至者 立习而名安之 魏央约 龙之所言 世俗之言也 常人安于故俗 学者溺于所闻 依此两者居关守 法可也 非所于论于法之外也 三代不同礼而亡 五伯不同法而罢 智者做法 愚者智 焉 闲者更礼 不孝者居焉 度智曰 力不摆 不辩法 功不识 不义气 法故无 过 寻礼无邪 魏央约 智势不宜道 辩国不法 故 故汤武不寻 故而亡 下阴不义 礼而亡 反顾者不可非 而寻礼者不足多 孝公曰 善 以为央位 左述长 促定 辩法之令 令名为十五 而相目思连坐 不告奸者腰斩 告奸者与斩敌手 同赏 逆奸者与将敌 同伐 明有二男以上不分一者 被其父 有军功者 各以律寿上绝 为私斗者 各以轻 重背形大小 陆立本业 根知致素 伯多者负其身 是茉莉及待而平者 举以为收奴 宗 是非有军功论 不得未属及 明尊 明尊卑绝至等级 各以差四名田宅 臣妾 臣妾衣服 以家赐 有 功者显荣 无功者 虽父 魔所分华 令寄句 为不 恐明之不幸 以乃立三丈之 目于国都市南门 目名有 能洗至北门者 与时经 明怪之 莫敢洗 赴约 能洗者与五十经 有一人洗之 者与五十经 以明 不期 促下令 令行于明基年 秦明之国都言出令之不变者 以签数 于是太子犯法 为央约 法 之不行 自上犯之 将法太子 太子 君寺也 不可施行 行其父公子前 秦其施公 孙甲 明日 秦人皆屈令 行之十年 秦明大说 道不时宜 山无盗贼 家己人足 明 勇于攻占 窃于私斗 相亦大志 秦明出言令不变者 有来言令变者 为央约 此皆乱化 知名也 敬迁之于边城 其后明末敢义令 于是以央卫大良造 将兵为卫安义 将之 居三年 作为筑记 却宫廷于咸阳 秦字 拥喜都知 而令明父子兄弟 同事内习者未进 而及小乡义 据卫县 致令 臣 樊三十一 县 为田开千莫封疆 而赴税平 平斗统权衡杖尺 行之四年 公子前赴范曰 义之 居无年 情人赴强 天子制作于孝公 诸侯必赫 其明年 其拜卫兵于马林 鲁齐太子申 杀将军旁捐 其明年 卫央说孝公曰 秦之与魏 辟若人之有负心疾 非魏并秦 秦疾并未 何者 魏居领厄之息 都安宜 与秦界何而 独善山东之利 利则兮亲情 并则东收地 经以君之贤胜 国赖以胜 而 魏往年大破于其 诸侯叛之 可因此时乏魏 魏不知情 必东喜 东喜 秦聚何山之故 东乡以至诸侯 此帝王之夜也 孝公以为然 使魏秧将而乏魏 魏使公子养将而急 知 君记相聚 魏秧一魏将公子养书曰 无始于公子欢 经聚魏两国将 不忍相攻 可与公子面相见 蒙 乐隐而罢兵 以安情为 魏公子养以为然 惠蒙以 隐 而为 央府甲氏而习魏 魏公子养 因攻其君 竟破之以归情 魏惠王兵树破于其情 国内空 日以消 恐 乃使使歌 和西之地 陷于情 以和 而魏遂去 安逸 喜都大梁 梁惠王曰 寡人恨 不用公书 作之言也 魏央既破魏 还 擒风之鱼 商十五亿 好魏商君 商君相情十年 宗氏贵妻 多愿望者 赵梁 见商君 商君曰 央之得 见也 从梦兰 高 金央请 得交 可呼 赵梁约 蒲福感愿也 孔秋有言约 推贤而 带者进 举 不孝 而亡者退 蒲不孝 故不感受命 蒲文之约 非其位而 居之约 贪位 非其名而 有之约 贪名 蒲听君之意 则恐蒲 贪位 贪名也 故不感闻命 商君曰 子不说无 至情语 赵梁约 反听之魏聪 内侍之魏明 自胜之魏强 于顺有言曰 自卑也 上义 君不若道 于顺之道 无畏问谱已 商君曰 使情容敌之教 父子无别 同 事而居 今我更致其教 而为其男女之别 大助济阙 淫如鲁未已 自观我至情也 熟 于五古代福贤 照良曰 千阳之疲 不如一壶之夜 千人之诺诺 不如一世之恶恶 五王恶恶以昌 应咒默默以亡 君若不非五王呼 则仆请终日震言而无诛 可呼 商君曰 与有之以 茂言华也 智言识也 苦言要也 甘言疾也 夫子果肯终日震言 央之要也 央将是子 子又贺此焉 照良曰 夫五古代福 今知彼人也 闻情谋 公知贤而愿望将 行而无姿 自周于秦克 被赫石牛 今年 谋公之之 举之牛口之下 而家之百姓之上 秦国莫敢忘焉 相秦六七年 而东伐镇 三至晋国之君 已就晋国 之祸 发酵封内 而八人至贡 师德诸侯 而八荣来福 由于闻之 款官请见 物故大 夫之相秦也 劳不作臣 属不张盖 行于国中 不从车臣 不操干戈 功名藏于府库 德行施于后世 五古代福死 秦国男女流涕 童子不歌谣 冲者不相处 此五古代福之 德也 京军之见秦王也 应必人颈监以为主 非所以为民也 相秦不以百姓 为世 而大 筑记阙 非所以为公也 行秦太子之师父 残伤名以俊行 是积怨处获也 教之化民也 身于命 名之孝尚也 结于令 京军又左见外义 非所以为交也 军又难面 而称寡人 神秦之贵公子 施曰 相属有替 人而无礼 人而无礼 何不传死 以施观之 非 所以为受也 公子前渡门不处 以八年以 军又杀住欢 而秦公孙甲 施曰 得人者心 施人者崩 此数是者 非所以的人也 军之出也 后车时数 从车载甲 多利而便携 者为参臣 时矛而操戏 挤者旁车而驱 此一物不拒 君顾不出 书曰 是得者昌 是 立者亡 君之为若昭露 上将预言年亦授乎 则何不归十五兜 贯元于比 劝秦王显 盐血之事 养老存孤 敬父兄 旭有功 尊有得 可以绍安 君上将贪伤于之父 宠秦 国之教 处百姓之愿 秦王一旦捐兵客 而不立朝 秦国之所以收军者 起其为灾 亡可 翘族而呆 商君服从 后五岳而秦孝公促 太子力 公子前之徒告商君欲反 发力补商君 商君王至官下 欲舍客舍 客人不知其事商君也 曰 商君之法 舍人无厌者作之 商君愧然叹 曰 皆呼 为法之必已至此灾 去之位 为人愿其妻公子养而破位师 福寿 商君 欲知他国 为人曰 商君 秦之贼 秦强而贼入位 福归 不可 遂内秦 商君记 赴入秦 走商议 与其屠署发议兵北出击阵 秦发兵攻商君 杀之于阵免持 秦会王车 列商君以训 曰 莫如商鞅返者 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 商君 其天资刻薄人也 秦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 且持福说 非其之矣 且所应由必成 急得用 行公子前 七位将养 不失照良之言 义族发明商君之少恩 义 于常独商君开赛根战书 与其人行事相类 促受恶名于秦 友谊也夫 所应述赞 未央入秦 警监事应 王道不用 罢数渐轻 正必改革 礼其应循 祭七位将 意愿秦人 如何做法 逆履步兵 史记苏秦列传 苏秦者 东周洛阳人也 东是诗于其 而习之于鬼谷先生 出游数岁 大困而归 兄弟嫂妹妻妾妾 皆孝之 曰 周人之俗 至产业 立工商 逐时二以为物 精子是本 而是口舌 困 不亦一呼 苏秦闻之而残 自伤 乃必是 不出 出其书便观之 曰 夫事业已驱守寿书 而不能以取尊荣 虽多亦兮以为 于是的周书应服 服而读之 今年 已出揣摩 曰 此刻已说当事之君已 求说周 显望 显望左右素习之苏情 皆少之 福幸 乃兮至秦 秦孝公促 说惠王曰 秦四塞之国 北山代位 东有关河 西有汉中 南有巴蜀 北有代马 此天府也 以秦世名之众 兵法之教 可以吞天下 称帝而至 秦王曰 华宇未成 不可以高飞 文理未明 不可以并肩 方诸商鞅 即便是 服用 乃东之赵 赵宿侯令其地成为乡 号凤阳君 凤阳君服说之 去游燕 岁于而后的剑 说燕文侯曰 燕东有朝鲜 辽东 北有灵湖 楼帆 西 有云中 九园 南有乎驼 易水 地方二千余里 代甲数十万 车六百胜 其六千匹 宿之数年 南有结石 燕门之饶 北有早利之利 明虽不垫座 而足于早利以 此所谓天 辅者也 夫安乐无事 不见父君杀将 无过燕者 大王之其所以然乎 夫燕之所以不犯寇 被驾兵者 以赵之为必其难也 秦赵五战 秦再圣而赵三圣 秦赵相必 而王以全燕至 其后 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 且夫秦之功燕也 于云中 九园 过代 上古 迷得数千 礼 虽得燕成 秦记故不能守也 秦之不能害燕一名以 经兆之功燕也 八号出令 不 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君 均于东元以 渡乎陀 设一水 不至四五日而聚国都以 顾曰秦之 功燕也 占于千里之外 赵之功燕也 占于百里之内 夫不忧百里之患 而众千里之外 既无过于此者 是顾元大王与赵从卿 天下唯一 则燕国必无患矣 文侯曰 子言则可 然无国小 西破强赵 南近其 其 赵强国也 自闭欲何从 以安宴 寡人请以国从 于是资苏秦车马金伯以至赵 而凤阳君已死 即应说赵宿侯曰 天下倾向人臣吉 不一之事 皆高贤君之行义 皆原奉教成终于前之日久矣 虽然 奉阳君度而君不认识 是以宾客游是莫敢自尽于前者 经奉阳君捐管舍 君乃经父与是名相亲也 臣故赶尽 其于律 窃未君记者 莫若安民无事 且无庸有事于民也 安民之本 在于则交 则交而 得则民安 则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 请言外患 其情味两敌而民不得安 以情供其而 民不得安 以其供情而民不得安 故夫谋人之主 伐人之国 常苦出辞断绝人之交也 原君圣物出于口 请别白黑所以义 阴阳而义 君臣能听臣 燕必至瞻求苟马之地 其必至于盐之海 楚必至局幼之源 韩 为 中山皆可使至汤墓之凤 而贵 其父兄皆可 以受封侯 夫哥帝鲍利 五伯之所以 父君秦将而求也 封侯贵妻 汤武之所以 放誓而真 也 经君高拱而两有之 此臣之所以 未君援也 经大王与秦 则秦必若含 未 与其 则其必若楚 未 未若则歌何外 含若则 孝以杨 以杨孝则上俊爵 何外歌 则道不通 除若则无缘 此三策者 不可不赎计也 夫秦下指道 则南阳为 劫寒包周 则赵氏自操兵 据位取卷 则其必入朝秦 秦欲以德乎山东 则必举兵而相照以 秦甲渡何于张 据藩吾 则兵必站于 邯郸之下以 此臣之所为君幻也 当今之时 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 赵地方二千余里 带甲数十万 车千臣 其万 匹 宿之数年 西有长山 南有河章 东有清河 北有燕国 燕故若国 不足为也 秦 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赵 然而秦不敢举兵伐赵者 何也 为含 为之意其后也 然则含 为 赵之难必也 秦之公含 为也 吾有名山大川之县 烧残食之 赴国都而止 含 为不能之秦 必入臣于秦 秦无含 为之归 则获必忠于赵已 此臣之所为君患也 臣闻遥无三夫之分 顺无咫尺之地 已有天下 与无百人之巨 以王诸侯 汤无 知事不过三千 车不过三百胜 促不过三万 立位天子 臣得其道也 事故民主外料其 敌之强弱 内度其士族贤不孝 不待两军相当而 可圣败存亡之机 故以行于胸中以 起掩于 众人之言而 以明明绝世哉 臣妾以天下之地图案之 诸侯之地 五倍于秦 料度诸侯之醋 十倍于秦 六国为一 并立西乡而攻秦 秦必破矣 今夕面而视之 见臣于秦 夫破人之语 破于人也 臣人 知与臣于人也 岂可同日而论哉 夫恒人者 皆欲歌诸侯之地 以与秦 秦臣 则高台谢 美宫是 听于色之音 前 有楼雀轩缘 后有长交美人 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 事故夫恒人日夜物 以秦权孔弃诸侯 以求歌地 故元大王熟记之也 陈文明主决一去禅 凭流言之机 塞捧党之门 故尊主广的强兵之继 臣的臣终于 前已 故窃为大王记 莫如意涵 为其 楚 燕 赵已从卿 以判情 令天下之将相 会于环水之上 通直 哭白马而蒙 要约约 秦公楚 其 为各出瑞诗以佐之 含绝 其良道 赵舍和张 燕首常山之北 秦公含魏 则处绝其后 其出瑞诗而佐之 赵舍和 张 燕首云中 秦公其 则处绝其后 含首成高 为赛其道 赵舍和张 博观 燕出瑞 诗以佐之 秦公燕 则赵守常山 楚军武官 其设渤海 韩 未皆出瑞诗以佐之 秦公 赵 则韩军以阳 楚军武官 魏军河外 其设清河 燕出瑞诗以佐之 诸侯有不如约者 以五国之兵 共伐之 六国从清以兵秦 则秦甲必不敢出于韩古以亥山东以 如此 则霸王之夜 成以 赵王曰 寡人年少 立国日浅 未尝的文社纪之长纪也 经上刻有一存天下 安 诸侯寡人 敬以国从 乃是车百尘 黄金千亿 白币百双 锦绣千纯 以曰诸侯 事时周天子至文武之座于秦惠王 惠王使兮守宫位 秦江龙甲 取位之雕音 且遇 东兵 苏秦孔秦兵之至赵也 乃积怒张仪 入之于秦 于是说韩宣王曰 韩北有拱 成高之故 西有一阳 商板之塞 东有碗 然 为 水 南有行山 地方九百余里 带甲数十万 天下之强功尽弩皆从韩出 西子 少辅实 力 巨来者 皆设六百步之外 韩促超足而设 百八步挟指 远者阔臂动胸 近者低眼 心 韩促之剑 己皆出于明山 唐溪 墨阳 和复 邓诗 晚逢 龙渊 太阿 皆路断牛 马 水皆古宴 当敌则斩肩甲铁木 隔绝浮锐 无不必拒 以寒促之勇 被肩甲 直径 弩 带立剑 义人当摆 不足掩也 夫以寒之径 与大王之贤 乃西面是情 交臂而服 修设计而为天下孝 无大于此这已 是故原大王熟记之 大王是情 情必求一扬 成高 经资孝之 明年又复求割地 与则无的已给之 不与则弃前功而受后祸 且大王之地有敬而情之求 魔以 以有敬之地而逆魔以之求 此 所谓是愿节或者也 不战而的已消以 成文彼宴曰 宁为姬口 无谓牛后 惊西面 交臂而成是情 何以于牛后乎 夫以大王之贤 携强寒之兵 而有牛后之名 臣妾为大 王修之 于是寒王勃然作色 嚷臂填目 按剑仰天太席曰 寡人虽不孝 必不能是情 今 主君赵以赵王之教 敬奉设计以从 又说魏襄王曰 大王之地 南有鸿沟 臣 汝南 许 眼 昆阳 照灵 五阳 新兜 新七 东有怀 影 酸枣 无须 西有长城之界 北有河外 卷 眼 酸枣 的 方千里 地名虽小 然而填射鲁五之树 曾摩索除木 人名之众 车马之多 日夜行步 绝 轰轰 莺莺 若有三军之众 臣妾亮 大王之国 不下处 然恒人 处王交强 虎狼之情义 清天下 醋有情患 不顾其祸 夫邪强情之事 以内结其主 罪无过此者 卫 天下之强 国也 王 天下之贤王也 今乃有意 西面儿是情 称东藩 驻地宫 寿关带 此春秋 臣妾为大王此之 臣文岳望 勾建战 必促三千人 秦夫差于干岁 五王促三千人 隔车三百胜 智咒 于木也 其其士族重灾 臣能奋其威也 京妾闻大王之醋 武士二十万 仓头二十万 奋集二十万 司徒十万 车六百胜 其五千匹 此其过月望勾建 武王远矣 今乃听于 群臣之说 而欲成是情 夫是情必割地已孝时 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 凡群臣之言是情者 皆奸人 非忠臣也 夫为人臣 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 偷取一时之功而不顾其后 破 公家儿臣斯门 外邪强情之事 以内截其主 以求割地 原大王赎查之 周书曰 较较不绝 慢慢奈何 毫毛不乏 将用辅刻 前律不定 后有大患 将奈之何 大王臣能听臣 六国从卿 专心并立一役 则必无强情之患 故必亦赵王 使臣孝于记 奉明曰 在大王之赵赵之 魏王曰 寡人不孝 魏常的闻名教 经主君以赵王之赵赵之 竟以国从 英东说 其宣王曰 其南有泰山 东有狼邪 西有清河 北有渤海 北所谓四塞之 国也 其地方二千余里 代甲数十万 素如秋山 三军之粮 五家之兵 静如风使 斩 如雷霆 解如风雨 极有军意 魏常被泰山 绝清河 涉渤海也 灵资之中七万户 臣 妾渡之 不下户三男子 三七二十一万 不带八语远线 而灵资之促故以二十一万以 灵资胜负而食 其名无不吹于古色 弹琴极柱 斗鸡走狗 六伯踏居者 灵资之徒 车 古籍 人间魔 连任成为 举魅成目 灰汉陈宇 家因人族 至高弃阳 夫以大王之贤 与其之强 天下莫能当 今乃昔面而是秦 臣妾为大王修之 且夫含 为之所以众为秦者 为与秦皆尽攘戒也 兵出而相当 不出时日而战胜 存亡之机决以 韩为战而盛情 则兵伴者 四敬不守 战而不胜 则国以为王随其后 事故韩 为之所以众与秦战 而轻为之臣也 惊情之功其则不然 被韩 为之地 果 为阳敬之道 近乎抗腹之险 车不得方轨 其不得笔行 百人守险 千人不敢过也 情 虽欲深入 则狼固 孔寒 为之以其后也 事故动仪虚些 交金而不敢尽 则情之不能 害其亦明以 夫不生料情之 无奈其何 而欲西面而是之 是群臣之计过也 今无臣是情之名而 有强国之时 臣是故元大王少留意计之 其王曰 寡人不敏 辟远受害 穷到东竟之国也 未尝的闻于教 经足下以赵王 赵赵之 竟以国从 乃西南说 楚威王曰 楚 天下之强国也 王 天下之贤王也 西有钱中 乌郡 东有夏州 海洋 南有洞庭 苍吾 北有行赛 巡洋 地方五千余里 代甲百万 车千 臣 其万匹 宿之十年 死霸王之之也 夫以楚之强 与王之贤 天下莫能当也 今乃欲 西面而是情 则诸侯莫不 西面而朝于张台之下 以 情之所害莫如楚 楚强则情弱 情强则除弱 其事不两立 故为大王记 莫如从 轻以孤情 大王不从 情必起两军 一军出五官 一军下前中 则焉影动以 成文之之其未乱也 为之其未有也 患之而后忧之 则无疾已 故原大王早熟记 知 大王臣能听臣 臣请令山东之国 奉四十之县 以臣大王之明照 为设计 奉宗庙 练士立兵 在大王之所用之 大王臣能用臣之余记 则含 为 其 燕 赵 为之庙 因美人必冲后宫 燕 带驼驼两马 必时外救 故从何则除王 恒臣则情帝 今世霸王之 业 而有世人之名 臣妾为大王不取也 夫情 虎狼之国也 有吞天下之心 情 天下之仇仇也 恒人皆欲歌诸侯之地 以 是情 此所谓养仇而奉仇者也 夫为人臣 歌其主之地以外 交强虎狼之情 以亲天下 醋有情患 不顾其祸 夫外邪强情之威 以内截其主 以求割地 大逆不忠 无过此者 故从卿则诸侯割地 以是处 横河则处割地 以是情 此两侧者相去远矣 二者大王何居焉 故必依照王使 臣孝于记 奉明曰 在大王赵之 楚王曰 寡人之国 惜与情接近 情有举巴蜀 并汉中之心 情 虎狼之国 不可亲 也 而寒 未破于情患 不可与申谋 与申谋 恐反人 已入于情 故谋未发 而国已为以 寡人自料 以处当情 不见甚也 内与群臣谋 不足是也 寡人卧不安息 实不甘畏 心 遥遥然如献金 而磨锁中薄 经主君寓意天下 收诸侯 存为国 寡人谨奉 设计已从 于是六国 从何而并立焉 苏秦未从约长 并襄六国 北报赵王 乃行过洛阳 车其滋重 诸侯各发使 诵之甚重 以于王者 周显望闻之 恐惧 除道 使人焦牢 苏秦之昆 第七嫂策目 不敢仰视 俯伏是取实 苏秦孝为其嫂曰 何前聚而后功也 嫂为匍匐 以面眼的而谢曰 见祭子为高精多也 苏秦 溃然叹曰 此一人之身 富贵则亲戚未聚之 平贱则亲一之 旷众人呼 且使我有落 杨父郭田二寝 无其能配六国相应呼 于是三千金以赐宗族朋友 出 苏秦之宴 代 人摆钱未资 乃得富贵 以摆金长之 便报诸所常见得者 其从者有一人 独未得报 乃 前自言 苏秦曰 我非望子 子之与我志焰 在三玉去我一水之上 方是时 我困 顾望子生 事已 苏秦既约六国从清 归赵 赵素侯封为武安君 乃投从曰 疏于秦 秦兵不敢亏韩谷 官十五年 其后秦史西首七旗 为与共伐赵 欲拜从曰 其 为伐赵 赵王让苏秦 苏秦恐 请使宴 必报其 苏秦去赵 而从曰 解解 秦惠王以其女 未宴太子父 誓岁 文侯促 太子立 誓未宴 义王 义王出力 其宣 王应宴 丧罚宴 取时辰 义王为苏秦曰 往日先申致宴 而先望姿 先申见赵 岁曰六 国从 经其先罚赵 四至宴 以先申之故 为天下孝 先申能为宴的 清的乎 苏秦大残 曰 请为王取之 苏秦见其王 再拜 辅而庆 养而调 其王曰 是和庆调 相随之宿也 苏秦曰 陈文姬人 所以姬而不识 污秽者 为其月 充父 而与 饿死同患也 今宴虽若小 即秦王 知少序也 大王立其时臣 而常与强秦未仇 今时若燕未燕航 而强秦必其后 以招天下之 今兵 适时污秽之类也 其王悄然变色曰 然则奈何 苏秦曰 成文古之善智 适者 转获未福 应拜未功 大王臣能听臣计 即归宴之时臣 宴无故而得时臣 必喜 秦王之以己之故而归宴之时臣 亦必喜 此所谓弃愁愁而得时交者也 夫宴 秦句是 其 则大王号令天下 莫敢不听 是王已须辞父亲 以时臣取天下 此霸王之夜也 王曰 善 于是乃归宴之时臣 人有悔苏秦者曰 左右卖国反复之臣也 将作乱 苏秦恐得罪归 而宴王不负 官也 苏秦见宴王曰 臣 东周之彼人也 无有分寸之功 而王清拜之于妙 而礼之于 亭 京城为王却其之兵而得时臣 以以一清 今来而王不官臣者 人必有以不幸伤臣于 王者 臣之不幸 王之福也 臣文忠信者 所以自卫也 敬取者 所以为人也 且臣之 说其王 曾非妻之也 臣弃老母于东周 故去自卫而行进取也 今有孝如臣参 脸如薄 疑 信如尾身 得此三人者 已是大王 何若 王曰 足以 苏秦曰 孝如臣参 亦不离其亲 一宿于外 王又安能使之 不行千里 而是若厌之为王哉 怜如薄疑 亦不畏 孤竹君之四 不肯为武王臣 不受封侯而饿死守阳山下 有怜如此 王又安能使之不行 千里而行进取于其灾 信如尾身 与女子其于梁下 女子不来 水至不去 抱住而死 有信如此 王又安能使之不行 千里却其之强兵灾 臣所谓以忠信得罪于上者也 燕王 曰 若不忠信而 其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 苏秦曰 不然 臣文刻有远未利而其 七思于人者 其夫将来 其思者幽之 七曰 物幽 无以作药久呆之以 居三日 其 夫果至 七始妾 举药久尽之 妾欲言久之有药 则恐其主主母也 欲物言呼 则恐其杀 主父也 于是忽详将而弃久 主父大怒 吃之五食 故妾亦将而复久 上存主父 下存 主母 然而不免于吃 恶在乎忠信之无罪也 夫臣之过 不信而泪是乎 燕王曰 先申父就顾官 亦后欲之 亦王母 文侯夫人也 与苏秦思通 燕王之之 而是之家后 苏秦孔诸 乃说燕王 曰 臣居燕不能使燕重 而在其则燕必重 燕王曰 为先生之所为 于是苏秦 降魏得罪于燕而王走其 其宣王以为客亲 其宣王簇 敏王即位 说敏王后葬以名孝 高宫氏大怨又以名得意 欲破必其而位 燕 燕亦王簇 燕怪力未亡 其后其大夫多 与苏秦争宠者 而使人赐苏秦 不死 疏而 走 其王使人囚贼 不得 苏秦且死 乃为其王曰 臣即死 车裂臣已逊于是 曰 苏秦未燕作乱于其 如此则臣之贼必得已 于是如其言 而杀苏秦者果自出 其王 因而诸之 燕文之曰 圣义 其之为苏生报仇也 苏秦既死 其事大谢 其后文之 乃恨怒焰 焰圣恐 苏秦之帝曰 代 代帝苏利 见凶碎 亦皆学 即苏秦死 代乃求见燕王 遇袭故事 曰 臣 东周之彼人也 且 文大王义甚高 彼人不明 是租诺而干大王 至于邯丹 所见者处于所闻于东周 臣且 父其至 即至燕亭 官王之群 臣下吏 王 天下之明王也 燕王曰 子所谓明王者 何如也 对曰 臣闻明王 勿闻其过 不欲闻其善 臣请燕王之过 夫其 照者 燕 知愁愁也 楚 为者 燕之援国也 今王奉仇仇以罚元国 非所以立燕也 王自律之 此则既过 无以闻者 非忠臣也 王曰 夫其者 顾寡人之仇 所欲罚也 直换国弊 立不足也 子能以燕罚其 则寡人 举国为子 对曰 凡天下战国欺 燕处若燕 独 战则不能 有所负则无不重 南复楚 楚重 西复秦 秦重 中复韩 魏 韩 魏重 且苟所负之国重 此必始亡重已 经夫其 常主儿子用也 南宫楚五年 处聚节 西困 秦三年 士族霸臂 北域燕仁战 复三军 得二江 然而以其于兵南面举五千圣之大颂 而包十二诸侯 此其君欲的 其名历劫 二族取乎 且成文之 数战则明老 九师则 兵必以 燕王曰 吴文其有清记 浊河可以未顾 长城 聚房族以为塞 臣有之乎 对曰 天时不语 虽有清记 浊河 二族以为故 名利罢必 虽有长城 聚房 二族以为塞 且一日济西不失 所以被赵也 河北不失 所以被燕也 经济西河北静矣 矣矣 封内必矣 夫交君必好力 而王国之臣必贪于财 王臣能无修从子母帝以为之 宝诸玉伯以事左右 彼将有得燕而亲王送 则其可亡以 燕王曰 吾中以子受命于 天已 燕乃使一子之于其 而苏力因燕至子而求见其王 其王愿苏情 欲求苏力 燕 至子未谢以遂为之为其臣 燕香子之与苏代婚 而欲的燕权 乃使苏代是至子于其 其时代报燕 燕王怪问曰 其王其罢呼曰 不能曰 何也曰 不幸其臣 于是燕王专任 子之 以而让位 燕大乱 其罚燕 杀王怪 子之 燕立昭王 而苏代 苏力遂不赶入 燕 皆终归其 其善待之 苏代过位 未未燕之代 其使人未未王曰 其请已送的封金阳君 情必不受 情 非不利有其而得送的也 不幸其王与苏子也 经其未不合如此其神 则其不欺情 情 其其情和 金阳君有送的 非未知力也 故王不如东苏子 情必以其而不信苏子已 其情不合 天下无便 法其之行臣已 于是出苏代 代之送 送善代之 其罚送 送即 苏代乃一燕昭王书曰 夫列在万臣 而既之于其 明卑而全清 奉万臣助其罚送 明劳而实费 夫破送 残 楚淮北 肥大旗 酬强而国害 此三者皆国之大败也 然且亡行之者 将已取信于其也 其家不信于王 而既艳月圣 是王之既过已 夫以宋家之淮北 强万臣之国也 而其 并知 是亿亦其也 北一方七百里 家之以鲁 为 强万臣之国也 而其并知 是亿二 其也 夫一其之强 燕由狼固而不能知 今以三其灵燕 其或必大矣 虽然 智者举世 因或未福 转败未功 其子 拜宿也 而甲时辈 月望勾见其余 惠姬 父残强无 而霸天下 此皆因或未福 转败未功者也 今王若欲因或未福 转败未功 则莫若挑霸其而尊之 始始盟于周氏 焚秦福 曰 其大上纪 破秦 其次 必偿兵之 秦邪兵已呆破 秦王必换之 秦武士 罚诸侯 今卫其下 秦王之治狗的穷其 不但以国为功 然则王何不使便是以此言说秦王曰 秦 秦 赵破宋斐其 尊之为之下者 秦 赵 非力之也 秦 赵 不力而是为之者 以不性情 王也 然则王何不使可信者 接收 秦 赵 令金阳君 高陵君先于 秦 赵 秦 秦 有便 应以 为之 则 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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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福听,应屈寒,未以罚其,曰,必反送的,归处淮北,反送的,归处淮北,宴,照之所立也,并立三帝,宴,照之所缘也,夫时的所立,尊的所缘,宴,照弃其如托,以,经不收宴,照其罢必成,诸,侯赞其而亡不从,是国法也, 诸侯赞其而亡从之,是明卑也,经收宴,照,国安而明尊,不收宴,照,国为而明卑,夫去尊安而取为卑,智者不为也,秦王闻若说,必若赐, 欣然,则妄何不使便是以此若言说情,情必取,其必伐矣,夫取情,后交也,伐其,正利也,尊后交,物正利,圣王之事也, 宴昭王善其书,曰,仙人常有的苏氏,子之之乱而苏氏去宴,宴欲报仇于其,非,苏氏莫可,乃照苏代,傅善代之,与谋法其,净破其,闽王出走, 九知,秦赐燕王,燕王欲网,苏代曰燕王曰,储的旨而国王,其的宋而国王,其, 储不得已有之,宋而是秦者,何也,则有公者,秦之申愁也, 秦取天下,非行一也,报也,秦之行报,正告天下, 告楚曰,储的之甲,乘传福于问,乘下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隐, 汉中之甲,乘,传出于八,乘下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主, 寡人积甲晚东下随,智者不及谋,永土不及, 怒,寡人如涉顺矣,王乃欲待天下之功寒故,不亦远乎, 楚王位是故,十七年是秦,秦正告韩曰, 我岂乎少区,一日而断大行,我岂乎以阳而处平阳, 二日而漠步,静咒,我离两周而处镇,五日而国举, 韩世以为然,故是秦,秦正告卫曰,我举安逸, 赛女记,韩世太圆卷,我下旨, 到南阳,风济,包梁,周,沉下水,浮清周, 强弩在前,弹歌在后,绝银口, 未无大梁,绝白马之口,未无外, 黄,济阳,绝肃虚之口,未无虚,顿秋, 陆宫则集河内,水宫则灭大梁, 未是以为然,故是秦, 晴玉宫安逸,恐其就之,则以宋为于其, 约,宋王无道,为牧人以寡人,设其, 免,寡人的绝冰远,不能公也, 王狗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 以得安逸,赛女记, 应以破宋为其罪, 晴玉宫含,恐天下就之, 则以其伪于天下, 约,其王四与寡人约,四妻寡人, 毕律天下以公寡人者三, 有其无情,有情无其, 必乏之,必亡之, 以得宜阳,少屈, 智令,十,应以破其为天下罪, 晴玉宫为众储,则以南阳为于储, 约,寡人故于含且决矣, 残君陵,塞蒙儿, 苟立于储,寡人如自有之, 为弃宇国而合于情, 应以塞蒙,为储罪, 兵困于林中,众燕,照, 以交东为于燕,以济西为于照, 以得奖于位,至公子言, 应兮守属行而公兆, 兵商于乔石,而欲拜于养马, 而众位,则以夜,菜为于位, 以得奖于照,则结位, 不畏歌, 困则使太后帝然后为何, 迎则兼妻就于母, 誓宴者曰,以交东, 誓照者曰,以济西, 誓卫者曰,以夜,菜, 誓楚者曰, 以塞蒙二, 誓其者曰, 以宋,此必令言如回圈, 用兵如赐妃, 母不能治, 就不, 能曰, 龙甲之战, 暗门之战, 风陵之战, 高商之战, 赵庄之战, 秦之所杀三境之民数, 百万, 经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 西河之外, 上落之地, 三川境国之祸, 三境之伴, 秦或, 如此其大也, 而燕, 赵之秦者, 皆以珍世秦说其主, 此臣之所大患也, 燕昭王不行, 苏代父重于燕, 燕始曰诸侯从清如苏秦时, 或从或不, 而天下有此宗苏氏之从曰, 代, 立皆以受死, 明显诸侯, 太史公曰, 苏秦兄弟三人, 皆游说诸侯已显明, 其数长于全辩, 而苏秦被反见以死, 天下共孝之, 会学其数, 然是言苏秦多义, 亦时是有类之者皆赴之苏秦, 夫苏秦其驴, 言, 连六国从清, 此其至有过人者, 无故列其行事, 刺其时序, 无令独蒙恶身焉, 所引述赞, 继子周人, 诗世鬼谷, 揣摩继旧, 应服服毒, 何从离痕, 配应者留, 天王除道, 家人服服, 贤灾带, 立, 济荣党足, 史记张仪列传, 张仪者, 为人也, 史常与苏秦俱是鬼谷先生, 学术, 苏秦自已不及张仪, 张仪已学游说诸侯, 常从楚乡隐, 以而楚乡王弊, 门下一张仪, 曰, 宜平无形, 必此道乡君之弊, 共之张仪, 略吃数百, 不服, 亦之, 其妻曰, 西, 自无读书游说, 安得此如乎, 张仪为其妻曰, 是无蛇尚在步, 其妻孝曰, 蛇在也, 已曰, 足以, 苏秦已说赵王儿得相曰从卿, 然孔秦之公诸侯, 拜曰后父, 念莫可使用于秦者, 乃, 使人为感张仪曰, 此事与苏秦善, 经秦已当路, 此何不罔游, 以求通子之缘, 张仪, 于世之诏, 上夜求见苏秦, 苏秦乃借门下人不未通, 又是不得去者数日, 以而见之, 左, 知堂下, 似仆妾之时, 因而树让之曰, 以子之才能, 乃自令困辱至此, 无宁不能言而, 富贵子, 子不足收也, 谢去之, 张仪之来也, 自以为故人, 求义, 反见乳, 怒, 念诛, 侯莫可使, 独情能苦照, 乃遂入情, 苏秦以而告其社人曰, 张仪, 天下贤事, 无代福如也, 经无信先用, 而能用情柄, 这, 独张仪可耳, 然凭, 无应以尽, 无恐其乐小利而不遂, 故赵如之, 以激其矣, 子卫, 我应奉之, 乃言赵王, 发金闭车马, 使人为随张仪, 与同宿舍, 稍稍敬就之, 奉以车, 马金钱, 所欲用, 未取给, 而福告, 张仪岁得以见秦惠王, 惠王以为客卿, 与谋法诸侯, 苏秦之舍人乃辞去, 张仪曰, 赖子的县, 方且报得, 何故去也, 舍人曰, 成, 非之君, 之君乃苏君, 苏君幽秦伐照拜从曰, 以为非君莫能得情柄, 故敢怒君, 使成因, 奉给君资, 尽苏君之计谋, 经君已用, 请归报, 张仪曰, 皆呼, 此在无数中而不悟, 无, 不及苏君名义, 无又兴用, 安能谋照乎, 为无谢苏君, 苏君之时, 以何敢言, 且苏, 君在, 以宁渠能乎, 张仪记相情, 为文习告处相约, 使无从若隐, 我不道而弊, 若, 吃我, 若善守辱国, 我顾且道而成, 居属相攻击, 各来告及于秦, 秦惠王欲发兵以法蜀, 以为道险霞难治, 而含有来清, 秦, 秦惠王欲先罚含, 后罚蜀, 恐不利, 欲先罚蜀, 恐含习秦之彼, 犹欲未能绝, 司马, 错语张仪争论于慧王之前, 司马错语法蜀, 张仪曰, 不如法寒, 王曰, 请闻其说, 仪曰, 清卫善楚, 下兵三川, 塞石谷之口, 当屯流之道, 未决南阳, 楚陵南阵, 秦宫星辰, 以阳, 以灵二周之交, 诸周王之罪, 清楚, 未知地, 周自知不能救, 九鼎宝, 气必出, 聚九鼎, 暗徒集, 邪天子以令于天下, 天下莫敢不听, 此王爷也, 经浮蜀, 西, 辟之国而荣敌之轮也, 必兵劳重不足以臣民, 得其地不足以为力, 成文真名者于朝, 真, 立者于世, 经三川, 周世, 天下之朝是也, 而王不争焉, 故争于荣敌, 去王爷远矣, 司马错曰, 不然, 成文之, 欲赴国者物广其地, 欲强兵者物赴其名, 欲王者物伯, 其得, 三资者被而王随之矣, 今王的小明平, 故成原先从事于矣, 夫属, 西辟之国也, 而荣敌之长也, 有节奏之乱, 以秦公之, 譬如使豺狼族群羊, 得其地足以广国, 取其才, 足以复明善兵, 不伤众而彼以拂焉, 拔异国而天下不以为暴, 立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 是我一举而名时赴也, 而又有尽暴止乱之名, 经公含, 结天子, 恶明也, 而未必立也, 又有不义之名, 而公天下所不欲, 为以, 臣请业其故, 周, 天下之宗士也, 其, 含之, 与国也, 周自之师九鼎, 含自之王三川, 将二国并立合谋, 以应呼其, 照而求解呼楚, 为, 以定欲楚, 以地欲为, 王福能之也, 此臣之所谓为也, 不如法蜀丸, 慧王曰, 善, 寡人请听子, 促起兵法蜀, 十月, 取之, 遂定蜀, 贬蜀王更豪卫, 侯, 而使臣庄相蜀, 蜀记蜀秦, 秦以一强, 父后, 亲诸侯, 秦慧王十年, 使公子华与张仪为普, 不扬, 降之, 以应言秦父与魏, 而使公子咒之于魏, 以应说魏王曰, 秦王之欲魏甚厚, 魏不可以无礼, 魏应入上郡, 少梁, 谢秦慧王, 慧王乃以张仪为乡, 更名少梁曰夏阳, 以乡秦四岁, 立慧王魏王, 居一岁, 魏秦将, 取善, 驻上郡赛, 其后二年, 始与其, 处之相会涅桑, 东海而免乡, 乡魏以为秦, 欲令魏先世秦而诛, 侯孝之, 魏王不肯听疑, 秦王怒, 伐取魏之驱卧, 平周, 赴英后张仪一胜, 张仪残, 无, 以归报, 刘魏四岁而魏乡王醋, 哀王立, 张仪复说哀王, 哀王不听, 于是张仪因令情罚, 魏, 魏与秦战, 拜, 明年, 其又来拜魏于关京, 秦父御公卫, 先拜韩申叉军, 斩首八万, 诸侯正恐, 而, 张仪复说魏王曰, 魏地方不至千里, 促不过三十万, 得四平, 诸侯四通福凑, 吴明山, 大川之县, 从镇至梁二百余里, 车池人走, 不带力而至, 梁南与楚静, 西与韩静, 北与, 赵静, 东与齐静, 促数四方, 守庭张者不下十万, 梁之地势, 故战场也, 梁南与楚而不, 与其, 则其攻其东, 东与其而不与赵, 则赵攻其北, 不和于韩, 则韩攻其西, 不清于楚, 则楚攻其南, 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 且夫诸侯之为从者, 将以安设计尊主强兵显明也, 经从者亦天下, 约为昆帝, 行, 白马以蒙还水之上, 以相间也, 而清昆帝同父母, 尚有真钱财, 而欲试诈为反复苏秦之, 于谋, 其不可乘以名义, 大王布施秦, 秦夏兵宫河外, 聚卷, 盐, 酸枣, 结位取杨敬, 则赵布南, 赵布, 南而梁布北, 梁布北则从道决, 从道决则大王之国欲无为不可得也, 秦哲含而公梁, 含, 妾于秦, 秦含为依, 梁之王可立而须也, 此臣之所为大王换也, 为大王记, 莫如侍秦, 侍秦则处, 含必不敢动, 吴处, 含之患, 则大王高枕而卧, 国必无忧以, 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处, 而能弱处者莫如梁, 处虽有富大之名而时空虚, 其促, 虽多, 然而轻走一北, 不能奸战, 西梁之兵难免而伐处, 甚之必已, 歌处而易良, 亏处, 而是秦, 嫁祸安国, 此善事也, 大王不听臣, 秦下贾氏而东伐, 虽欲是秦, 不可得已, 且夫从仁多分词而少可信, 说亦诸侯而成封侯, 事故天下之犹谈事莫不日夜亿万, 田木妾齿以言从之辩, 以说仁主, 仁主贤其辩而迁其说, 起得无炫灾, 成文之, 姬与沈舟, 群青折舟, 众口朔经, 姬毁萧谷, 故原大王审定记忆, 且赐, 海谷辟位, 哀王于是乃被从曰而因已寝尘于秦, 张宜归, 妇相秦, 三岁儿为妇被秦未从, 秦宫, 为, 取屈卧, 明年, 为妇是秦, 秦欲罚其, 其处从卿, 于是张宜往相处, 处怀王闻张宜来, 须上舍而自管之, 曰, 此辟漏之国, 子何以教之, 宜说处王曰, 大王臣能听臣, 闭关绝曰于其, 臣请献, 商于之地六百里, 使秦女的为大王积走之妾, 秦处取妇嫁女, 常为兄弟之国, 此被若其, 而西亦秦也, 既无辩此者, 处王大说而许之, 群臣皆赫, 臣诊吊之, 处王怒曰, 寡人不兴施发兵的六百里的, 群臣皆赫, 子独调, 何也, 臣证对曰, 不然, 以臣官, 知, 商于之地不可得而其情和, 其情和则患必至矣, 处王曰, 有说乎, 臣证对曰, 夫情之所以重处者, 以其有其也, 经必关绝约于其, 则处孤, 秦兮贪夫孤国, 而语, 知商于之地六百里, 张仪至秦, 必父王, 是北绝其交, 牺牲换于秦也, 而两国之兵必拒, 至, 善为王记者, 不若因何而扬绝于其, 使人随张仪, 苟与无的, 绝其未婉也, 不与无的, 因何谋记也, 楚王曰, 原臣子必口无赋言, 以待寡人得地, 乃以相应受张仪, 后路之, 于是岁必关绝约于其, 使义将军随张仪, 张仪至情, 祥师随舵车, 不朝三月, 楚王闻之, 曰, 以以寡人绝其未甚邪, 乃, 使勇士致诵, 借诵之福, 北马齐王, 齐王大怒, 折劫而下情, 秦其之交和, 张仪乃朝, 为楚使者曰, 臣有奉义六礼, 原以献大王左右, 楚使者曰, 臣受令于王, 以商于, 知地六百礼, 不闻六礼, 还报楚王, 楚王大怒, 发兵而攻勤, 陈整曰, 整可发口言, 呼, 公之不如各地反以陆秦, 与之并兵而攻其, 是我出的于秦, 取长于其也, 王国尚可, 存, 楚王不听, 促发兵而使将军驱, 及秦, 秦其共公楚, 斩首八万, 杀驱, 遂取丹, 阳, 汉中之地, 楚又赴亦发兵而习秦, 致蓝田, 大战, 楚大败, 于是楚歌两成以与秦平, 秦要楚御的前中的, 御以五官外一支, 楚王曰, 不原异地, 原的张仪而献前中的, 秦王欲前之, 口福人言, 张仪乃请行, 慧王曰, 比楚王怒子之父以伤于之地, 是, 且甘心于子, 张仪曰, 秦强楚若, 臣善尽上, 上的是楚夫人郑秀, 秀所言皆从, 且, 臣凤王之劫时楚, 楚和赶家诸, 甲令诸臣而为秦的前中之地, 臣之上缘, 岁时楚, 楚, 怀王志则求张仪, 将杀之, 静尚未郑秀曰, 子义之子之鉴于王乎, 郑秀曰, 何也, 静尚曰, 秦王圣爱张仪而不欲出之, 经将以上雍之地六县路楚, 每人聘楚, 以公, 中善歌欧者未应, 楚王众帝尊秦, 秦女必贵而夫人赤矣, 不若为炎而出之, 于是郑秀, 日夜言怀王曰, 仁臣各为其主用, 经得未入秦, 秦始张仪来, 至重王, 王为有礼而杀, 张仪, 秦必大怒公楚, 妾请子母拒迁江南, 无畏秦所于肉也, 怀王后悔, 赦张仪, 后, 礼之如故, 张仪祭出, 未去, 文苏秦死, 乃说楚王曰, 秦得半天下, 兵敌四国, 被显戴河, 四塞以为故, 虎奔之士百余万, 车千尘, 其万匹, 积宿如秋山, 法令记名, 氏族安南乐, 四, 主明以言, 将至以物, 虽无出甲, 席卷长山之陷, 必舍天下之己, 天下有候福者先, 王, 且夫未从者, 无以义于屈群羊而攻蒙虎, 虎之与羊不格明矣, 今王不与蒙虎而与群, 羊, 臣妾已为大王之计过也, 凡天下强国, 非秦而处, 非处而秦, 两国交真, 其事不两立, 大王不与秦, 秦夏, 甲聚一阳, 含之上的不通, 下河东, 取成高, 含必入成, 梁则从丰而动, 秦宫处之兮, 含, 梁宫岂北, 设计安得无为, 且夫从者具群弱而攻至强, 不料敌而轻战, 国平而树举兵, 为王之树也, 成文之, 兵不如者物与挑战, 素不如者物与持久, 夫从人事便虚辞, 高主之节, 言其力不言其, 害, 促有情祸, 无疾未以, 事故原大王之书记之, 秦夕有巴蜀, 大船激宿, 起于问山, 浮江以下, 至处三千余礼, 仿传载簇, 一仿, 载五十人与三月之时, 下水而浮, 一日行三百余礼, 礼数虽多, 然而不费牛马之力, 不, 至十日而聚汉官, 汉官经, 则从静以东静成首义, 前中, 乌郡飞王之有, 请举甲出无关, 南面而伐, 则北的绝, 秦兵之公楚也, 为难在三月之内, 而楚呆诸侯之旧, 在伴岁之外, 此其事不相及也, 夫若国之旧, 妄强秦之祸, 此臣所以为大王换也, 大王常与无人战, 五战而三胜, 正促敬以, 偏守新臣, 存名苦以, 承闻公大哲义, 为, 而民闭者愿上, 夫首亦为之公, 而逆强秦之心, 臣妾为大王为之,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 韩古十五年以公其, 照者, 阴谋有何天下之心, 储常与秦构, 南, 战于汉中, 储人不慎, 猎侯只归死者七十余人, 遂亡汉中, 储王大怒, 新兵喜情, 战于蓝田, 此所谓两湖相伯者也, 夫秦储相避而寒卫以权至其后, 既无为于此者已, 缘, 大王熟记之, 秦夏甲公为阳靖, 必大观天下之凶, 大王惜起兵以公送, 不至数月而送可举, 举, 宋儿东旨, 则四上十二诸侯敬王之有也, 凡天下而以信约从清乡间者苏秦, 封武安君, 相宴, 及因与燕王谋伐破其而分其, 的, 乃乡有最初走入其, 其王应寿而向之, 居二年而绝, 其王大怒, 车裂苏秦于是, 夫, 以以诈尾之苏秦, 而欲经营天下, 混义诸侯, 其不可臣亦名义, 经秦与楚皆尽壤界, 故行亲之国也, 大王臣能听臣, 臣请使秦太子入职于楚, 楚, 太子入职于秦, 请以秦女为大王积走之妾, 孝万世之都已为汤墓之义, 常为昆帝之国, 终身无相攻伐, 臣以为既无便于此者, 于是楚王已得张仪而种出钱中的与秦, 欲许之, 屈原曰, 前大王见妻于张仪, 张, 一致, 臣以为大王喷之, 经纵夫人杀之, 又听其邪说, 不可, 怀王曰, 许一而得钱, 终, 美丽也, 后而被之, 不可, 顾促许张仪, 与秦卿, 张仪去楚, 因岁之寒, 说寒王曰, 寒得险恶山居, 无骨所生, 非疏而迈, 明之时, 大帝疏祸根, 一岁不收, 收不厌糟, 得不过九百里, 无二岁之时, 料大王之醋, 惜之, 不过三十万, 而司徒富养在其中矣, 出手绞亭张赛, 剑促不过二十万而已, 秦代甲百, 于万, 车千尘, 其万匹, 虎奔之士图造磕头冠一份几者, 致不可胜计, 秦马之良, 荣兵, 之众, 探前绝后提间三巡藤者, 不可胜数, 山东之士被甲蒙咒以会战, 秦人捐甲涂涕以, 驱敌, 左窃人头, 又邪身路, 夫秦促与山东之促, 由孟奔之与窃夫, 以众力相压, 由污, 或之与婴儿, 夫战孟奔, 污或之士以公不服之若国, 无亦垂千军之众于鸟乱之上, 必无, 信义, 夫群臣诸侯不料的之寡, 而听从人之甘言好词, 彼舟一乡是也, 皆奋约, 听无计, 可以强霸天下, 夫不顾设计之常立而听虚于之说, 挂物人主, 无过此者, 大王不适情, 情下甲具以阳, 断寒之上的, 东曲成高, 银阳, 则鸿台之功, 桑林, 之愿飞亡之有也, 夫塞成高, 绝上帝, 则望之国分以, 先是情则安, 不是情则为, 夫躁, 或而求其福报, 既遣而怨生, 逆情而顺处, 虽欲无王, 不可得也, 故为大王记, 莫如为情, 情之所欲莫如若处, 而能若处者如寒, 非以寒能强于处, 也, 其地势然也, 经王昔面而是情以公处, 情王必喜, 夫公处以立其地, 转获而说情, 既无便于此者, 韩王听一记, 张仪归报, 秦桧王丰以武艺, 号曰吾姓君, 使张仪东说其敏王曰, 天下强国无过其者, 大臣父兄应重负乐, 然而为大王记者, 皆为一时之说, 不顾百事之, 立, 从人说大王者, 必曰, 其兮有强兆, 难有寒与粮, 其, 赴海之国也, 帝广民众, 兵, 强势勇, 虽有百情, 将无奈其何, 大王贤其说而不计其时, 夫从人捧党彼舟, 莫不已, 从未可, 承文之, 其与鲁三战而鲁三圣, 国已为王随其后, 虽有战胜之名, 而有王国之, 十, 是何也, 其大而鲁小也, 精情之与其也, 由其之与鲁也, 情赵战于何章之上, 再战, 而赵再盛情, 战于藩吾之下, 再战又盛情, 四战之后, 赵之王促数十万, 涵丹仅存, 虽, 有战胜之名而国已破矣, 是何也, 情强而赵若, 精情处嫁女娶妇, 为昆帝之国, 寒县遗阳, 梁孝河外, 赵入朝神池, 割河间已是, 情, 大王不世情, 情驱寒梁公其之难的, 西兆兵渡清河, 指伯官, 林姿, 及莫非王之友, 也, 国一日建功, 虽遇世情, 不可得也, 是故元大王熟记之也, 其王曰, 其毕漏, 隐居东海之上, 为常文设计之常立也, 乃许张仪, 张仪去, 西说赵王曰, 必亦秦王史史成孝于寄于大王, 大王收律天下以兵情, 情, 兵不敢出寒谷官十五年, 大王之威行于山东, 必亦恐惧社福, 善甲立兵, 是车骑, 洗池, 舍, 立田激宿, 守四丰之内, 仇居舍处, 不敢动摇, 为大王有意都过之也, 经以大王之力, 举巴蜀, 并汉中, 包两周, 千九顶, 守白马之精, 情虽辟远, 然, 而兴奋寒怒之日久矣, 经情有必甲雕兵, 君于神池, 原渡和于张, 聚藩无, 会寒丹之下, 原以夹子和战, 以正引咒之事, 竟使使臣先闻左右, 凡大王之所姓位从者是苏秦, 苏秦迎获诸侯, 以氏为妃, 以妃为氏, 欲反其国, 而自令车列于氏, 夫天下之不可一意名义, 京楚与秦位昆帝之国, 而韩梁称为东藩之臣, 其陷于炎之地, 此段召之又必也, 夫段又必而与人斗, 施其党而孤居, 求欲无为, 其可得乎, 京秦发三将军, 其一军赛武道, 告其使兴师渡清河, 军于邯郸之东, 义军军成高, 屈含梁军于河外, 义军军于神池, 约四国为义以公赵, 赵, 必四分其地, 事故不敢逆, 义隐情, 先以文于左右, 臣妾为大王记, 莫如与秦王玉于神池, 面相见而口相结, 请按, 兵无功, 原大王之定计, 赵王曰, 先望之时, 奉阳君专权善事, 必欺先望, 独善婉事, 寡人居属师父, 不, 与国谋记, 先望弃群臣, 寡人年幼, 奉四之日心, 心顾妾遗焉, 以为亦从不侍情, 非国, 知常利也, 乃妾缘辨心一律, 割地谢前过以侍情, 方将约车驱行, 是文使者之名赵, 赵王许张仪, 张仪乃去, 北之宴, 说宴昭王曰, 大王之所清莫如赵, 习赵乡子常以其解位代王妻, 欲并待, 曰与代王欲于巨柱之赛, 乃令宫人作为精斗, 常其为, 令可以及人, 与代王隐, 应告, 除人曰, 及久憨乐, 敬热辍, 反斗以及之, 于是久憨乐, 敬热辍, 除人竞争, 应反, 斗以及代王, 杀之, 王脑涂地, 其解闻之, 因摩基以自赐, 故至今有摩基之山, 代王之, 王, 天下莫不闻, 夫赵王之狠利无亲, 大王之所明见, 且以赵王未可轻乎, 赵新兵公宴, 再为宴都, 而结大王, 大王歌时臣已谢, 经赵王已入朝神池, 孝何间已是情, 经大王不是情, 情下, 甲云中, 九元, 屈赵儿公宴, 则亦水, 常臣非大王之有也, 且经时赵之于情游郡献也, 不敢忘举师以公罚, 经王是情, 秦王必喜, 赵不敢忘, 动, 是稀有强情之缘, 而难无其赵之患, 是故原大王熟记之, 燕王曰, 寡人蛮夷辟处, 虽大男子才如婴儿, 言不足以才正记, 经上刻信教之, 请惜面儿是情, 献恒山之伟武臣, 燕王听疑, 仪归报, 未至咸阳而秦慧王促, 武王力, 武王自卫太子时不说张仪, 即即卫, 群臣多禅张仪曰, 无信, 左右卖国以取荣, 请, 必复用之, 恐为天下孝, 诸侯文张仪有却武王, 皆叛衡, 复何从, 请武王元年, 群臣日夜恶张仪未以, 而其让又至, 张仪俱诸, 乃因为秦武王曰, 已有余记, 元孝之, 王曰, 奈何, 对曰, 为秦社记记者, 东方有大便, 然后望, 可以多歌得的也, 经文其王胜曾仪, 仪之所在, 必兴师伐之, 故宜远起其不孝之身之良, 其必兴师而伐良, 良其之兵连于臣下而不能相去, 亡以其兼伐寒, 入三川, 出兵寒谷, 而无法, 以灵州, 祭契必出, 携天子, 暗途及, 此王业也, 秦王以为然, 乃巨阁车三, 时圣, 入一之良, 其过兴师伐之, 良哀王恐, 张仪曰, 王悟患也, 请令罢其兵, 乃, 使其设人逢喜之处, 借使之其, 为其王曰, 王胜曾张仪, 虽然, 亦后以王之托移于秦, 也, 其王曰, 寡人曾仪, 仪之所在, 必兴师伐之, 何以托移, 对曰, 是乃王之, 托移也, 夫仪之初也, 故与秦王约约, 为王记者, 东方有大便, 然后望可以多歌得的, 经其王胜曾仪, 仪之所在, 必兴师伐之, 故宜远起其不孝之身之良, 其必兴师伐之, 其良之兵连于尘下而不能相去, 王以其兼伐寒, 入三川, 出兵寒谷而无法, 以灵州, 寄, 弃必出, 携天子, 暗徒吉, 此王爷也, 秦王已为然, 故聚隔车三十圣而入之良也, 经, 移入良, 亡果伐之, 是王内罢国而外罚与国, 广邻敌以内自灵, 而姓宜于秦王也, 此臣, 之所谓, 托移, 也, 其王曰, 善, 乃是解兵, 张宜香味一岁, 醋于谓也, 臣诊者, 游说之事, 与张一句是秦桧王, 皆贵重, 真宠, 张一二臣诊于秦王曰, 诊重必轻使秦楚之间, 将谓国交也, 经楚不加善于秦而善诊者, 诊自谓后而谓王保也, 且诊欲去秦而知楚, 王胡不听乎, 王为臣诊曰, 无闻子欲去秦之楚, 有之乎, 诊, 曰, 然, 王曰, 以知言果性矣, 诊曰, 非独以知之也, 行道之事尽知之矣, 习子须忠于其君而天下真以为臣, 曾参孝于其亲而天下缘以为子, 顾卖仆妾不出驴向儿, 受者, 梁仆妾也, 初妇嫁于相取者, 梁妇也, 经诊不忠其君, 楚亦何以诊未忠乎, 忠且, 见弃, 诊不知楚何归乎, 王以其言未然, 遂善待之, 居秦姬年, 秦慧王忠相张仪, 而臣诊奔楚, 楚未知重也, 而使臣诊始于情, 过梁, 欲见携手, 携手谢福建, 诊曰, 无畏誓来, 功不见诊, 诊将行, 不得待一日, 携手, 见之, 臣诊曰, 功何好隐也, 携手曰, 无誓也, 曰, 无请令功艳事可忽, 曰, 奈何, 曰, 田须曰诸侯从卿, 楚亡遗之, 未信也, 功未于王曰, 臣语焰, 赵之王有顾, 述使人来, 曰, 无是何不相见, 原夜行于王, 王虽许功, 功请无多, 车, 以车三十胜, 可臣之于亭, 名言之焰, 赵, 焰, 赵克文之, 持车告其王, 使人迎, 携手, 楚亡文之大怒, 曰, 田须与寡人曰, 而携手之焰, 赵, 是妻我也, 怒而不听, 其事, 其闻携手之北, 使人以事为焰, 携手遂行, 三国相侍皆断于携手, 整遂至秦, 含蔚相供, 积年不解, 秦惠王欲就知, 问于左右, 左右或曰就知便, 或曰物就便, 惠王未能未知觉, 臣整是至秦, 惠王曰, 子去寡人之楚, 义思寡人不, 臣整对曰, 王文夫愿人装戏乎, 王曰, 不文, 曰, 愿人装戏是楚之归, 有请而病, 楚王, 曰, 戏故愿知彼戏人也, 今是楚之归, 贵妇以, 义思愿不, 中谢对曰, 凡人之思, 故, 在其病也, 彼思愿则愿深, 不思愿则处深, 使人往听之, 由上愿深也, 今晨虽弃, 逐之楚, 岂能无情深哉, 惠王曰, 闪, 今寒未相供, 积年不解, 或为寡人就知便, 或曰物就便, 寡人不能觉, 原子为子主祭之于, 为寡人祭之, 陈整对曰曰, 异常有矣, 夫便庄子赐虎闻于王者乎, 庄子欲赐虎, 管束子指之, 曰, 两虎芳且十牛, 十干必争, 争则必斗, 斗则大者伤, 小者死, 从伤而赐之, 亦举必有双虎之名, 便庄子以为然, 立须之, 有寝, 两虎果斗, 大者伤, 小者死, 庄子从伤者而赐之, 亦举果有双虎之功, 今寒未相供, 积年不解, 事必大国伤, 小国王, 从伤而伐之, 亦举必有两十, 赐游庄, 子赐虎之类也, 陈主与王何以也, 慧王曰, 善, 促福旧, 大国果伤, 小国王, 秦, 新兵而伐, 大克之, 死成枕之类也, 携手者, 为之因尽人也, 明眼, 信公孙世, 与张仪不善, 张仪为秦之位, 为王相张仪, 携手福利, 故令人为韩公书曰, 张仪以和秦为以, 其言曰, 为公南阳, 秦公三川, 为王所以贵张子者, 欲得汉的也, 且汉之南阳以举矣, 子和不少为燕以为眼公, 则秦为之交可错以, 然则为必图秦而弃宜, 收汉而相演, 公书以为辩, 因为之携手以为公, 果相为, 张仪去, 义渠君朝愚未, 西守文章仪复相秦, 害之, 西守乃位义渠君曰, 道远不得复过, 请夜侍秦, 曰, 中国无事, 秦得稍多焚于君之国, 有事, 秦将倾使众必是君之国, 其后五国伐秦, 慧成整位秦王曰, 义渠君者, 满宜之贤君也, 不如陆之以辅其志, 秦王曰, 善, 乃以文秀千纯, 妇女百人以义渠君, 义渠君至群臣而谋曰, 此, 公孙衍所谓邪, 乃其兵袭秦, 大败秦人礼伯之下, 张仪以促之后, 西守入相秦, 常配五国之相应, 卫曰常, 太史公曰, 三境多全辩之事, 夫言从横强秦者大抵皆三境之人也, 夫张仪之行逝甚, 于苏秦, 然是恶苏秦者, 以其先死, 而一阵抱其短义扶其说, 臣其横道, 要知, 此两人, 真轻为之是哉, 所引述赞, 一味遭食, 凭被困辱, 吉乡秦惠, 先含后数, 连横其位, 轻为狂惑, 臣枕邪圈, 携手臣欲, 如何三境, 既有私得, 史记出礼自甘茂列传, 出礼自者, 名吉, 秦惠王之地也, 与惠王一母, 母, 含女也, 出礼自滑稽多至, 秦, 仁浩曰, 智囊, 秦惠王八年, 决出礼自又更, 使江儿伐驱卧, 进出其人, 取其臣, 得入秦, 秦惠王, 二十五年, 使出礼自为江伐赵, 鲁赵将军装报, 拔令, 明年, 驻为张公储, 拜储江驱改, 取汉中帝, 秦峰出礼自, 号卫阎君, 秦惠王促, 太子武王历, 逐张仪, 卫张, 而以出礼自, 甘茂为左右丞相, 秦使甘茂, 攻函, 拔移阳, 使出礼自以车百尘入周, 周以促迎之, 以圣境, 楚王怒, 让周以其重, 秦可, 游藤为周说楚王曰, 知博之罚仇游, 移之广车, 应随之以兵, 仇游遂亡, 何则, 无被故也, 其还公罚蔡, 好曰诸楚, 其时席蔡, 金秦, 虎狼之国, 使出礼自以车百尘, 入周, 周以仇游, 蔡观焉, 故使长己居前, 强弩在后, 明曰未及, 而实求之, 且夫周起, 能无忧其设计哉, 孔一旦亡国以忧大王, 楚王乃月, 秦武王簇, 昭王立, 出礼自右翼尊重, 昭王元年, 出礼自将伐仆, 仆寿孔, 请胡言, 胡言为仆为出礼自曰, 公之公仆, 为秦乎, 为为乎, 为为则善以, 为秦则不为赖以, 夫为之所以为为者, 以仆也, 经伐仆, 入于为, 为臂舌而从之, 为王昔河之外而无以取者, 兵若也, 经并为于为, 为必强, 为, 强之日, 西河之外必为矣, 且秦王将关公之事, 亥秦而立为, 王必罪公, 出礼自曰, 奈何, 胡言曰, 公是仆物公, 臣是为公入言之, 以得为君, 出礼自曰, 闪, 胡言入仆, 为其守曰, 出礼自知仆之, 并以, 其言曰必拔仆, 也能令是仆物公, 仆, 守孔, 应在拜曰, 原以请, 应孝经三百经, 曰, 请兵苟退, 请避言子于为君, 使, 自卫难免, 顾胡言寿金于仆以自贵于为, 于是遂解仆而去, 还姬皮氏, 皮氏未降, 又, 去, 昭王七年, 出礼自簇, 藏于为南张台之东, 曰, 后百岁, 适当有天子之公家我母, 出礼自即是在于昭王妙西为南荫乡出礼, 故俗为之出礼自, 至汉兴, 常乐公在其东, 为央公在其西, 武库正直其母, 情人艳曰, 立则任彼, 智则出礼, 甘茂者, 下菜人也, 是下菜史举先生, 学百家之术, 因张仪, 出礼自而求见秦惠王, 王剑而说之, 始将, 而左卫张略定汉中帝, 惠王促, 武王历, 张仪, 卫张去, 东之卫, 属侯回, 相撞返, 请使甘茂定属, 还, 而以甘茂为左丞相, 以出礼自卫又丞相, 秦武王三年, 为甘茂曰曰, 寡人御荣车通三川, 以窥周氏, 而寡人死不朽以, 甘, 茂曰, 请之卫, 曰以罚寒, 而令向寿辅行, 甘茂至, 未向寿曰, 子归, 言之于王, 曰, 未听臣以, 然缘王误罚, 事臣, 竟以为子宫, 向寿归, 以告王, 王迎甘茂于习, 让, 甘茂至, 王问其故, 对曰, 以阳, 大县也, 上党, 南阳基之久矣, 明曰县, 其时, 郡也, 京王被述县, 行千里公之, 南, 习曾参之处费, 卤人有语曾参同姓名者杀人, 人, 告其母曰, 曾参杀人, 其母之自若也, 请之, 义人又告之曰, 曾参杀人, 其母上之, 自若也, 请又义人告之曰, 曾参杀人, 其母投注下击, 于墙而走, 夫以曾参之贤与其, 母姓之也, 三人一之, 其母巨焉, 京臣之贤不若曾参, 王之姓臣又不如曾参之母姓者参, 也, 宜臣者非特三人, 臣孔大王之头驻也, 使张宜兮并巴蜀之地, 北开西河之外, 南取, 上拥, 天下不以多张子而以贤先旺, 魏文侯令乐阳将而攻中山, 三年而拔之, 乐阳反而, 论功, 文侯誓之棒书一切, 乐阳在拜基守约, 此非臣之功也, 主君之力也, 京臣, 积履之臣也, 出离子, 公孙氏二人者邪寒而易之, 王必听之, 是王七位王而承受公众矢, 知愿也, 王曰, 寡人不听也, 请与子蒙, 促使臣相甘茂将兵伐一扬, 五月而不拔, 出离子, 公孙氏果真之, 五王召甘茂, 欲罢兵, 甘茂曰, 习攘在比, 王曰, 有, 知, 因大西起兵, 使甘茂及之, 斩首六万, 岁拔遗阳, 寒乡王使公众齿入谢, 与秦平, 五王敬至周, 而促于周, 其地利, 魏昭王, 王母宣太后, 楚女也, 楚怀王愿前秦拜, 楚于丹阳而韩不就, 乃以兵为韩雍士, 韩使公众齿告及于秦, 秦昭王兴力, 太后楚人, 不肯就, 公众应甘茂, 茂未含言于秦昭王曰, 公众方有得秦就, 故敢汉楚也, 经雍士, 唯, 秦师不下摇, 公众且仰授而不朝, 公书且以国难合于楚, 楚, 含唯一, 卫士不敢不, 听, 然则罚秦之行臣以, 不时作而呆罚属与罚人之力, 秦王曰, 善, 乃下施于谣, 以旧含, 储兵去, 秦始向寿平一扬, 而始出李子, 甘冒乏魏皮士, 向寿者, 宣太后外祖也, 而与昭王, 少相长, 故任用, 向寿如楚, 楚闻秦之贵向寿, 而后世向寿, 向寿为秦首以阳, 将以罚, 含, 含公众使苏代位向寿曰, 秦困附车, 公破含, 辱公众, 公众收国父侍秦, 自以为, 必可以封, 经公与楚解口的, 封小令引以渡阳, 秦楚和, 赴公寒, 寒必亡, 寒王, 公众, 且公律其司徒以恶于秦, 原公赎律之也, 向寿曰, 吾何秦楚非以当寒也, 子未寿也, 知公众, 曰秦寒之交可和也, 苏代对曰, 原有业于公, 人曰贵其所以贵者贵, 王之, 爱习公也, 不如公孙氏, 其智能公也, 不如甘茂, 经二人者皆不得轻于秦氏, 而公独予, 王主断于国者和, 必有以施之也, 公孙氏党于寒, 而甘茂党于魏, 故王不信也, 经秦楚, 真强而公党于楚, 是与公孙氏, 甘茂同道也, 公何以亦之, 人皆言楚之善便也, 而公必, 王之, 是自卫则也, 公不如与王谋其便也, 善含以备处, 如此则无换以, 含是必先以国, 从公孙氏而后为国于甘茂, 含, 公之仇也, 经公言善含以备处, 事外举不辟仇也, 相, 受曰, 然, 无甚欲含何, 对曰, 甘茂许公众以五岁, 反以杨之名, 经公图收之, 甚难, 相受曰, 然则奈何, 五岁中不可得也, 对曰, 公孙不以情为含求引穿于, 楚, 此含之计得也, 公求而得之, 事另行于楚而以其地得含也, 公求而不得, 事含楚之, 愿不解而交走情也, 情楚真强, 而公须过楚以收含, 此利于情, 相受曰, 奈何, 对曰, 此善事也, 甘茂欲以未取其, 公孙是欲以含取其, 经公取以阳以为公, 收楚含, 以安之, 而诸其未知罪, 事以公孙是, 甘茂无事也, 甘茂敬言情昭王, 以五岁复归之含, 相受, 公孙是真之, 不能得, 相受, 公孙是由, 此愿, 缠甘茂, 茂具, 挫乏魏蒲板, 王去, 出礼字与魏将, 把兵, 甘茂之王秦奔其, 逢苏代, 代魏其始于秦, 甘茂曰, 承得罪于秦, 聚而顿逃, 无, 所容姬, 承闻平仁女与妇人女会姬, 平仁女约, 我无以买竹, 而子之竹光信有余, 子, 可分我于光, 无损自明而得一丝变焉, 经成困而军方使秦而当路矣, 冒之妻子在焉, 援军以于光阵之, 苏代许诺, 遂至始于秦, 以, 应说秦王曰, 甘茂, 非常事也, 其, 居于秦, 累势众矣, 自摇塞及至鬼谷, 其地形显异皆明知之, 必以其曰含未反以图秦, 非秦之利也, 秦王曰, 然则奈何, 苏代曰, 王不若众其智, 后其路以淫之, 使, 必来则智之鬼谷, 终生悟出, 秦王曰, 善, 即赐之上卿, 以相应淫之于其, 甘茂, 不枉, 苏代为其敏王曰, 夫甘茂, 贤人也, 经秦赐之上卿, 以相应淫之, 甘茂得王之, 四, 好为王臣, 故辞而不枉, 经王何以礼之, 其王曰, 善, 即为之上卿而处之, 秦应赴甘茂之家已适于其, 其使甘茂于楚, 楚怀王心与秦和婚而欢, 而秦闻甘茂在楚, 使人为楚王曰, 原送, 甘茂于秦, 楚王问于范渊曰, 寡人欲致相于情, 属可, 对曰, 臣不足以时之, 楚王曰, 寡人欲相甘茂, 可乎, 对曰, 不可, 夫使举, 下菜之间门也, 大部位, 士君, 小部位家世, 以苟见不连文于世, 甘茂事之顺焉, 故慧王之名, 武王之茶, 张仪, 知辩, 而甘茂事之, 取时官而无罪, 茂成贤者也, 然不可相于情, 夫情之有贤相, 非楚, 国之利也, 且王前常用赵华于月, 而内行张义之南, 月国乱, 故处南塞利门而郡江东, 继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 月国乱而处之也, 今王之用诸月而望用诸情, 臣以王位聚过, 以, 然则王若欲至相于情, 则莫若相受者可, 夫相受之于情王, 亲也, 少与之同一, 长, 与之同车, 以听事, 王必相相受于情, 则楚国之利也, 于事使使请情相受于情, 情, 促相相受, 而甘茂竟不得妇入情, 促于味, 甘茂有孙约甘罗, 甘罗者, 甘茂孙也, 茂祭死后, 甘罗年十二, 是秦相闻信侯吕不韦, 秦使皇帝使刚成君蔡则于宴, 三年而宴往喜使太子丹入职于情, 秦使张堂往相宴, 欲与宴共伐赵以广和间之地, 张堂为文姓侯曰, 臣常为秦昭王伐赵, 赵怨臣, 曰, 得堂者与百里之地, 经之宴必经赵, 臣不可以行, 文姓侯不快, 未有以强也, 甘罗, 曰, 军侯和不快之甚也, 文姓侯曰, 吴令刚成君蔡则是宴三年, 宴太子丹已入职, 以, 吴自请张清向宴而不肯行, 甘罗曰, 臣请行之, 文姓侯赤曰, 取, 我生自, 请之而不肯, 女焉能行之, 甘罗曰, 大象驼身七岁为孔子师, 今臣身十二岁于自已, 君其是臣, 何惧赤乎, 于是甘罗见张清曰, 清之宫属于武安君, 清曰, 武安, 君难错强处, 北威燕, 照, 战胜宫取, 破臣堕义, 不知其数, 臣之宫不如也, 甘罗曰, 印侯之用于秦也, 属于文姓侯专, 张清曰, 印侯不如文姓侯专, 甘罗曰, 清明知其不如文姓侯专语, 曰, 知之, 甘罗曰, 印侯欲公兆, 武安君难知, 取, 咸阳妻礼而立死于度游, 经文姓侯自请清相燕而不肯行, 臣不知清所死处矣, 张唐曰, 请英如子行, 令庄置行, 行有日, 甘罗曰文姓侯曰, 借陈车武圣, 请为张唐先报照, 文姓侯乃入言之于, 始皇曰, 习甘冒之孙甘罗, 年少尔, 然明家之子孙, 诸侯皆文之, 经者张唐欲称吉部, 肯行, 甘罗说而行之, 经元先报照, 请许遣之, 始皇照见, 使甘罗于照, 赵襄王交迎, 甘罗, 甘罗说赵王曰, 王闻燕太子丹入执情于, 曰, 文之, 曰, 文张唐相燕, 于, 曰, 文之, 燕太子丹入情者, 燕不欺情也, 张唐相燕者, 情不欺燕也, 燕, 情不相欺者, 伐照, 为以, 燕, 情不相欺无异故, 欲公赵而广和间, 王不如姬臣五臣, 以广和间, 请归燕太子, 宇强赵公若燕, 赵王立自歌五臣以广和间, 请归燕太子, 赵, 公燕, 得上古三十臣, 令情有十一, 甘罗还报情, 乃封甘罗以为上卿, 赴以使甘茂田宅赐之, 太史公约, 出礼子以骨肉重, 故其礼, 而情人称其智, 故颇采焉, 甘茂其下菜驴盐, 显明诸侯, 众强其储, 甘罗年少, 然出一奇迹, 声称后世, 虽非独行之君子, 然一战, 国之策事也, 方秦之强食, 天下犹躯谋炸灾, 所引述赞, 严君名疾, 绝豪, 智囊, 既轻且重, 称兵外壤, 甘茂病香, 出佐尉, 张, 使推向寿, 乃功一扬, 甘罗妙碎, 促起张堂, 使记仰侯列传, 仰侯未压者, 请昭王母宣太后帝也, 其先处人, 姓米氏, 请五王促, 五子, 立其帝位昭王, 昭王母顾好位米八子, 即昭王即位, 米八子好位, 宣太后, 宣太后非五王母, 五王母号约会文后, 先五王死, 宣太后二帝, 其义父长帝约, 然侯, 姓魏氏, 明衙, 同父帝约米荣, 魏华阳君, 而昭王同母帝约高陵君, 京阳君, 而, 魏, 最贤, 自会王, 五王时任职用事, 五王促, 朱帝真立, 为魏, 立魏能立昭王, 昭王, 即魏, 魏将军, 魏咸阳, 朱祭君之乱, 而朱武王后出之位, 昭王朱兄弟不善者皆灭, 之, 微正秦国, 昭王少, 宣太后自治, 任魏, 为正, 昭王七年, 初礼子死, 而使荆阳君执于其, 赵人楼缓来相秦, 赵不立, 乃是仇业之, 秦, 请以魏, 魏秦相, 仇业将行, 其客宋宫为夜曰, 请不听宫, 楼缓必愿宫, 宫不若, 为楼缓曰, 请为宫无极情, 秦王见诏请相为, 知不及, 且不听宫, 宫言而事不成, 以, 得楼子, 事成, 为, 故得宫以, 于事仇业从之, 而秦国免楼缓而为, 相秦, 玉珠吕礼, 礼出奔旗, 昭王十四年, 为, 举拜起, 使代相受江而攻函, 为, 拜之一, 却, 斩首二十四万, 鲁魏将攻孙喜, 明年, 又取出之晚, 也, 为, 谢并缅香, 以客亲手, 逐魏相, 其明年, 逐缅, 赋香, 乃封魏, 鱼仰, 赋义封陶, 号约仰侯, 仰侯封四岁, 为秦江攻卫, 为献河东方四百里, 拔魏之河内, 取称大小六十余, 昭, 王十九年, 秦称西地, 其称东地, 岳于, 吕礼来, 而其, 秦各复归地位王, 为, 复香秦, 六岁而免, 免二岁, 赋香秦, 四岁, 而使白起拔除之隐, 秦至南郡, 乃封白起为武安, 君, 白起者, 然侯之所任举也, 相善, 于是然侯之父, 赋于王室, 昭王三十二年, 然侯为相国, 将兵公卫, 走芒卯, 入北宅, 遂为大梁, 梁大夫虚假, 说嚷侯曰, 成文为之常立位位王曰, 习梁会王罚赵, 战胜三梁, 拔邯丹, 赵氏不割, 而邯丹复归, 其人公卫, 拔顾国, 沙子梁, 为人不割, 而顾地复返, 为, 赵之所以国, 全兵敬而的不病于诸侯者, 以其能任难而重出的也, 宋, 中山树伐割帝, 而国随已亡, 臣已为位, 赵可法, 而宋, 中山可谓戒也, 秦, 贪力之国也, 而无亲, 蚕食为是, 又敬, 敬国, 战胜豹子, 戈八县, 得未必入, 兵赴出矣, 夫秦和燕之有哉, 今又走芒卯, 入北, 宅, 此非敢公粮也, 且结王以求多割地, 王必勿听也, 今王被处, 赵而讲情, 处, 赵怒, 而去王, 与王真是情, 情必受之, 情邪处, 赵之兵以赴公粮, 则国求无王不可得也, 缘, 王之必无讲也, 王若欲讲, 少割而有之, 不然, 必见其, 此臣之所闻于谓也, 原君之, 以事律事也, 周书曰, 唯命不于常, 此言信之不可恕也, 夫战胜豹子, 戈八县, 此非, 兵力之今也, 又非济之功也, 天性未多矣, 今又走芒卯, 入北宅, 以功大梁, 是以天性, 自卫长也, 智者不然, 陈文卫士兮其百县圣甲以上数大梁, 陈以为不下三十万, 以三十, 万之众手梁七任之臣, 陈以为汤, 五父身, 不义公也, 夫卿背处, 赵之兵, 零七任之臣, 占三十万之众, 而致必举之, 陈以为自天地十分以致于今, 未常有这也, 公而不拔, 秦兵必罢, 陶义必亡, 则前功必弃矣, 今为是芳仪, 可以少歌收也, 援君逮处, 赵之兵, 为至于粮, 即以少歌收位, 为芳仪而得以少歌位力, 必欲之, 则君的所欲以, 处, 赵怒, 于为之先及也, 必真是情, 从以慈善, 而君后则焉, 且君之德的, 岂必以兵哉, 歌敬国, 秦兵不公, 而为必孝将安逸, 又为逃开两道, 己敬故颂, 为必孝担负, 秦兵可权, 而君, 智之, 何所而不得, 何谓而不成, 原君熟律之而无行为, 然后约, 善, 乃霸良为, 明年, 为贝秦, 与其从亲, 秦始然侯乏魏, 斩首四万, 走魏将报冤, 得魏三县, 然, 侯一封, 明年, 然侯与白起客清湖阳赴公兆, 韩, 魏, 破芒卯于华阳下, 斩首十万, 取魏之, 卷, 蔡阳, 常设, 赵氏观金, 且宇赵观金, 义赵乙兵, 伐其, 其乡王聚, 使苏代位其应, 宜然侯书约, 承文往来者言约, 秦将义赵甲四万以伐其, 臣妾之必义之王约, 秦, 王明儿熟于记, 然侯智儿习于事, 必不义赵甲四万以伐其, 是何也, 夫三尽之相遇也, 秦之身仇也, 百香备也, 百香妻也, 不畏不信, 不畏无形, 经破其以肥赵, 赵, 秦之, 深仇, 不利于秦, 此一也, 秦之谋者, 必曰, 破其, 必敬, 处, 而后至敬, 处之圣, 夫其, 罢国也, 以天下公其, 如以千军之努绝溃家也, 必死, 安能必敬, 处, 此二也, 秦少出兵, 则敬, 处不信也, 多出兵, 则敬, 处未至于秦, 其孔, 不走秦, 必走敬, 处, 此三也, 秦歌其以弹敬, 处, 处, 处暗之以兵, 秦反受敌, 此四也, 是敬, 处以秦谋, 其, 以其谋情也, 何敬, 处之至而情, 其之于, 此五也, 故得安逸以善事之, 亦必无患, 亦, 情有安逸, 韩事必无上党义, 取天下之常位, 与出兵而聚其不凡也, 孰力, 成故曰, 秦王名而熟于记, 然后至而习于事, 必不依照甲四万亿代其以, 于是仰侯不行, 引兵, 而归, 昭王三十六年, 向国仰侯严克清造, 欲罚其取纲, 受, 以广其逃逸, 于是为人犯虽, 自为张璐先生, 及仰侯之罚其, 乃月三敬以攻其也, 以此时间说情昭王, 昭王于是用犯, 虽, 犯虽严宣太后专制, 然后善权于诸侯, 金阳君, 高陵君之署太齿, 赋于王室, 于是, 秦昭王务, 乃免相国, 令金阳之署皆出关, 就封义, 然后出关, 资车千尘有余, 然后促于逃, 而应葬燕, 秦父收逃魏郡, 太史公约, 然后, 招王清就也, 而秦所义东义的, 若诸侯, 常称帝于天下, 天下皆, 西乡积守者, 然后之功也, 及其贵及父义, 义夫开说, 身者是夺而以忧死, 况于积履之, 称呼, 所引述赞, 然后至时, 应便无方, 内以太后, 外辅昭王, 四登相位, 在列封江, 催其脑储, 破位为良, 义夫开说, 忧愤而亡, 史记白起王简列传, 白起者, 没人也, 善用兵, 侍秦昭王, 昭王十三年, 而白起位左树长, 将而及寒之, 星辰, 世岁, 然后相情, 举任彼以为汉中守, 其明年, 白起位左更, 攻韩, 位于一阙, 斩首二十四万, 又掳其江公孙喜, 把武臣, 起千位国位, 设和取韩安逸以东, 到前河, 明年, 白起位大良造, 公位, 拔之, 取臣小大六十一, 明年, 起羽克清措公园城, 拔之, 后吴年, 白起公照, 拔光狼城, 后七年, 白起公楚, 拔烟, 邓武城, 其明年, 公楚, 拔影, 烧夷林, 岁东至近林, 楚王王去影, 东走喜城, 秦以影为南郡, 白起千位武安君, 武安君应取楚, 定屋, 前中郡, 招王三十四年, 白起公位, 拔华阳, 走茫茅, 而鲁三, 靖江, 斩首十三万, 宇赵江甲演战, 审其促二万人于河中, 招王四十三年, 白起公韩行, 臣, 拔武城, 斩首五万, 四十四年, 白起公南阳太行道, 决之, 四十五年, 罚韩之野王, 野王将秦, 上党道决, 其守逢庭与明谋约, 正道以决, 韩必不可得为明, 秦兵日敬, 韩不能应, 不如以上党归赵, 赵若受我, 秦怒, 必攻赵, 赵贝兵, 必清韩, 韩赵唯一, 则可以当秦, 因使人暴赵, 赵孝臣王与平阳军, 平原军, 祭之, 平阳军曰, 不如勿受, 受之, 或大于所得, 平原军曰, 无故的宜郡, 受之, 便, 赵受之, 应封逢庭尉卫华阳军, 四十六年, 秦宫含沟氏, 令, 拔之, 四十七年, 秦室左树长王和宫含, 取上党, 上党名走赵, 赵军掌平, 以暗聚上党名, 四月, 何英攻赵, 赵使连坡江, 赵军士族犯秦赤兵, 秦赤兵斩赵皮降茄, 六月, 献赵, 军, 取二张四位, 七月, 赵军驻磊碧儿守之, 秦幼公其磊, 取二位, 败齐阵, 夺西磊碧, 连坡兼碧以待秦, 秦术挑战, 赵兵不出, 赵王术以为让, 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鱼, 赵魏反见, 曰, 秦之所恶, 独魏马福子赵阔江尔, 连坡一语, 且降以, 赵王济怒连, 颇军多师王, 军数败, 又反兼碧不敢战, 而又闻秦反见之言, 应使赵阔带连坡将以及秦, 秦闻马福子江, 乃应使吴安君白其位上将军, 而王和魏魏皮将, 令君终有感谢吴安君, 将这斩, 赵阔志, 则出兵及秦军, 秦军降拜而走, 张二其兵以截之, 赵军逐胜, 追造秦, 毕, 毕兼距不得入, 而秦其兵二万五千人绝兆军后, 又义军五千其绝兆毕兼, 赵军分而, 为二, 两道绝, 而秦初清兵及之, 赵战不立, 应助毕兼守, 以待救治, 秦王闻赵十道绝, 王自之河内, 四明决各一级, 八年十五以上西一长平, 遮绝赵旧击粮食, 至九月, 赵簇不得十四十六日, 街内阴香杀石, 来攻秦磊, 欲出, 为四对, 四五赴, 知, 不能出, 其将军赵阔出锐簇自搏战, 秦军射杀赵阔, 阔军败, 簇四十万人将五安军, 五安军纪约, 前秦已拔上党, 上党名不乐为秦而归赵, 赵簇反复, 飞进沙之, 孔位, 乱, 乃邪诈而进坑沙之, 以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 前后斩首鲁四十五万人, 赵人打, 正, 四十八年十月, 秦父定上党军, 秦分军为二, 王和公疲劳, 拔之, 司马耿定太元, 韩, 赵孔, 使苏代后必说秦相应侯约, 五安军秦马福子乎, 约, 然, 又约, 即为韩丹乎, 约, 然, 赵王则秦王王以, 五安军为三宫, 五安军所为秦战圣宫, 取这七十余臣, 南定焉, 隐, 汉中, 北秦赵阔之君, 虽周, 赵, 吕望之功不易于此矣, 经赵王, 秦王王, 则五安军必为三宫, 军能为之下乎, 虽无欲为之下, 顾不得已矣, 长弓寒, 为行秋, 困上党, 上党之名皆反畏赵, 天下不乐为秦明之日久矣, 经王赵, 北, 得入宴, 东得入齐, 南得入寒, 为, 则君之所得名王几何人, 故不如婴儿歌之, 无以为, 五安军功也, 于是应侯言于秦王曰, 秦兵劳, 请许涵, 赵之歌帝已和, 且修士族, 王听之, 歌含元雍, 赵六臣已和, 真月, 皆罢兵, 五安军文之, 游士与应侯有戏, 其九月, 秦父发兵, 使武大夫王凌公赵邯, 逝时武安军病, 不任行, 四十九年证, 月, 凌公邯丹, 少力, 秦亦发兵左邻, 临兵王无效, 武安军病愈, 秦王愈使武安军带领, 将, 武安军言曰, 邯郸十位义公也, 且诸侯旧日治, 比诸侯愿秦之日久矣, 金秦虽破, 长平君, 而秦促死者过半, 国内空, 远绝河山而真人国都, 照应其内, 诸侯宫其外, 破, 秦军必以, 不可, 秦王自命, 不行, 乃使应侯请之, 武安军忠词不肯行, 遂称柄, 秦王使王和带陵江, 八九月为邯郸, 不能拔, 处使春生军即位公子将兵数十万公勤, 君, 秦军多师王, 武安军言曰, 秦不听臣记, 今如何以, 秦王闻之, 怒, 抢起武安, 君, 武安军遂称病毒, 应侯请之, 不起, 于是免武安军未事武, 千之阴密, 武安军病, 未能行, 居三月, 诸侯宫秦军即, 秦军数雀, 十者日志, 秦王乃使人浅白起, 不得留贤, 阳中, 武安军即行, 出贤阳西门十里, 制度游, 秦昭王与印侯群臣一约, 白起之谦, 其意上样样不符, 有余言, 秦王乃使使者四支箭, 自裁, 武安军引箭将自紧, 约, 我贺罪于天而至此灾, 梁九, 约, 我故当死, 长平之战, 赵促将者数十万人, 我诈, 而靖坑之, 士族已死, 遂自杀, 武安军之死也, 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 死而非其罪, 秦仁连之, 相亦皆祭四焉, 王俭者, 平阳东乡人也, 少而好兵, 侍秦始皇, 始皇十一年, 俭将功诏二语, 破之, 八九成, 十八年, 俭将功诏, 岁于, 岁拔赵, 赵王将, 竞定赵帝魏郡, 明年, 燕始经, 柯卫贼于秦, 秦王使王俭功宴, 燕王喜走辽东, 简碎定燕祭而还, 秦始简子王奔及京, 京兵拜, 还姬魏, 魏王将, 碎定魏帝, 秦始皇寂灭三境, 走燕王, 而树破京师, 秦将理性者, 年少壮永, 常以兵数千竹燕, 太子丹至于眼水中, 促破的丹, 始皇以为贤勇, 于是始皇问理性, 无欲功取经, 于将, 君度用几何人而足, 李姓曰, 不过用二十万人, 始皇问王俭, 王俭曰, 非六十, 万人不可, 始皇曰, 王将军老义, 何妾也, 李将军果是壮永, 其言是也, 遂始礼, 姓吉蒙田将二十万难伐经, 王简言不用, 应谢病, 归老于平阳, 李姓公平与, 蒙田公寝, 大破京军, 姓又公焉影, 破之, 于是引兵而息, 与蒙田会臣妇, 经人应随之, 三日三, 夜不顿舍, 大破李姓军, 入两臂, 杀妻都为, 秦军走, 始皇闻之, 大怒, 自持如平阳, 见谢王简曰, 寡人已不用将军记, 理性果辱秦军, 经文经兵日静而息, 将军虽病, 独忍弃寡人呼, 王简谢曰, 老臣罢病被乱, 伟大, 王更则贤将, 始皇谢曰, 以以将军物赋言, 王简曰, 大王必不得已用臣, 非六十万人不可, 始皇曰, 未听将军记耳, 于是王简将兵六十万人, 始皇自送至罢, 上, 王简行, 请每天宅园池慎重, 始皇曰, 将军行以, 何忧平忽, 王简曰, 卫大, 王将, 有功中不得封侯, 故及大王之乡臣, 臣义及时已请园池为子孙夜耳, 始皇大笑, 王简既至官, 始始还请善田者无备, 或曰, 将军之其代, 意义甚矣, 王简曰, 不然, 夫秦王屈而不信仁, 金空秦国假释而专为于我, 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夜以字兼, 故令秦王坐而以我携, 王简果代理性及经, 经文王简义军而来, 乃兮国中兵以剧情, 王简至, 兼臂而守之, 不肯战, 精兵述出挑战, 终不出, 王简日修士喜目, 而善隐时俯循之, 轻与士族同时, 九之, 王简使人问君忠细呼, 对曰, 方投石超巨, 于是王简曰, 士族可用矣, 金术挑战而秦不出, 乃隐而东, 简因举兵追之, 令壮士级, 大破金军, 至其难, 杀其, 将军项燕, 金兵遂败走, 秦英臣胜略定金的诚意, 遂于, 鲁金王赋除, 敬平金的魏郡献, 因南征百岳之君, 而王简子王奔, 与理性破定宴, 其帝, 秦始皇二十六年, 禁并天下, 王氏, 蒙氏公未多, 名师于后世, 秦二氏之时, 王简及其子奔皆已死, 而又灭蒙氏, 承圣之反秦, 秦始王简之孙王黎, 及赵, 为赵王及张尔具陆臣, 或曰, 王黎, 秦之名将也, 经将强秦之兵, 攻心造之兆, 举之必已, 刻曰, 不然, 夫位将三世者必败, 必败者何也, 必其所杀伐多以, 其, 后受其不祥, 经王黎以三世将以, 居无和, 相宇旧赵, 及秦军, 果汝王黎, 王黎君遂, 将诸侯, 太史公约, 比与云, 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白其料敌何便, 出其无穷, 深圳天下, 然不能就换于应侯, 王简未秦将, 移六国, 当世时, 简未宿将, 使皇师之, 然不能辅, 秦剑德, 顾其根本, 偷何取荣, 以至较生, 即孙王黎未向于所录, 不亦一呼, 必各有所, 断也, 所引述赞, 白其, 王简, 俱善用兵, 地位秦将, 拔其破惊, 赵任马福, 长平碎坑, 处现理性, 霸上促行, 奔, 黎祭初, 三代无名, 史记孟子寻清列传, 太史公曰, 于读孟子书, 至梁慧王问, 何以利无国, 为常不费书而探也, 曰, 皆, 呼, 利沉乱之时也, 夫子喊严利者, 常防其远也, 故曰, 放于利而行, 多远, 自天子, 至于数人, 好利之必何以易哉, 梦可, 邹人也, 授业子思之门人, 道继通, 犹是其宣王, 宣王不能用, 是良, 良慧, 亡不果所言, 则见以为于远而阔于世情, 当事之时, 秦用商军, 富国强兵, 储, 未用吾, 其, 战胜若敌, 其威王, 宣王用孙子, 田济之徒, 而诸侯东面朝其, 天下方物于何从连, 横, 以功伐为贤, 而梦可乃树堂, 于, 三代之德, 是以所如者不合, 退而与万章之徒序, 诗书, 述仲尼之义, 作梦子七篇, 其后有邹子之属, 其有三邹子, 其前邹记, 以古秦干威王, 应及国阵, 风味成侯而寿相应, 先孟子, 其次邹衍, 后孟子, 邹衍笃有国者亦因此, 不能上德, 若大雅诊之于生, 师及离数, 义, 乃生观阴阳消息而作怪于之便, 中始, 大胜之偏食于万言, 其宇宏大不惊, 必先艳, 小物, 推而大之, 至于无垠, 先旭经以上至皇帝, 学者所供述, 大病是甚衰, 应载其迹, 翔渡至, 推而远之, 至天地未深, 咬名不可考而远也, 先列中国名山大川, 通古禽兽, 水土所值, 物类所争, 因而推之, 及海外人之所不能度, 称影天地投叛以来, 武德转移, 至各有疑, 而福应若兹, 以为如者所谓中国者, 于天下乃八十亿分居其亿分尔, 中国, 名曰赤县神州, 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 与之序九州是也, 不得为周数, 中国外如赤县神, 周者九, 乃所谓九州也, 于是有必海还之, 人民秦寿莫能相通者, 如一屈中者, 乃为一, 周, 如此者九, 乃有大营海还其外, 天地之济焉, 其数皆此类也, 然要其归, 必指呼人, 一节俭, 君臣上下六卿之师, 始也烂耳, 王公大人初见其术, 居然固化, 其后不能行之, 事已邹子重于其, 事良, 惠王交迎, 执兵主之礼, 事兆, 平原君策行撇席, 如燕, 昭王雍惠先驱, 请列弟子之座而授业, 筑节时宫, 申亲罔施之, 作主运, 其由诸侯见尊, 礼如此, 其与众尼菜色陈菜, 梦可困于其良痛忽哉, 故武王以仁义伐咒而亡, 薄仪恶不, 时周速, 为灵宫问臣, 而孔子不达, 梁惠王谋欲恭召, 梦可称大王去兵, 此其有意阿世, 俗狗何而已哉, 持方瑞玉内还凿, 其能入乎, 或曰, 依引赴鼎而免汤以王, 百里稀饭牛, 车下而谋功用罢, 作仙河, 然后引之大道, 邹衍其言虽不轨, 躺亦有牛顶之意乎, 自邹衍与其之济下先身, 如纯于昆, 圣道, 还渊, 皆子, 田平, 邹氏之徒, 各著书, 言之乱之事, 以干事主, 其可圣道哉, 淳于昆, 其人也, 博文强记, 学摩所主, 其见说, 沐燕因之为人也, 然而诚意观色, 为悟, 可有见昆于梁惠王, 惠王平左右, 独坐而再见之, 终无言也, 惠王怪之, 以让可, 曰, 子之称纯于先身, 管, 焰不及, 即见寡人, 寡人未有得也, 其寡人不足为言邪, 何故哉, 可以为昆, 昆曰, 故也, 无前见王, 王志在驱逐, 后父见王, 王志在阴身, 无事以默然, 客具以报王, 王大害, 曰, 皆呼, 淳于先身成圣人也, 前淳于先身, 之来, 人有献善马者, 寡人未及是, 会先身至, 后先身之来, 人有献殴者, 未及是, 以, 会先身来, 寡人虽凭人, 然思心在比, 有之, 后存于昆见, 依宇连三日三夜无卷, 会, 王豫以倾向未呆之, 昆应谢去, 于是送以安车驾四, 数伯加弊, 黄金曹矣, 终身不适, 圣道, 赵人, 天篇, 皆子, 其人, 还渊, 楚人, 皆学皇老道德之术, 应发明序其旨, 义, 故圣道者十二论, 还渊者上下篇, 而田篇, 皆子皆有所论焉, 邹逝者, 其诸邹子, 亦颇采邹眼之术以记闻, 于是其王家之, 自如淳于昆以下, 皆命约列大夫, 为开帝康庄之渠, 高门大巫, 尊, 宠之, 懒天下诸侯宾客, 言其能治天下贤事也, 寻清, 赵人, 年武时使来游学于其, 邹眼之术于大而红辩, 世也文句难诗, 淳于昆, 九语处, 时有得善言, 故其人诵曰, 谈天眼, 雕龙氏, 至谷过昆, 田篇之属皆已死, 其相亡时, 而寻清最为老师, 其上修裂大夫之缺, 而寻清三位祭酒焉, 其人或缠寻清, 寻清乃是楚, 而春生君已为蓝陵陵, 春生君死而寻清费, 应加蓝陵, 李思常为弟子, 以, 而相情, 寻清吉卓氏之震, 亡国乱君相属, 不遂大道而淫于乌柱, 性寄祥, 比如小居, 如庄舟等又滑稽乱俗, 于是推如, 末, 道德之行是心坏, 序列者数万言而促, 阴藏蓝陵, 而照义有公孙龙未兼白痛意之辩, 巨子之言, 未有理亏, 尽地利之教, 处有狮子, 常如, 阿之玉子焉, 自如孟子至于玉子, 是多有其书, 故不论其传云, 盖莫宅, 宋之大夫, 善守玉, 未结用, 或约并孔子时, 或约在其后, 所引述赞, 六国之末, 战胜香雄, 苛由其, 为, 其说不通, 退而住树, 称无道琼, 蓝陵是楚, 邹眼谈空, 康庄虽裂, 莫见收宫, 史记孟长君列传, 孟长君明文, 姓田氏, 文之父曰靖郭君田英, 田英者, 其威王少子而其宣王树帝也, 田英自威王时任职用氏, 与承侯邹记及田记将而就含乏位, 陈侯与田记真宠, 陈侯迈, 田记, 田记具, 习其之鞭意, 不慎, 王走, 惠威王促, 宣王力, 知陈侯迈田记, 乃富赵, 田记以为江, 宣王二年, 田记与孙并, 田英俱乏位, 拜之马林, 鲁位太子生而杀位江旁, 捐, 宣王七年, 田英始于韩, 为, 韩, 为福于齐, 英语韩昭侯, 为惠王会齐宣王东阿南, 蒙而去, 明年, 赋予梁慧王会珍, 誓岁, 梁慧王醋, 宣王九年, 田英相齐, 齐宣王语, 为湘王会徐州而向望也, 楚威王闻之, 怒田英, 明年, 楚伐拜其施于徐州而使人竹田, 因, 田英始张丑说除威王, 威王乃至, 田英相齐十一年, 宣王促, 闽王即位, 即位三年, 而封田英于靴, 初, 田英有子四十余人, 其见妾有子明文, 文以五月五日生, 因告其母曰, 勿举, 也, 其母妾举身之, 即长, 其母英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英, 田英怒其母曰, 无令若, 去此子, 而感生之, 何也, 文顿守, 英曰, 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 何故, 英曰, 五月子者, 常与户其, 将不利其父母, 文曰, 人生受命于天乎, 将受命于户邪, 英莫然, 文曰, 必受命于天, 君何忧焉, 必受命于户, 则可高其护耳, 谁能治者, 英曰, 子修矣, 久之, 文臣兼问其父英曰, 子之子为何, 曰, 为孙, 孙之孙为何, 曰, 为玄孙, 玄孙之孙为何, 曰, 不能知也, 文曰, 君用事相其, 至今三, 亡以, 其不加广而君思加父类万经, 门下不见一贤者, 文文将门必有江, 乡门必有相, 经君后宫岛起湖而是不得贺, 仆妾于粮肉而是不厌糟, 经君右上后积于藏, 欲以以索, 不知何人, 而望宫甲之事日损, 闻妾怪之, 于是因乃李文, 使主家呆宾客, 宾客日静, 名声闻于诸侯, 诸侯皆使人请薛公田应以文为太子, 应许之, 应促, 侍卫靖国君, 而, 文果代曆于薛, 侍卫孟长君, 孟长君在薛, 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 皆归孟长君, 孟长君舍业后遇之, 已故, 清天下之事, 时刻数千人, 无贵见义语文等, 孟长君待刻作语, 而平封后常有事使, 主, 寄君所欲客语, 问亲戚居处, 客去, 孟长君以史史存问, 献以其亲戚, 孟长君曾待刻也, 时, 有义人必火光, 刻怒, 以饭不等, 措食辞去, 孟长君起, 自持其犯彼之, 刻残, 自, 敬, 是以此多归孟长君, 孟长君刻魔所则, 皆善欲之, 人人各自以为孟长君清己, 秦昭王闻其贤, 乃仙使今阳君位置于其, 以求见孟长君, 孟长君将入秦, 宾客墨欲, 其行, 见, 不听, 苏代未曰, 金诞代从外来, 见目于人与土于人相语, 目于人曰, 天语, 子将拜以, 土于人曰, 我身于土, 拜则归土, 今天语, 留子而行, 为之所, 止息也, 金秦, 虎狼之国也, 而君欲网, 如有不得海, 君的无畏土于人所孝乎, 孟, 长君乃至, 其敏王二十五年, 付促使孟长君入秦, 昭王即以孟长君为秦相, 人或说秦昭王曰, 孟长君贤, 而又其族也, 金相秦, 必先其而后秦, 秦其为以, 于是秦昭王乃至, 求, 孟长君, 谋欲杀之, 孟长君使人抵昭王信姬求解, 信姬曰, 切元的君胡白求, 此时, 孟长君有一胡白求, 值千金, 天下无双, 入秦县之昭王, 更无他求, 孟长君换之, 便问, 可, 莫能对, 最下座有能为苟道者, 曰, 成能得胡白求, 乃叶未狗, 已入秦宫赃中, 取所献胡白求至, 以献秦王信姬, 信姬未言昭王, 昭王是孟长君, 孟长君得出, 即持, 去, 更疯传, 便明信已出关, 夜半至寒故关, 秦昭王后悔出孟长君, 求之已去, 即使人, 持传逐之, 孟长君至官, 官法积明而出客, 孟长君恐追至, 客之居下作者有能为积明, 而积其名, 遂发传出, 出如实请, 情追果至官, 以后孟长君出, 乃还, 使孟长君列此而, 仁于宾客, 宾客尽修之, 即孟长君有情难, 促此而仁拔之, 自适之后, 客皆福, 孟长君过照, 照平原君客之, 照人文孟长君贤, 出官之, 接孝曰, 使以薛公未魁, 然也, 今世之, 乃渺小丈夫而, 孟长君文之, 怒, 客与俱者下, 着急杀数百人, 碎灭, 一线已去, 其敏王不自得, 以其遣孟长君, 孟长君志, 则以为其相, 认证, 孟长君愿情, 将以其魏韩, 魏公储, 应与韩, 魏公秦, 而戒兵食于西州, 苏代魏西, 周魏曰, 军以其魏韩, 魏公储九年, 取婉, 夜以北以强韩, 魏, 今赴公秦以一支, 韩, 魏南无处忧, 西无情患, 则其为矣, 韩, 魏必倾其为情, 臣魏君为之, 君不如令弊义, 身和于情, 而君无功, 又无戒兵食, 君领韩谷而无功, 令弊义以君之情为情招王曰, 薛, 功必不破情以强韩, 魏, 其功情也, 欲王之令楚王歌东国已与其, 而情出楚怀王已为何, 君令弊义以此会情, 情得无破而以东国自免也, 情必欲之, 楚王得出, 必得其, 其, 得东国一强, 而薛世事无患矣, 情不大弱, 而楚三境之息, 三境必重其, 薛公曰, 善, 因令韩, 为何情, 使三国无功, 而不戒兵食于西州矣, 事时, 楚怀王入情, 情留, 知, 故欲必出之, 情不果出楚怀王, 孟长君相齐, 其舍人为子为孟长君收一入, 三反而不至一入, 孟长君问之, 对曰, 有贤者, 妾甲与之, 已故不置入, 孟长君怒而退位子, 居数年, 人或回孟长君于其, 敏王曰, 孟长君将未乱, 即田甲皆敏王, 敏王亦宜以孟长君, 孟长君乃奔, 为子所语, 素贤者闻之, 乃尚书言孟长君不作乱, 请以身为盟, 遂自井宫门以明孟长君, 敏王乃今, 而宗姬艳问, 孟长君果无反谋, 乃妇照孟长君, 孟长君因谢病, 归老于靴, 敏王许之, 其后, 秦王将屡里相齐, 欲困苏代, 待乃为孟长君曰, 周罪于其, 至后也, 而其, 王逐之, 而听清福相屡里者, 欲取秦也, 其, 秦和, 则清福与履历众矣, 有用, 其, 秦, 必清君, 君不如己北兵, 屈照以和秦, 为, 收周罪以后行, 且反其王之信, 又尽天下之, 辩, 其无情, 则天下及其, 清福必走, 则其王属于为其国也, 于是孟长君从其继, 而, 履历即害于孟长君, 孟长君据, 乃以秦香然侯卫, 书曰, 无闻秦玉以履历收其, 其, 天下之强国也, 子必清以, 其秦香取以灵三境, 履历必并相以, 是子通其以众履历也, 若其免于天下之, 兵, 其仇子必身以, 子不如劝秦王法其, 其破, 无情以所得疯子, 其破, 秦为敬之强, 秦必众子以取敬, 敬国必于其而为秦, 敬必众子以取秦, 是子破其以为公, 邪敬以为众, 是子破其定封, 秦, 敬交虫子, 若其不破, 屡礼富用, 子必大穷, 于是仰侯言于秦, 昭王法其, 而屡礼王, 后其敬王灭宋, 一交, 欲去孟长君, 孟长君孔, 乃如位, 为昭王以为乡, 西河于秦, 赵, 与燕共伐破其, 其敬王王再举, 碎死烟, 其乡王立, 而孟长君忠立于诸侯, 摩索, 数, 其乡王兴立, 为孟长君, 与联合, 父亲薛公, 文促, 是为孟长君, 诸子真立, 而其, 为共灭薛, 孟长觉四无后也, 初, 逢欢文孟长君好客, 聂敲而见之, 孟长君曰, 先申远辱, 何以叫文也, 逢, 欢曰, 文君好事, 以平生归于君, 孟长君致传舍时日, 孟长君问传舍常曰, 可何, 所为, 答曰, 逢先生圣平, 有有一剑耳, 又快勾, 但其剑耳歌曰, 长甲归来乎, 时, 无于, 孟长君千知信舍, 时有余矣, 五日, 又问传舍常, 答曰, 可负弹剑耳歌曰, 长甲归来乎, 出无余, 孟长君千知待舍, 出入乘于车椅, 五日, 孟长君赴问传舍, 长, 舍常答曰, 先申又长弹剑耳歌曰, 长甲归来乎, 无以为家, 孟长君不悦, 居姬年, 逢欢魔所言, 孟长君时相骑, 丰万户于靴, 其时刻三千人, 亦入不足以奉, 刻, 使人出钱于靴, 岁于不入, 待前者多不能与其席, 刻奉将不给, 孟长君幽知, 问左, 又, 何人可使收债于靴者, 传舍常曰, 待舍刻逢公形容状茂盛变, 长者, 无他计, 能, 以可令收债, 孟长君乃尽逢欢而请之曰, 宾客不知闻不孝, 信灵闻者三千余人, 亦入不足以奉宾客, 故出席前于靴, 靴岁不入, 名颇不予其席, 今刻时恐不给, 原先, 深则之, 逢欢曰, 诺, 此行, 至靴, 照取孟长君前者接会, 得席前十万, 乃多酿, 酒, 买肥牛, 照诸取前者, 能与习者皆来, 不能与习者亦来, 皆持取前之劝书何之, 其, 未会, 日杀牛至酒, 酒憨, 乃持劝如前何之, 能与习者, 与为其, 凭不能与习者, 取其, 劝而烧之, 曰, 孟长君所以待前者, 为明知无者亦为本业也, 所以求习者, 为无以奉, 客也, 经付给者亦要其, 贫穷者凡劝书亦捐之, 诸君强饮食, 有君如此, 岂可负栽, 作者皆起, 再拜, 孟长君闻逢欢烧劝书, 怒而使使召欢, 欢至, 孟长君曰, 闻时刻三千人, 故待前, 于靴, 闻奉亦少, 而名上多不以时与其席, 刻时恐不足, 故请先生收择之, 闻先生的钱, 即以多巨牛酒而烧劝书, 和, 逢欢曰, 然, 不多巨牛酒即不能避讳, 无以知其有, 于不足, 有余者, 未要其, 不足者, 虽守而则之十年, 其越多, 即, 即以逃亡自捐之, 若即, 中无以偿, 上则为君好力不爱是名, 下则有离上抵父之名, 非所以力是名张君生, 也, 焚无用虚债之劝, 捐不可得之虚记, 令薛明清君而张君之善身也, 君有何遗焉, 孟长君乃俯首而谢之, 其王获于秦, 处之悔, 以为孟长君名高其主而善其国之权, 遂费孟长君, 诸客见孟, 长君费, 接去, 冯欢约, 借臣车亦臣, 可已入秦者, 必令君众于国而奉义亦广, 可乎, 孟长君乃约车必而遣之, 冯欢乃兮说秦王约, 天下之由是冯氏解引兮入秦者, 无, 不欲强秦而若其, 冯氏解引东入秦者, 无不欲强其而若其, 此雄辞之国也, 事不两立位, 雄, 雄者得天下矣, 秦王继而问之曰, 何以使秦无畏辞而可, 冯欢约, 王一知, 其知废梦长君呼, 秦王约, 闻之, 冯欢约, 使其重于天下者, 梦长君也, 经其, 王已毁废之, 其心愿, 必备其, 备其入秦, 则其国之秦, 仁氏之臣, 敬伟之秦, 其得可, 得也, 其之为雄也, 君即使使载必因迎梦长君, 不可施使也, 如有其觉悟, 附用梦长君, 则此雄之所在未可知也, 秦王大悦, 乃遣车时圣黄金百亿以迎梦长君, 逢欢此以先, 行, 至其, 说其王曰, 天下之游是逢世杰隐东入其者, 无不欲强其而弱情者, 逢世杰, 隐熙入情者, 无不欲强情而弱其者, 夫情其雄辞之国, 情强则其若以, 此事不两雄, 今, 臣妾闻情前使车时圣载黄金百亿以迎梦长君, 梦长君不惜则以, 昔入相情则天下归之, 情为雄而其为此, 此则灵资, 即莫为矣, 王和不先请使之味道, 赴梦长君, 而亦语之矣, 以谢之, 梦长君必喜而受之, 情虽强国, 岂可以请人乡而迎之哉, 折情之谋, 而绝其霸, 强之略, 其王曰, 善, 乃使人至敬后情使, 情使车事入其境, 使还持告之, 王兆, 梦长君而赴其相位, 而与其故意之地, 又亦以千户, 情之使者闻梦长君赴香其, 还车而, 去矣, 自其王毁废梦长君, 诸客皆去, 后赵儿赴之, 逢欢迎之, 卫道, 梦长君太席探约, 文长浩克, 欲克摩索感师, 时克三千有余人, 先生所知也, 克见文一日废, 皆被文儿, 去, 莫顾文者, 经赖先生的父其位, 克亦有何面目附见文乎, 如赴见文者, 必拓其面儿, 大辱之, 逢欢节配下拜, 梦长君下车皆之, 曰, 先生为克谢乎, 逢欢曰, 非为, 克谢也, 为君之言师, 夫物有必至, 事有固然, 君之之乎, 梦长君曰, 于不知所谓, 也,曰, 身者必有死, 物之必至也, 富贵多事, 贫贱寡有, 事之固然也, 君独不见, 夫去事者乎, 明诞, 侧间真门而入, 日暮之后, 过世朝者掉避而不顾, 非好朝而恶目, 所其勿望其中, 京君失位, 宾客皆去, 不足以怨事而图决宾客之路, 原君遇客如故, 孟长君在拜曰, 竟从命以, 文先生之言, 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 无常过靴, 其俗旅里律多报劫子弟, 宇州, 鲁书, 问其故, 曰, 孟长, 君招至天下任侠, 奸人入靴中盖六万余家以, 事之传孟长君好客自喜, 名不须以, 所引述赞, 靖郭之子, 威王之孙, 继强其国, 石膏其门, 好客喜事, 见仲平原, 鸡鸣狗道, 魏子, 逢暖, 如何沉洁, 薛县图存, 史记平原君于清列传, 平原君照圣者, 照之朱公子也, 朱子终圣最贤, 喜宾客, 宾客盖至者数千人, 平原, 君相照会文王及孝成王, 三去乡, 三副位, 风于东五尘, 平原君家楼林明家, 明家有避者, 盘散行集, 平原君美人居楼上, 林剑, 大孝之, 明日, 避者至平原君门, 请约, 成文君之喜事, 事不远千里而至者, 以君能贵事而见, 妾也, 成不幸有霸龙之病, 而君之后功灵而孝成, 成元的孝成者头, 平原君孝应曰, 若, 必辙去, 平原君孝曰, 观此数子, 乃欲以一孝之故杀五美人, 不亦胜乎, 中不杀, 居遂于, 宾客门下设人稍稍隐去者过半, 平原君怪之, 曰, 圣所以呆诸君者, 未常敢施礼, 而去者何多也, 门下一人前队曰, 以君之不杀孝避者, 以君为爱瑟而, 见世, 世及去而, 于是平原君乃斩孝避者美人头, 自造门禁避者, 应谢烟, 其后门下, 乃父稍稍来, 事时其有梦长, 未有姓灵, 处有春生, 故真相亲已待世, 秦之为寒丹, 照使平原君求救, 何从于处, 约于时刻门下有永利文武被聚者二十人, 写, 平原君曰, 使文能取胜, 则善矣, 文不能取胜, 则煞血于华屋之下, 必得定从而, 还, 事不外所, 取于时刻门下足矣, 的十九人, 于无可取者, 无以满二十人, 门下有, 毛岁者, 前, 自赞于平原君曰, 岁文君将何从于处, 约于时刻门下二十人携, 不外所, 经少一人, 原君即以岁被援而行矣, 平原君曰, 先身处圣之门下几年于此矣, 毛岁曰, 三年于此矣, 平原君曰, 夫贤事之处事也, 辟若追之处囊中, 其莫利剑, 经先身处圣之门下三年于此矣, 左右未有所称颂, 圣未有所闻, 是先身无所有也, 先, 身不能, 先身留, 毛岁曰, 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而, 使岁早的处囊中, 乃引脱而出, 非特其莫见而已, 平原君敬与毛岁携, 使九人相与木孝之而未废也, 毛岁比至处, 与十九人论义, 十九人皆伏, 平原君与处何从, 严其利害, 日出而言, 知, 日中不绝, 使九人为毛岁曰, 先身上, 毛岁按建立皆而上, 为平原君曰, 从, 知利害, 两言而绝而, 今日出而言从, 日中不绝, 何也, 楚王为平原君曰, 刻何谓, 这也, 平原君曰, 是圣之设人也, 楚王赤曰, 胡不下, 无奈羽而君言, 如何谓, 这也, 毛岁按建而前曰, 王之所以赤岁者, 以楚国之众也, 今时不知内, 王不得是, 楚国之众也, 王之命献于遂守, 无君在前, 赤者何也, 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 王天下, 闻王以百里之壤而成诸侯, 其其士族众多哉, 成能聚其士而奋其威, 今处地方五千里, 持几百万, 此霸王之之也, 以楚之强, 天下福能当, 百起, 小数子而, 绿数万之众, 兴, 施以与楚战, 一战而举烟影, 再战而烧一灵, 三战而辱王之先人, 此百世之愿而赵之所, 修, 而王福之恶焉, 何从者未处, 非未赵也, 无君在前, 赤者何也, 楚王曰, 唯唯, 承若先生之言, 谨奉设计而以从, 毛岁曰, 从定乎, 楚王曰, 定以, 毛岁, 为楚王之左右曰, 取鸡狗马之血来, 毛岁奉铜盘而贵境之楚王曰, 王当煞血而定, 从, 四者无君, 四者岁, 岁定从于殿上, 毛岁左手持盘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 公香, 与煞此血于堂下, 公等陆陆, 所谓因人尘事者也, 平原君已定从而归, 归至于赵, 曰, 圣不敢赴相识, 圣相识多者千人, 寡者百数, 自以为不失天下之事, 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 毛先生已至楚, 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 毛先生已三寸之舌, 强于百万之师, 圣不敢赴相识, 遂以为尚可, 平原君既返赵, 楚使春生君将兵赴旧赵, 为信林君一脚夺进比君王旧赵, 皆为至, 秦即为邯丹, 邯丹籍, 且将, 平原君圣换之, 邯丹传舍利子李同说平原君曰, 君不忧, 赵王邪, 平原君曰, 赵王则圣为辱, 何谓不忧乎, 李同曰, 邯丹之名, 吹古矣, 子儿时, 可谓己以, 而君之后功以百数, 避窃背起乎, 于粮肉, 而明赫依不完, 遭康补, 燕, 明困兵境, 或善目为茅使, 而君弃物中庆自若, 使情破照, 君安得有词, 使照得全, 君何患无有, 经君臣能令夫人以下鞭于士族之间, 分工而作, 家之所有尽散以享事, 侍方其为苦之时, 以得而, 于是平原君从之, 得敢死之是三千人, 李痛岁与三千人父, 秦军, 秦军未知却三十里, 义会处, 未救治, 秦冰岁罢, 邯丹复存, 李同战死, 封其父, 为李侯, 于清玉以信林君之存含单位平原君请封, 公孙龙闻之, 夜驾见平原君曰, 龙闻于, 清玉以信林君之存含单位君请封, 有之乎, 平原君曰, 然, 龙曰, 此神不可, 且王举君而相照者, 非以君之志能为赵国无有也, 歌东武臣而封君者, 非以君为有功也, 而以国人无虚, 乃以君为亲戚故也, 君寿相应不辞无能, 歌帝不言无功者, 亦自以为, 亲戚故也, 经信林君存含单而请封, 是亲戚受臣而国人寄功也, 此神不可, 且于清操其, 两权, 是臣, 操幼劝以择, 是不臣, 以须明得君, 君必勿听也, 平原君遂不听于清, 平原君以赵孝成王十五年促, 子孙代, 后靖与赵巨王, 平原君后代公孙龙, 公孙龙善未兼白之便, 即邹延过赵延至道, 乃处公孙龙, 于清者游说之事也, 聂敲颜登说照孝成王, 一剑赐黄金百亿, 白币一双, 再见, 为赵上清, 故好为于清, 秦赵战于长平, 赵不慎, 王亦都为, 赵王赵楼昌与于清曰, 君战不慎, 为赴死, 寡人使数甲而屈之, 何如, 楼昌约, 无意也, 不如发众使未够, 于清曰, 昌言, 够者, 以为不够君必破也, 而至够者在秦, 且王之论秦也, 欲破赵之君忽, 不邪, 王, 曰, 情不宜于利矣, 必且欲破赵君, 于清曰, 王听臣, 发使出重宝以赴楚, 为, 楚, 为欲的王之重宝, 避内无始, 赵使入楚, 为, 秦必宜天下之何从, 且必恐, 如此, 则够乃可谓也, 赵王不听, 与平阳君未够, 发振诸入秦, 秦内之, 赵王赵于清曰, 寡人使平阳君未够于秦, 秦以内振诸以, 秦之为西如, 于清对曰, 王不得够, 军必, 破亿, 天下贺战者皆在秦以, 郑诸, 贵人也, 入秦, 秦王与应侯必显重已是天下, 除, 未以赵未够, 必不就亡, 秦之天下不就亡, 则够不可得臣也, 应侯果显正诸已是天下, 贺战胜者, 终不肯够, 长平大败, 遂为邯丹, 为天下孝, 秦记解邯丹为, 而赵王入朝, 使赵好曰是于秦, 歌六线而够, 于清为赵王曰, 秦, 知公王也, 眷而归乎, 王以其力上能尽, 爱王而福公乎, 王曰, 秦知公我也, 不宜, 于利以, 必以眷而归也, 于清曰, 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 眷而归, 王又以其力之, 所不能取以送之, 事助秦自公也, 来年秦父公王, 王无就已, 王以于清之言赵好, 赵, 好曰, 于清臣能尽秦力之所致乎, 臣知秦力之所不能尽, 此但丸之地浮予, 令秦来年, 复公王, 王得无歌其内而够乎, 王曰, 请听子歌, 子能必是来年秦之不复公我乎, 照好对曰, 此非臣之所感任也, 他日三尽之交于秦, 相善也, 经秦善含, 为而公王, 王之所以是秦必不如含, 为也, 京臣卫族下解父亲之功, 开关通必, 其交含, 为, 至, 来年而王独取公于秦, 此王之所以是秦必在含, 为之后也, 此非臣之所感任也, 王已告于清, 于清对曰, 好言, 不够, 来年秦父公王, 王得无歌其内而够乎, 经够, 好又已不能必秦之不复公也, 经虽割六臣, 何以, 来年复公, 又割其力之所不能, 取而够, 此自尽之数也, 不如无垢, 秦虽善公, 不能取六县, 照虽不能守, 终不失六臣, 秦眷而归, 兵必罢, 我以六臣收天下以公罢情, 是我施之于天下而取长于情也, 吾国, 上吏, 属与坐而割地, 自若以强情灾, 经好曰, 秦善含, 为而公罩者, 必王之事情不如, 含, 为也, 事事王岁以六臣事情也, 急坐而沉静, 来年秦父求割地, 王将与之乎, 福, 与, 是弃前公而挑情或也, 与之, 则无的而给之, 与曰, 强者善公, 弱者不能守, 经, 坐而听情, 情兵不必而多得的, 是强情而弱照也, 以异强之情而割月弱之照, 其继故不, 之意, 且王之地有敬之地而给摩以之求, 其事必无照以, 赵王继未定, 楼缓从秦来, 赵王与楼缓继之, 曰, 与秦的如无语, 书籍, 缓辞, 让曰, 此非臣之所能之也, 王曰, 虽然, 誓言公之私, 楼缓对曰, 王义文夫, 公辅文伯母乎, 公辅文伯是于鲁, 病死, 女子未自杀于房中者二人, 其母闻之, 福枯也, 其相是曰, 焉有子死而福枯者乎, 其母曰, 孔子, 贤人也, 逐于鲁, 而是人不, 随也, 经死而妇人为之自杀者二人, 弱势者必其余长者薄而于妇人后也, 故从母言之, 是未贤母, 从其言之, 是必不免为妒妻, 故其言亦也, 言者亦则人心便已, 经臣心从, 勤来而言物语, 则非济也, 言语之, 孔王已成为为勤也, 故不敢对, 使臣的为大王记, 不如与之, 王曰, 诺, 于清闻之, 入见王曰, 此事说也, 王废物语, 楼缓闻之, 网见王, 王又以于清, 之言告楼缓, 楼缓对曰, 不然, 于清的其一, 不得其二, 夫情照够男儿天下皆说, 和, 也, 曰, 无且因强而承若矣, 经照兵困于秦, 天下之贺战胜者则必尽在于秦矣, 故不, 如及各地为何, 以以天下而为秦之心, 不然, 天下将因秦之怒, 成照之弊, 瓜分之, 照, 且王, 和秦之屠乎, 故曰于清的其一, 不得其二, 原王以此觉知, 物负济也, 于清文之, 网见王曰, 为灾楼子之所以为秦者, 事悦以天下, 而何为秦之心灾, 独不言其事天下若乎, 且成言物语者, 非故物语而已也, 秦所六臣于王, 而王以六臣路, 其, 其, 秦之身仇也, 得王之六臣, 并立息及秦, 其之听王, 不代辞之弊也, 则是王师, 之于其而取偿于秦也, 而其, 照之身仇可以报以, 而是天下有能为也, 王以此发生, 兵, 为亏于尽, 臣见秦之重路至赵而反购于王也, 从秦未够, 含, 未闻之, 必尽众王, 众王, 必出众宝以先于王, 则是王一举而结三国之青, 而与秦亦道也, 赵王曰, 闪, 则始于清东见其王, 与之谋秦, 于清未反, 秦使者已在赵以, 楼唤文之, 王去, 赵于是, 封于清以一臣, 居请之, 而未请未从, 赵孝臣王赵于清谋, 过平原君, 平原君曰, 原清之论从也, 于清入见王, 王曰, 未请未从, 对曰, 未过, 王曰, 寡人故未知许, 对曰, 王过, 王曰, 未请从, 清曰未过, 寡人未知许, 又曰寡人过, 然则从中部, 可乎, 对曰, 成文小国之与大国从事也, 有利则大国受其福, 有败则小国受其货, 今未以小国请其货, 而王以大国辞其福, 成故曰王过, 未亦过, 妾以为从辩, 王曰, 善, 乃何谓未未从, 于清济以为其之故, 不重万户侯倾向之应, 于为其奸行, 促去照, 困于良, 为其以, 死, 不得意, 乃著书, 上采春秋, 下官尽事, 曰结义, 称号, 揣摩, 正谋, 凡八篇, 以, 伺机国家得失, 是传之曰于是春秋, 太史公曰, 平援军, 偏偏着是之家公子也, 然未堵大体, 比喻曰, 立令至婚, 平, 援军贪逢停携说, 使照现场平兵四十余万众, 邯丹己王, 于清料是揣秦, 为照画策, 和, 其公也, 及不忍为其, 促困于大梁, 拥夫且知其不可, 旷贤人乎, 然于清非穷愁, 异不, 能著书已自荐于后世云, 所引述赞, 翩翩公子, 天下奇弃, 笑姬丛禄, 亦是增弃, 兵解礼同, 蒙定茅碎, 于清涅敲, 受赏料事, 及困为其, 诸书建议, 使记为公子列传, 为公子无忌者, 为昭王子少子, 而为安黎王义母帝也, 昭王轰, 安黎王即为, 封公子, 为姓陵君, 适时泛虽王为乡秦, 以愿为其顾, 秦兵为大梁, 破为华阳下军, 走芒卯, 为, 王及公子换之, 公子为人人而下誓, 是无贤不孝皆迁而礼交之, 不敢以其富贵交誓, 誓以此方数千, 礼真往归之, 至时刻三千人, 当事时, 诸侯以公子贤, 多刻, 不敢加兵谋卫时余年, 公子与魏王博, 而北径传举风, 言, 赵寇至, 且入戒, 魏王是伯, 欲赵大臣谋, 公子指王曰, 赵王田烈尔, 非魏寇也, 父伯如故, 王恐, 心不再伯, 居请, 父从北, 方来传言曰, 赵王烈尔, 非魏寇也, 魏王大京, 曰, 公子何以知之, 公子曰, 臣之刻有能申得赵王因事者, 赵王所为, 刻者以报臣, 臣以此之之, 事后为王卫公, 子之贤能, 不敢任公子以国阵, 为有影视约侯赢, 年期时, 家平, 为大梁一门奸者, 公子闻之, 往寝, 欲后一之, 不肯受, 约, 臣修申邪行数十年, 中不以奸门困固而受公子财, 公子于是乃至九大, 会宾可, 坐定, 公子从车骑, 须左, 自营一门侯生, 侯生设臂一关, 直上载公子上坐, 不让, 欲以关公子, 公子直配月公, 侯生又为公子曰, 臣有刻在仕途中, 远往车骑过, 知, 公子引车入婆, 侯生下见齐克诸亥, 比尼顾九历, 与齐克语, 为查公子, 公子言, 色月合, 当事时, 为江向宗室宾客满堂, 呆公子举酒, 婆人接官公子直配, 从其接妾骂, 侯生, 侯生是公子色忠不便, 乃谢客旧车, 至家, 公子引侯生坐上坐, 便赞宾客, 宾客, 接经, 酒憨, 公子起, 未受侯生钱, 侯生因为公子曰, 今日迎之为公子一族以, 迎乃, 宜门报官者也, 而公子亲往车骑, 自迎迎于众人广坐之中, 不宜有所过, 经公子顾过之, 然迎欲救公子之名, 故酒立公子车骑婆中, 过客以官公子, 公子越宫, 婆人皆以迎卫, 小人, 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事也, 于是罢酒, 侯生遂未上课, 侯生为公子曰, 臣所过徒者诸害, 此子贤者, 是莫能知, 故隐徒坚儿, 公子往, 恕请之, 诸害故不复谢, 公子怪之, 为安黎王二十年, 秦昭王已破照常平军, 又进兵为邯郸, 公子姐为照会文王帝平原, 君夫人, 恕以为王及公子书, 请就余为, 为王使将军进彼江十万众就照, 秦王使使者告, 为王曰, 乌公照弹幕且下, 而诸侯赶救者, 以拔照, 必宜兵先及之, 为王恐, 使人, 指敬彼, 刘军毕业, 名为旧照, 时持两端以观望, 平原军使者观盖相属于为, 让为公子, 曰, 圣所以自父为婚姻者, 以公子之高义, 为能及人之困, 惊含丹弹幕将情而为旧部, 至, 安在公子能及人之困也, 且公子纵轻盛, 弃之将情, 独不连公子解邪, 公子换之, 恕请卫王, 及宾客便是说王万端, 卫王卫情, 忠不听公子, 公子自度忠不能的之于王, 既不独身而令赵王, 乃请兵客, 约车其百余圣, 欲以客往赴秦军, 与赵俱死, 行过宜门, 见侯生, 据告所以欲死秦军状, 辞绝而行, 侯生曰, 公子免之以, 老, 臣不能从, 公子行述礼, 心不快, 曰, 无所以待侯生者被以, 天下莫不闻, 今无且, 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词送我, 我岂有所施灾, 复饮车海, 问侯生, 侯生孝曰, 成故, 知公子之海也, 曰, 公子喜事, 明闻天下, 今有难, 无他端而欲赴秦军, 辟若已肉, 头内虎, 何公之有灾, 上安是可, 然公子欲成后, 公子往而成不送, 以示之公子恨之父, 反也, 公子再败, 应问, 侯生乃平仁监语, 曰, 迎闻尽笔之兵符藏在王卧内, 而如, 积罪信, 出入王卧内, 力能窃之, 迎闻如积父为人所杀, 如积资之三年, 自亡以下欲求, 报其复仇, 莫能得, 如积为公子弃, 公子时刻斩其仇头, 静静如积, 如积之欲为公子死, 摩索辞, 故未有路而, 公子诚意开口请如积, 如积必许诺, 则得虎福夺进彼军, 北九, 赵儿兮却请, 此五霸之法也, 公子从其迹, 请如积, 如积果道进彼兵符与公子, 公子行, 侯申曰, 将在外, 主令有所不受, 以便国家, 公子即何福, 而静彼不受, 公子兵而父请之, 事必为以, 乘客徒者诸害可语句, 此人立誓, 静彼听, 大善, 不听, 可使及之, 于是公子弃, 侯申曰, 公子未死邪, 何弃也, 公子曰, 静彼偶则诉, 将, 网恐不听, 必当杀之, 事以弃而, 其未死灾, 于是公子请诸害, 诸害孝曰, 乃是紧骨刀徒者, 而公子倾诉存之, 所以不报谢者, 以为小礼魔所用, 经公子有吉, 此, 乃臣孝命之秋也, 遂与公子聚, 公子过谢侯申, 侯申曰, 乘宜从, 老不能, 请恕公, 子行日, 以至敬彼君之日, 北乡自井, 以送公子, 公子遂行, 至夜, 脚位王令带静彼, 静彼何福, 宜之, 举首是公子曰, 金吾雍十万之众, 囤, 于静上, 国之重任, 金丹车来带之, 何如哉, 欲无听, 诸害袖四十金铁锥, 追杀静彼, 公子遂将静彼君, 勒兵下令军中曰, 父子聚在军中, 父归, 兄弟聚在军中, 兄归, 独子无兄弟, 归养, 得选兵八万人, 进兵及秦军, 秦军解去, 遂就涵丹, 存赵, 赵王, 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戒, 平原君赴兰十位公子先迎, 赵王在拜曰, 自古贤人未有吉功, 自这也, 当此之时, 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 公子与侯申爵, 治君, 侯申果北乡自警, 为王怒公子之道其兵符, 绞杀静彼, 公子亦自知也, 以雀勤存赵, 始将将其君归位, 而公子独与克刘赵, 赵孝成王得公子之脚夺静彼兵而存赵, 乃于平原君记, 以武成封, 公子, 公子闻之, 亦交金而有自公之色, 可有说公子曰, 物有不可望, 或有不可不望, 夫人有得于公子, 公子不可望也, 公子有得于人, 原公子望之也, 且较为王令, 夺静, 彼兵已救赵, 于赵则有公义, 于卫则未为忠臣也, 公子乃自焦而公之, 且为公子不取也, 于是公子立自责, 似若魔所容者, 赵王扫除自淫, 执主人之礼, 引公子就西街, 公, 子侧行辞让, 从东街上, 自言罪过, 以赴于位, 无功于赵, 赵王是九至木, 口不忍献无, 臣, 以公子退让也, 公子敬留照, 赵王以号为公子汤木义, 为义父以姓林奉公子, 公子, 留照, 公子闻照有处是毛公葬于伯徒, 薛公葬于麦江家, 公子遇见两人, 两人自逆不肯见, 公子, 公子闻所在, 乃间不枉从此两人游, 圣欢, 平原君闻之, 为其夫人曰, 始无闻, 夫人帝公子天下无双, 今无闻之, 乃望从伯徒迈江者游, 公子望人而, 夫人已告公子, 公子乃谢夫人去, 曰, 始无闻平原君贤, 故父为王而救赵, 以称平原君, 平原君之, 游, 图好举耳, 不求是也, 无忌自在大良时, 常闻此两人嫌, 至兆, 恐不得见, 以无忌, 从之游, 上恐其部我欲也, 经平原君乃以为修, 其部族从游, 乃庄未去, 夫人俱以语, 平原君, 平原君乃免官谢, 故留公子, 平原君门下闻之, 伴去平原君归公子, 天下是父, 往归公子, 公子亲平原君客, 公子留照十年不归, 秦闻公子在照, 日夜出兵东乏位, 为王患之, 始始往请公子, 公子恐其怒之, 乃戒门下, 有敢为为王使通者, 死, 兵客皆被未知照, 莫敢劝公子, 归, 茅公, 薛公两人往见公子曰, 公子所以重于照, 明文诸侯者, 徒已有位也, 惊情, 公位, 为吉而公子不续, 使情破大梁而宜先望之宗庙, 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 与位, 急促, 公子立变色, 告车去驾归就位, 为王见公子, 相语气, 而以上将军应授公子, 公子遂江, 为安黎王三十年, 公子使, 使便告诸侯, 诸侯闻公子江, 各遣将将兵就位, 公子律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 走蒙奥, 遂成圣竹秦军至韩谷官, 亦秦兵, 秦兵不敢出, 当事时, 公子威震天下, 诸侯之客敬, 兵法, 公子皆明之, 故事俗称为公子兵法, 秦王换之, 乃行金万金于位, 囚敬彼客, 令悔公子于位王曰, 公子王在外十年矣, 金位未将, 诸侯将皆属, 诸侯图文为公子, 不文为王, 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亡, 诸侯为公子之威, 方欲共利之, 秦术使反见, 违赫公子的立位为王为也, 为王日文其, 悔, 不能不幸, 后果使人待公子将, 公子自知在以悔废, 乃谢并不朝, 与宾客为长夜饮, 饮春酒, 多敬妇女, 日夜未乐饮者四岁, 敬病酒而醋, 七岁, 为安黎王一轰, 秦文公子死, 使蒙奥公位, 拔二时辰, 出至东郡, 其后秦梢蚕十位, 十八岁而入位, 王, 屠大梁, 高祖使为少时, 数文公子贤, 及及天子位, 美过大梁, 长辞公子, 高祖十二年, 从, 及秦布海, 为公子制守种武家, 世世岁以四十奉辞公子, 太史公曰, 无过大梁之需, 求问其所谓疑门, 疑门者, 臣之东门也, 天下诸公子亦, 游喜事者亦, 然信邻君之皆言血隐者, 不持下交, 有义也, 名官诸侯, 不须耳, 高祖美, 过之而令名奉辞不绝也, 所引述赞, 姓林下是, 林国相亲, 以公子顾, 不敢加兵, 颇知诸亥, 尽礼侯吟, 遂却尽笔, 中辞赵臣, 毛, 薛剑重, 万古牺牲, 史记春生君列传, 春生君者, 楚人也, 名歇, 姓皇氏, 游学博文, 是楚寝襄王, 寝襄王以歇未辨, 史, 于秦, 秦昭王使白骑公汉, 魏, 拜之于华阳, 秦魏江芒卯, 汉, 魏福儿侍秦, 秦昭王方, 令白骑于汉, 魏共伐楚, 魏行, 而楚使皇歇是至于秦, 闻秦之计, 当世之时, 秦已前世, 白骑公处, 取屋, 前中之郡, 拔烟影, 东至近陵, 楚秦襄王东喜至于陈县, 黄歇见楚怀, 王之为秦所幼而入朝, 遂见妻, 留死于秦, 秦襄王, 其子也, 秦亲之, 恐依举兵而灭楚, 歇乃尚书说秦昭王曰, 天下莫强于秦, 楚, 经文大王欲罚楚, 此有两虎相宇斗, 两虎相宇斗而奴犬受其弊, 不如善楚, 臣请言其说, 臣文物质则反, 东下是也, 致质则为, 类刚是也, 经大国之, 得, 便天下有其二垂, 此从生命以来, 万臣之地未常有也, 先帝闻王, 庄王之身, 三世, 不妄皆帝于其, 以绝从亲之要, 经王使圣桥守势于含, 圣桥以其帝入秦, 是王不用嫁, 不信威, 而得百里之地, 王可谓能以, 王又举甲而公位, 渡大梁之门, 举河内, 拔眼, 酸枣, 须, 桃, 入行, 为之兵云祥而不敢求, 王之功义多矣, 王修甲习重, 二年而后妇, 知, 又并仆, 眼, 守, 圆, 以灵人, 平秋, 黄, 济阳阴沉而未是福, 王又歌仆摩之辈, 筑其情之要, 绝处赵之己, 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 王之威亦单以, 王若能持功守威, 处功取之心而肥仁义之地, 始无后患, 三王不足四, 五伯不足六, 也, 王若富仁途之重, 仗兵阁之强, 成毁味之威, 而欲以立成天下之主, 成恐其有后患, 也, 诗曰, 弥不有初, 先刻有终, 亦曰, 胡涉水, 如其为, 此言始之意, 终之难也, 何以知其然也, 习至是剑伐照之力而不知于次之祸, 无剑伐其之辩而不知干遂之败, 此二国者, 非无大功也, 没利于前而亦换于后也, 无知信悦也, 从而伐其, 既盛其人于, 爱玲, 还未月望秦三主之谱, 至世之姓韩, 未也, 从而伐照, 恭敬阳臣, 甚有日以, 韩, 未叛之, 杀至伯瑶于凿台之下, 今王度处之不悔也, 而妄悔处之强含, 未也, 成为王, 律而不取也, 诗曰, 大吾远宅而不赦, 从此官之, 楚国, 原也, 邻国, 敌也, 诗云, 月月蝉吐, 还劝祸之, 他仍有心, 愚蠢夺之, 今王忠道而姓韩, 未知善王也, 此政无知信悦也, 成文之, 敌不可嫁, 实不可失, 成孔寒, 未悲词除患而食欲七大国也, 何则, 王无种, 誓之德于含, 为, 而有累誓之怨焉, 夫含, 为父子兄弟接种而死于情者将时事矣, 本国, 残, 设计坏, 宗庙会, 枯腹绝肠, 折颈折疑, 守身奋离, 抱海骨鱼草则, 头颅江蒲, 乡, 望于静, 父子老若细斗数手为群鲁者乡及鱼, 鬼神孤伤, 摩索血时, 人名不聊生, 足, 泪离散, 流亡为仆妾者, 迎满海内矣, 故含, 未知不亡, 情设计之忧也, 今王滋之于宫, 处, 不亦过乎, 且王公处将恶出兵, 王将借路于仇仇之寒, 未乎, 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返也, 是王, 以兵资于仇仇之寒, 未也, 王若不借路于仇仇之寒, 未, 必攻随水又壤, 随水又壤, 此, 皆广川大水, 山林溪谷, 不食之地也, 王虽有之, 不畏得地, 是王有会处之名而无得的, 知识也, 且王公处之日, 四国必须起兵以应亡, 秦, 储之兵够而不离, 未誓将出而攻流, 方, 与, 至, 胡陵, 当, 萧, 湘, 故宋必尽, 其人难面攻处, 四上必举, 此街平原四达, 高, 于之地, 而始独宫, 王破处以肥寒, 未于中国而尽其, 寒, 未知强, 祖以孝于秦, 其难, 以四水未尽, 东赴海, 北以河, 而无后患, 天下之国莫强于其, 未, 其, 未得的宝利儿, 祥是下历, 一年之后, 未帝未能, 其于晋王之为帝有余矣, 夫以王攘土之伯, 人徒之众, 兵阁之强, 依举世而树愿于楚, 持令寒, 未归帝众于, 其, 是王师祭也, 成为王律, 莫若善楚, 秦, 楚何而为依以灵寒, 寒必脸首, 王师以东, 山之险, 带以驱何之力, 寒必为官内之侯, 若是而王以十万数镇, 梁氏寒兴, 许, 燕灵, 应臣, 而上菜, 赵灵不往来也, 如此而为一官内侯以, 王一善楚, 而官内两万圣之主主, 得于其, 其又攘可攻守而取也, 王之帝一经两海, 要曰天下, 誓焰, 赵无其, 楚, 其, 楚无焰, 赵也, 然后为洞焰, 赵, 直遥其, 楚, 此四国者不带痛而服矣, 昭王曰, 善, 于是乃止白起而谢寒, 为, 发时陆楚, 曰为与国, 黄歇受曰归楚, 楚时歇与太子顽入执于秦, 秦流之数年, 楚请相亡并, 太子不得归, 而楚太子与秦相应侯善, 于是黄歇乃说应侯曰, 向国臣善处太子呼应侯曰, 然, 歇曰, 荆楚王恐不起疾, 秦不如归其太子, 太子的力, 其是秦必众而得向国无, 穷, 是清与国而得处万臣也, 若不归, 则贤阳以不依耳, 处更立太子, 必不是秦, 夫施, 与国而绝万臣之和, 非济也, 原向国属律之, 应侯以闻秦王, 秦王曰, 令楚太子之, 父先往问楚王之急, 反而后徒之, 黄歇为楚太子祭曰, 秦之留太子也, 欲以求立也, 经太子立位能有以立秦也, 歇幽之甚, 而杨文君子二人在中, 王若促大命, 太子不在, 杨文君子必立位后, 太子不得奉宗妙以, 不如王秦, 与识者俱出, 臣请止, 以死当之, 楚太子应便依服为楚识者欲以出关, 而黄歇首舍, 常未谢病, 杜太子已远, 秦不能, 追, 歇乃自言秦昭王曰, 楚太子已归, 出远矣, 歇当死, 原刺死, 昭王大怒, 欲听, 其自杀也, 应侯曰, 蝎为仁臣, 出身以训其主, 太子立, 必用蝎, 故不如无罪而归之, 以清楚, 秦英浅皇蝎, 蝎至楚三月, 楚倾乡王簇, 太子顽历, 是位考列王, 考列王元年, 以皇蝎为乡, 封, 为春生君, 赐淮北的十二县, 后十五岁, 黄歇严之楚王曰, 淮北帝边齐, 齐世级, 请, 以为俊辩, 应并宪淮北十二县, 请封于江东, 考列王许之, 春生君应成故无须, 以字, 为都义, 春生君既相处, 适时其有孟长君, 赵有平原君, 未有姓陵君, 方针下世, 招致兵客, 以乡亲夺, 辅国持权, 春生君未处乡四年, 秦破兆之长平均四十余万, 五年, 为邯郸, 邯郸告急于楚, 楚, 使春生君将兵网救之, 秦兵义去, 春生君归, 春生君相处八年, 未处北伐灭路, 以寻清, 未兰林令, 当世时, 楚腹强, 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生君, 春生君舍之于上舍, 赵使欲夸楚, 未戴帽簪, 刀剑士以诸, 欲试之, 请命春生君客, 春生君客三千余人, 其上客接涅诸吕以见赵使, 赵使大残, 春生君向十四年, 秦庄相亡历, 以吕布为卫乡, 封卫文姓侯, 去东周, 春生君相二十二年, 诸侯换秦宫伐摩以时, 乃乡与何从, 西伐秦, 而楚王位从长, 春生君用事, 至韩国官, 秦出兵宫, 诸侯兵皆败走, 楚考列王以救春生君, 春生君以辞, 义书, 课有官经人诸英, 为春生君曰, 人皆以楚为强而君用之弱, 其余应不然, 先君时, 善秦二十年而不公楚, 何也, 秦于免爱之塞而公楚, 不便, 假道于两周, 被函, 为而公, 楚, 不可, 金则不然, 为弹幕王, 不能爱许, 燕灵, 其许未歌以语情, 秦兵去臣百六十, 礼, 臣之所观者, 见秦, 处之日斗也, 处于是去臣喜寿春, 而秦习未也王, 坐至东郡, 春生君由此就封于吾, 行相事, 处考列王吾子, 春生君换之, 求妇人以子者敬之, 慎重, 醋吾子, 赵人李渊池其女, 帝, 欲敬之楚王, 闻其不宜子, 恐就无宠, 李渊求是春生君未设人, 以而夜归, 故施其, 还夜, 春生君问之状, 对曰, 其王使使求臣之女帝, 与其使者隐, 故施其, 春生, 君曰, 拼入乎, 对曰, 未也, 春生君曰, 可得见乎, 曰, 可, 于是礼, 缘乃敬其女帝, 即姓于春生君, 知其有生, 礼缘乃与其女帝谋, 缘女帝臣间已说春生君, 曰, 楚王之贵姓君, 虽兄弟不如也, 经军相处二十余年, 而王无子, 几百岁后将更立, 兄弟, 则处更立君后, 亦各贵其故所清, 君又安得常有宠乎, 非突然也, 君贵用事久, 多施礼于王兄弟, 兄弟成立, 或且吉身, 何以宝相应将东之风乎, 京妾自知有生以, 而人莫知, 妾姓君未久, 臣以君之众而敬妾于楚王, 王必姓妾, 妾赖天有子男, 则是君之, 子卫王也, 楚国尽可得, 属与生灵不测之最乎, 春生君大然之, 乃出礼缘女帝, 谨舍而言之楚王, 楚王赵入姓之, 岁生子男, 立位太子, 以礼缘女帝为王后, 楚王贵礼缘, 原用事, 礼缘济入其女帝, 立位王后, 子为太子, 恐春生君与谢儿一交, 阴阳慈世, 欲杀春, 生君以灭口, 而国人颇有知之者, 春生君相二十五年, 楚考列王病, 诸因为春生君曰, 是有无望之福, 又有无望之, 或, 经君处无望之事, 是无望之主, 安可以无无望之人乎, 春生君曰, 何谓无望之, 福曰, 君相处二十余年以, 虽明相国, 时处王也, 经处王病, 但目且促, 而君相, 少主, 因而代替当国, 如依隐, 周公, 王长而反正, 不及遂难面称孤而有楚国, 此所谓, 无望之福也, 春生君曰, 何谓, 何谓无望之祸, 曰, 李源不治国而君之仇也, 不为兵, 而养死世之日久矣, 楚王促, 李源必先入拒权而杀君以灭口, 此所谓无望之祸也, 春, 生君曰, 何谓无望之人, 对曰, 君至成郎中, 楚王促, 李源必先入, 成为君杀礼, 元, 此所谓无望之人也, 春生君曰, 足下智之, 李源, 若人也, 仆又善之, 且又何, 至此, 诸因之言不用, 恐惑即生, 乃王去, 后十七日, 楚考列王促, 李源果先入, 扶死世于吉门之内, 春生君入吉门, 元死世, 辖赐春生君, 斩其头, 投之吉门外, 于世岁使利静灭春生君之家, 而李源女帝初姓春生, 君有生而入之王所生子者岁利, 是未处幽王。 世岁也, 秦始皇帝历久年矣, 老矮亦未乱于秦, 诀, 以其三族, 而吕不为废, 太史公曰, 吴世楚, 官春生君故臣, 公事胜已哉, 初, 春生君之说秦昭王, 即出身, 遣处太子归, 何其至之名也, 后至于李源, 毛矣, 宇曰, 当断不断, 反寿其乱, 春生君师诸英之卫邪, 所引述赞, 黄歇辩志, 权掠秦, 楚, 太子或归, 身作宰夫, 诸炫兆克, 一开无土, 列王寡印, 李源献女, 无望成哉, 诸英图语, 史记犯虽菜则列传, 犯虽者, 为人也, 自书, 游说诸侯, 欲誓为王, 家平无以自资, 乃仙誓为中代夫须, 甲, 虚甲未未昭王始于其, 犯虽从, 刘树月, 未得报, 其乡王闻虽辩口, 乃使人自虽精, 十经即牛久, 虽慈谢不敢受, 虚甲之之, 大怒, 以为虽慈为国应事告其, 故得此愧, 令, 虽受其牛久, 还其精, 寄归, 心怒虽, 以告未相, 未相, 未知诸公子, 约未其, 未其大, 怒, 使舍人吃及虽, 折邪折耻, 虽想死, 急卷已则, 至侧中, 宾客引者醉, 更逆虽, 故, 陆汝已成后, 令无妄言者, 虽从则中为守者曰, 功能出我, 我必后谢功, 守者乃请, 出气则中死人, 为其罪, 曰, 可以, 犯虽得出, 后为其毁, 赴照求之, 为人正安平, 闻之, 乃遂操犯虽王, 福逆, 跟明信约张路, 当此时, 秦昭王是夜者王姬余味, 正安平诈未醋, 是王姬, 王姬问, 未有闲人可, 与据悉游者乎, 正安平曰, 城里中有张路先生, 欲见君, 言天下事, 其人有仇, 不, 赶咒见, 王姬曰, 夜雨据来, 正安平夜雨张路见王姬, 与未揪, 王姬知范虽贤, 未曰, 先生待我于三亭之南, 与思曰而去, 王姬辞未去, 抄在范虽入情, 智乎, 望奖车骑从西来, 范虽曰, 比来者为谁, 王姬曰, 情香让侯东行献议, 范虽曰, 吾文让侯专情权, 恶内诸侯克, 此恐辱我, 我宁且逆车中, 有请, 然侯果至, 劳王姬, 应逆车而语曰, 关东有何便, 曰, 吾有, 又为王姬曰, 夜君的吾与诸侯克子聚来呼, 吾亦, 图乱人果耳, 王姬曰, 不敢, 即别去, 范虽曰, 吾文然侯至事也, 其见事迟, 乡者移车中有人, 望所, 知, 于是范虽下车走, 曰, 此必毁之, 行时余礼, 果是其还所车中, 无刻, 乃以, 王姬岁与范虽入咸阳, 以报使, 应言曰, 未有张禄先生, 天下便是也, 曰, 秦王之国为于泪卵, 的臣则, 安, 然不可以书传也, 陈故载来, 秦王福姓, 史舍石草具, 待命岁于, 当世时, 昭王以历三十六年, 南拔楚之焉影, 楚怀王忧死于秦, 秦东破旗, 命王长, 称帝, 后去之, 纾困三境, 验天下便是, 魔所幸, 然侯, 华阳君, 招王母宣太后之地也, 而金阳君, 高陵君皆招王统母帝也, 然侯乡, 三人者更将, 有封义, 以太后顾, 私家负重于王室, 即然侯为秦江, 且遇月韩, 为儿, 罚其刚寿, 欲以广其逃风, 犯虽乃尚书约, 成文明主立正, 有功者不得不赏, 有能者不得不官, 劳大者其路后, 功多者其绝尊, 能致重者其官大, 故无能者不敢当职焉, 有能者亦不得必饮, 使以臣之言未可, 原形, 而义立其道, 以臣之言未不可, 久留成无谓也, 与曰, 拥主赏所爱而罚所恶, 明主则, 不然, 赏必家于有功, 而行必断于有罪, 经臣之兄不足以当圣职, 而要不足以待辅月, 岂敢以一事尝试于王哉, 虽以臣为贱人而轻辱, 独不重任臣者之无反复于王邪, 且臣文周有抵恶, 宋有节律, 良有献离, 除有何谱, 此四宝者, 土之所生, 良公之, 所施也, 而为天下名气, 然则圣王之所弃者, 独不足以后国加呼, 臣文善后家者取之于国, 善后国者取之于诸侯, 天下有名主则诸侯不得善后者, 何? 也, 为其歌荣也, 良一之病人之死生, 而圣主名于成败之事, 利则行之, 害则舍之, 宜, 则少偿之, 虽顺于负身, 福能改矣, 与之之者, 臣不敢载之于书, 其遣者又不足听也, 义者臣于而不概于王兴邪, 王其言成者见而不可用乎, 自非然者, 成员的少次攸关之间, 望讲颜色, 一语无效, 请扶扶植, 于是秦昭王大说, 乃谢王姬, 使以传车照范衰, 于是范衰乃的剑于离宫, 祥为不知永相而入其中, 王来而患者怒, 竹之, 曰, 王, 至, 范衰谋未曰, 请安得王, 请度有太后, 然侯尔, 寓意感怒昭王, 昭王至, 闻, 其遇患者真言, 遂言吟, 谢曰, 寡人已已身受命久矣, 会议渠之事即, 寡人弹幕自寝, 太后, 经议渠之事已, 寡人乃得受命, 妾敏然不敏, 尽职兵主之礼, 范衰辞让, 是日, 观范衰之见者, 群臣莫不洒然变色易容者, 秦王平左右, 宫中虚无人, 秦王继而请约, 先生何以信叫寡人, 范衰约, 唯, 唯, 有奸, 秦王父继而请约, 先生何以信叫寡人, 范衰约, 唯唯, 弱势者三, 秦王继曰, 先生猝不信叫寡人邪, 范衰约, 非感染也, 成文习者屡上之欲文王, 也, 身为于父而调于卫兵儿, 弱势者, 教书也, 以说而立位太师, 在语俱归者, 其言申, 也, 故文王遂收功于屡上而促亡天下, 相识文王书屡上而不予身言, 是周无天子之德, 而文武无与臣其王爷也, 经臣积屡之臣也, 交书于王, 而所缘臣者皆匡君之事, 处人骨, 肉之间, 缘孝于忠而未知王之心也, 此所以王三问而不敢对者也, 臣非有谓而不敢言也, 臣之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浮诸于后, 然臣不敢避也, 大王姓形臣之言, 死不足以为臣, 患, 王不足以为臣忧, 七生为力被发为狂不足以为臣齿, 且以五帝之圣焉而死, 三王之, 人焉而死, 五伯之贤焉而死, 乌祸, 人彼之力焉而死, 臣经, 孟奔, 王庆祭, 下狱之勇, 焉而死, 死者, 人之所必不免也, 处必然之事, 可以少有补于情, 此臣之所大缘也, 臣, 又鹤患哉, 五子须驼载而出昭关, 夜行咒服, 至于灵水, 五以胡其口, 西行匍匐, 击手, 肉坦, 古腹吹迟, 启食于无事, 促心无国, 何驴未薄, 使臣的竞谋如五子须, 家之以忧, 求, 终身不复见, 是臣之说行也, 臣有何忧, 姬子, 皆于七身为力, 被发为狂, 无异于, 主, 家使臣的同行于姬子, 可以有补于所贤之主, 是臣之大荣也, 臣有何耻, 臣之所恐, 这, 独孔臣死之后, 天下见臣之境中而生死, 应以是渡口果族, 莫肯相秦而, 足下上位, 太后之言, 下祸于奸臣之太, 居身宫之中, 不离阿宝之手, 终身迷惑, 无与朝间, 大者, 宗庙灭父, 小者身已孤为, 此臣之所恐而, 若服穷辱之事, 死亡之患, 臣不敢畏也, 臣, 死而秦志, 是臣死贤于身, 秦王记曰, 先生是何言也, 夫秦国辟远, 寡人于不孝, 先生乃性辱志于此, 是天以寡人混先生而存先妄之宗妙也, 寡人的受命于先生, 是天所, 以性先妄而不弃其孤也, 先生奈何而言若是, 事无小大, 上及太后, 下至大臣, 原先, 身兮以教寡人, 无以寡人也, 犯虽拜, 秦王义, 犯虽曰, 大王之国, 四塞以为故, 北有甘权, 骨口, 南带经, 位, 又拢, 属, 左, 官, 板, 奋己百万, 战车千尘, 立则出宫, 不立则入手, 此亡者之地也, 明切于私斗而, 勇于攻占, 此亡者之名也, 王病此二者而有之, 夫以情促之勇, 车其之众, 以至诸侯, 辟若诗寒卢而薄俭兔也, 霸王之夜可治也, 而群臣莫当其位, 至今闭关十五年, 不敢亏, 兵于山东者, 是然侯为秦谋不忠, 而大王之计有所施也, 秦王济曰, 寡人远闻施迹, 然左右多窃听者, 范虽孔, 未敢言内, 先言外事, 以观秦王之抚养, 应敬曰, 夫, 然侯悦涵, 为而攻其刚寿, 非济也, 少出师则不足以伤其, 多出师则害于秦, 臣亦王之, 即, 欲少出师而西寒, 未知兵也, 则不亦以, 经见与国之不轻也, 愿人之国而攻, 可忽, 其余寄书以, 且惜其敏王南宫处, 破军沙江, 在辟地千里, 而其尺寸之地无的淹者, 其不欲得的灾, 行事不能有也, 诸侯见其之霸臂, 君臣之不和也, 新兵而伐其, 大破之, 是汝兵顿, 接救其王, 曰, 谁为此记者呼, 王曰, 闻子未知, 大臣作乱, 闻, 自出走, 攻其所以大破者, 以其伐楚而肥寒, 未也, 此所谓借贼兵而击道良者也, 王不, 如远交而进攻, 得寸则望之寸也, 得此意望之耻也, 今世此而远攻, 不亦谋忽, 且惜者, 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 赵独吞之, 功臣名利而利赋焉, 天下莫之能害也, 经浮涵, 未, 中国之处而天下之书也, 王其欲罢, 必清中国以为天下书, 以为楚, 赵, 楚强则复赵, 赵强则复楚, 楚, 赵皆父, 其必聚以, 其聚, 必悲辞众必以示情, 其父而含, 未应可卢, 也, 昭王曰, 无欲轻未久矣, 而未多变之国也, 寡人不能轻, 请问轻未奈何, 对, 曰, 王碑辞众必以示之, 不可, 则割地而入之, 不可, 应举兵而伐之, 王曰, 寡, 人尽闻命矣, 乃拜范虽未克清, 谋兵士, 促听范虽谋, 使武大夫婉伐未, 拔槐, 后而, 岁, 拔行秋, 克清范虽父说召王曰, 秦含之地形, 相错如秀, 秦之有含也, 辟如木之有度也, 人之有心腹之病也, 天下无变则已, 天下有变, 其为秦患者数大于含乎, 王不如收含, 拔王曰, 无故欲收含, 含不听, 为之奈何, 对曰, 含安得无听乎, 王下兵而攻, 银阳, 则拱, 成高之道不通, 北断太行之道, 则上党之师不下, 王一兴兵而攻银阳, 则, 其国断而为三, 夫含见弊王, 安得不听乎, 若含听, 而罢是应可律矣, 王曰, 闪, 且欲发始于含, 犯虽日一清, 妇说用数年以, 殷请兼说曰, 臣居山东时, 闻其之有田闻, 不闻其, 有王也, 闻情之有太后, 然后, 华阳, 高陵, 京阳, 不闻其有王也, 夫善国之魏王, 能, 厉害之魏王, 至杀身之威之魏王, 京太后善行不顾, 然后出使不报, 华阳, 京阳等极端, 无惠, 高陵进退不请, 似贵贝儿国不为者, 为之有也, 为此似贵者下, 乃所谓无王也, 然则全安得不清, 令安得从王出乎, 成文善治国者, 乃内顾其威而外众其权, 然后使者, 操王之众, 决志于诸侯, 口服于天下, 正是法国, 莫敢不听, 战胜功取则利归于陶, 国, 避欲于诸侯, 战败则结怨于百姓, 而或归于社稷, 施曰, 牧师凡者批其之, 批其之者伤, 其心, 大齐兜者为其国, 尊其臣者悲其主, 崔柱, 闹齿管齐, 摄王谷, 酌王金, 献之, 于妙良, 宿习而死, 礼队管兆, 求主赴于沙丘, 百日而二死, 京城闻秦太后, 嚷侯用事, 高陵, 华阳, 京阳左之, 簇吾秦王, 此义闹齿, 礼队之类也, 且夫三代所以亡国者, 君专受阵, 纵久持臣一列, 不听正事, 其所受者, 杜贤吉能, 玉下必上, 以臣其私, 补, 为主祭, 而主不觉悟, 故失其国, 今自有志以上至诸大力, 下吉王左右, 无非向国之人, 者, 贱王独立于朝, 臣妾为王恐, 万世之后, 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 昭王闻之大巨, 曰, 善, 于是废太后, 竹阳侯, 高陵, 华阳, 京阳君于关外, 秦王乃拜范虽未相, 收阳侯之印, 使归陶, 应使县官给车牛以戏, 千臣有余, 道官, 官月其宝器, 宝器争怪, 多于王室, 秦风范虽已印, 好未应侯, 当世时, 秦昭王四十一年也, 范虽既相秦, 秦昊曰张禄, 而未不知, 以为范虽已死久矣, 未闻秦且东伐寒, 未, 未使虚假于秦, 范虽闻之, 未为行, 必依间不知底, 见虚假, 虚假见之而今曰, 范书, 故无恙乎, 范虽曰, 然, 虚假孝曰, 范书有说于琴邪, 曰, 不也, 虽前日, 得过于未相, 故王陶至此, 安敢说乎, 虚假曰, 经书和事, 范虽曰, 成为人拥令, 虚假亦哀之, 流雨做饮食, 曰, 范书亦含如此哉, 乃取其一体袍以赐之, 虚假, 因问曰, 秦乡张军, 公之之乎, 无闻信于王, 天下之事皆绝于乡军, 今无事之去留在, 张军, 如子岂有刻习于乡军者哉, 范虽曰, 主人温习之之, 为虽义的业, 虽请未见, 君于张军, 虚假曰, 无马病, 车轴折, 非大车四马, 无故不出, 范虽曰, 原为, 君借大车四马于主人翁, 范虽规取大车四马, 为虚假欲之, 入秦相府, 府中望讲, 有时者皆必逆, 虚假怪之, 志向舍门, 为虚假曰, 待我, 我为君先入通于乡军, 虚假待门下, 持车两酒, 问, 门下曰, 范书不出, 何也, 门下曰, 无范书, 虚假曰, 乡者与我载而入者, 门下曰, 乃无相张君也, 虚假大惊, 自知贱脉, 乃肉坦兮行, 因门下人谢罪, 于, 事犯虽甚为账, 呆者甚重, 见之, 虚假顿手言死罪, 曰, 假不义君能自治于清云之上, 假不敢赴读天下之书, 不敢赴予天下之事, 假有汤祸之罪, 请自平于湖河之地, 为君, 死生之, 范虽曰, 乳罪有己, 曰, 浊甲之发已序甲之罪, 上位族, 范虽曰, 乳罪有三儿, 习者处昭王时而身包须为处却无君, 处王丰之已今五千户, 包须此不受, 为秋木之济于今也, 今虽之先人秋木亦在位, 宫前已虽未有外星于其而恶虽于未其, 公之罪义也, 当位其辱我于侧中, 公不止罪二也, 更罪而逆我, 公其何忍乎, 罪三已, 然公之所以的无死者, 以提袍练练, 有故人之意, 故事公, 乃谢霸, 入言之昭王, 霸归虚假, 虚假词于范虽, 范虽大公聚, 尽请诸侯使, 与坐堂上, 时饮慎舍, 而坐虚假于堂下, 至斗其前, 令两情图家而马时之, 述曰, 为我告卫王, 及持卫其头来, 不然者, 我妾图大粮, 虚假归, 以告卫其, 为其孔, 王走兆, 逆平原君所, 范虽寄乡, 王机卫范虽曰, 是有不可知者三, 有不奈何者亦三, 公车一日宴假, 是是之不可知者亦也, 君促然捐管舍, 是是之不可知者二也, 使臣促然田沟壑, 是是之, 不可知者三也, 公车一日宴假, 君虽恨于臣, 无可奈何, 君促然捐管舍, 君虽恨于臣, 亦无可奈何, 使臣促然田沟壑, 君虽恨于臣, 亦无可奈何, 犯虽不义, 乃入言于王曰, 非王机之中, 莫能内臣于寒谷官, 非大王之贤盛, 莫能贵臣, 经臣官至于乡, 绝在, 列侯, 王机之官上止于业者, 非其内臣之义也, 昭王赵王机, 拜卫何东首, 三岁不上, 继, 又任正安平, 昭王已为将军, 犯虽于是散家财物, 竟以报所长困, 者, 以犯之得必, 长, 雅自之愿必报, 犯虽相秦二年, 秦昭王之四十二年, 东伐韩绍区, 高平, 拔之, 秦昭王闻为其在平原军所, 欲为犯虽必报其仇, 乃祥为好书以平原军曰, 寡人闻, 君之高义, 缘与君卫不一之有, 君信过寡人, 寡人缘与君卫时日之隐, 平原君卫情, 且以为然, 而入秦见昭王, 昭王与平原军引述日, 昭王为平原军曰, 习周文王的旅上, 以为太公, 其还公得管一无以为重负, 经范君亦寡人之书父也, 范君之仇在君之家, 缘, 使人归取其头来, 不然, 无不出君于官, 平原军曰, 贵而为交者, 为贱也, 负而为交者, 为平也, 夫为其者, 圣之有也, 在, 故不出也, 今又不在尘所, 昭王乃一昭王, 书曰, 王之帝在秦, 犯君之仇为其在平原军之家, 王使人即持其头来, 不然, 无举兵, 而伐赵, 又不出王之帝于官, 赵孝尘王乃发促为平原军家, 即, 为其夜王出, 见赵相, 于清, 于清度赵王中不可说, 乃解其相应, 与为其王, 奸行, 念诸侯莫可以及抵者, 乃, 赴走大梁, 欲应信林君已走出, 信林君闻之, 为秦, 犹豫未肯见, 曰, 于清何如人也, 时侯迎在旁, 曰, 人故为一知, 知人亦为一也, 夫于清涅绝颜登, 一剑赵王, 赐, 白币一双, 黄金百亿, 再剑, 拜位上清, 三剑, 促寿相应, 丰万护侯, 当此之时, 天下, 真知之, 夫为其穷困过于清, 于清不敢中绝路之尊, 解相应, 捐万护侯而奸行, 即是之, 穷而归公子, 公子曰, 何如人, 人故不亦之, 知人亦为亦也, 信林君大残, 驾如也, 迎之, 为其闻信林君之初难见之, 怒而自警, 赵王闻之, 促取其头与秦, 秦昭王乃出平, 援君归赵, 赵王四十三年, 秦宫寒焚行, 拔之, 英成和尚广武, 后五年, 赵王用印猴谋, 纵返赵, 赵以其顾, 令马夫子带连坡江, 秦大破赵于, 长平, 遂为邯郸, 以而与武安君白起有戏, 言而杀之, 任正安平, 使及赵, 正安平未赵, 所为, 即, 以兵二万人降兆, 印猴习请罪, 秦之法, 认人而所认不善者, 各以其罪罪, 之, 于是印猴罪当收三足, 秦昭王恐伤印猴之义, 乃下令国中, 有敢言正安平侍者, 以其罪罪之, 而家赐相国印猴时务日益后, 以顺世其益, 后二岁, 王姬为何东守, 于, 诸侯通, 做法诸, 而印猴日益已不益, 昭王临朝叹息, 印猴靖曰, 承文, 主忧承辱, 主辱承死, 经大王中朝而忧, 承, 感情其罪, 昭王曰, 无文储之铁建立而畅幽桌, 夫铁建立则是勇, 畅幽桌则思律远, 夫以远思律而欲勇士, 无恐储之徒情也, 夫物不速聚, 不可以应促, 经无安君即死, 而正安平等叛, 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 无事以忧, 欲以激励印猴, 印猴拒, 不知所出, 蔡则文之, 网入情也, 蔡则者, 雁人也, 游学干诸侯小大慎重, 不欲, 而从唐举相, 曰, 无文先生相礼, 对,曰, 百日之内持果饼, 有之乎, 曰, 有之,曰, 若成者何如, 唐举熟, 事而孝曰, 先生何必, 俱奸, 追颜, 醋贺, 西鸾, 无文圣人不相, 待先生呼, 蔡则, 知唐举系之, 乃曰, 富贵无所自有, 无所不知者寿也, 原文之, 唐举曰, 先生之, 寿, 从今以往者四十三岁, 蔡则笑谢而去, 为其遇者曰, 无持良次齿肥, 跃马及躯, 怀黄金之印, 截子授于药, 依让人主之前, 食肉富贵, 四十三年足矣, 去之赵, 简, 竹, 之含, 为, 欲夺福利于徒, 文印侯任正安平, 王姬皆负重罪于情, 印侯内残, 蔡则, 乃兮入情, 将见昭王, 使人宣言以感怒印侯曰, 艳客蔡则, 天下雄俊宏便致是也, 必宜见秦, 王, 秦王必困君而夺君之位, 印侯文, 曰, 五第三代之事, 百家之说, 无计之之, 众口之便, 无皆催之, 是恶能困我而夺我未乎, 使人召蔡则, 蔡则入, 则依应, 印侯, 故不快, 即见之, 又聚, 印侯应让之曰, 子长轩言欲待我相情, 宁有之乎, 对曰, 然, 印侯曰, 请闻其说, 蔡则曰, 欲, 君何见之晚也, 夫四十之序, 成功者, 去, 夫人身百体坚强, 手足便利, 耳目聪明而兴盛至, 岂非是之缘语, 印侯曰, 然, 蔡则曰, 执人秉义, 行道施德, 得志于天下, 天下怀乐敬爱而尊目之, 皆远以为, 君王, 岂不便智之其语, 印侯曰, 然, 蔡则复曰, 富贵显荣, 成礼万物, 十个, 得其所, 性命寿长, 终其天年而不邀伤, 天下计其统, 守其夜, 传之无穷, 名识纯粹, 则留千里, 世事称之而无绝, 与天地忠实, 其道德之福而圣人所谓吉祥善事者与, 印, 侯曰, 然, 蔡则曰, 若福情之商君, 处之无起, 岳之代富种, 其促然亦可原语, 应侯之才, 则之欲困己已说, 傅谬曰, 何谓不可, 夫公孙秧之事孝公也, 即生无恶律, 进宫而不, 故思, 射刀具以尽奸邪, 性赏法以致志, 批复心, 世情愫, 蒙愿旧, 妻旧友, 夺魏公子, 养, 安情设计, 立百姓, 醋魏情情将破敌, 嚷得千里, 无起之事道王也, 实思不得亥公, 禅不得必忠, 言不取苟合, 行不取苟容, 不畏为义行, 行义不辟难, 然为霸主强国, 不辞祸凶, 代富种之事越望也, 主虽困入, 西中而不解, 主虽绝亡, 尽能而浮离, 成功, 而浮经, 贵妇而不交代, 若此三子者, 故义之治也, 终之劫也, 事故君子以义死难, 事, 死如归, 生而辱不如死而容, 事故有杀生已成名, 虽义之所在, 虽死魔所恨, 何谓不可, 灾, 蔡则曰, 主圣成贤, 天下之圣福也, 君明成直, 国之福也, 父慈子孝, 夫姓七真, 家之福也, 故彼甘忠而不能存阴, 子虚智而不能亡无, 生生孝而敬国乱, 事皆有忠臣, 孝子, 而国家灭乱者, 何也, 无名君贤父已听之, 故天下以其君父为陆辱而连其臣子, 经商君, 吴起, 代辅种之为人臣, 事也, 其君, 非也, 故是称三子至公而不见得, 其母, 不欲是死乎, 夫呆死而后可以立中成名, 是为子不足人, 孔子不足圣, 管仲不足大也, 夫人之立功, 其不其余成全邪, 生于明聚全者, 上也, 明可法而生死者, 其次也, 明在, 陆辱而生全者, 下也, 于是应侯称善, 菜则少得奸, 应曰, 夫商君, 吴起, 代辅种, 其为人臣尽忠至公则可原以, 红妖, 是文王, 周公府臣王也, 其不意中甚乎, 以君臣论之, 商君, 吴起, 代辅种其可原属于, 红妖, 周公哉, 应侯曰, 商君, 吴起, 代辅种福若也, 菜则曰, 燃则君之主辞, 人人, 人人中, 敦厚就顾, 其贤智与有道之士未交妻, 亦不被功臣, 属于秦孝公, 楚道王, 月, 王乎, 映侯曰, 未知何如也, 菜则曰, 经主亲忠臣, 不过秦孝公, 楚道王, 月, 王, 君之设至, 能为主安为修正, 治乱强兵, 批换折南, 广的植骨, 富国族家, 强主, 尊设计, 显宗妙, 天下莫敢欺犯其主, 主之威盖正海内, 功章万里之外, 生名光辉传于, 千世, 君属于商君, 无起, 代父种, 应侯曰, 不若, 菜则曰, 经主之亲忠臣部, 望旧顾不若孝公, 道王, 勾建, 而君之公寂爱信亲信又不若商君, 无起, 代父种, 然而, 君之路为贵胜, 私家之父过于三子, 而身不退者, 恐患之胜于三子, 且为君为之, 宇曰, 日中则宜, 月满则亏, 物圣则衰, 天地之常树也, 进退迎缩, 与时变化, 圣人之常, 道也, 故, 国有道则事, 国无道则隐, 圣人曰, 飞龙在天, 立见大人, 不义而赴, 且跪, 与我如浮云, 经君之愿以仇而得以报, 亦欲致已, 而无便计, 且为君不取也, 且夫翠, 古, 西, 象, 其处是非不远死也, 而所以死者, 或于尔也, 苏秦, 至伯之志, 非不足以辟辱远死也, 而所以死者, 或于贪力不止也, 是以圣人至礼节欲, 取于名有度, 使之以实, 用之有止, 故智不义, 行不交, 常与道俱而不失, 故天下诚而不绝, 习者, 其还公九和诸侯, 一匡天下, 至于奎秋之会, 有交经之志, 盼者九国, 无王夫拆兵无敌, 于天下, 永强以清诸侯, 临其境, 故遂以杀身亡国, 下遇, 太使翘赤呼害三军, 然而生, 死于庸夫, 死皆臣至圣而不反道理, 不拘悲退处简约之患也, 夫商君为情效功名法令, 竟坚本, 尊爵必赏, 有罪必罚, 平权衡, 正度量, 调轻重, 决裂千末, 以尽生名之夜而, 义其俗, 劝名根农利土, 一事无二事, 利田, 姬, 习战臣之事, 事以兵动而递广, 兵修, 而国父, 故秦无敌于天下, 立威诸侯, 臣秦国之夜, 宫以臣以, 而遂以车裂, 处地方数, 千里, 十几百万, 百起律数万之师以羽处战, 一战举烟影以烧一灵, 再战南并俗汉, 有, 月寒, 为儿宫强照, 北坑马福, 诸徒四十余万之众, 竟之于长平之下, 流血沉穿, 废身, 若雷, 岁入为寒丹, 使情有地也, 处, 赵天下之强国而情之仇敌也, 自逝之后, 处, 赵, 皆赦福不敢恭秦者, 百起之事也, 身所福者七十余臣, 公以臣以, 而遂赐见死于度游, 无其为处道王立法, 卑捡大臣之威众, 霸无能, 废无用, 损不及之官, 塞斯门之请, 一, 处国之俗, 竟游客之名, 经根湛之事, 南收阳岳, 北并臣, 菜, 破横散从, 史池说之事, 摩索开其口, 竟捧党以利百姓, 定处国之阵, 兵阵天下, 威福诸侯, 公以臣以, 而促之, 解, 大夫总为岳望深谋远记, 免会积之为, 以王未存, 英辱为荣, 啃草入义, 辟地之谷, 律四方之事, 专上下之力, 辅勾剑之贤, 报夫差之仇, 促情尽无, 令月称霸, 公以章, 而信以, 勾剑中父而杀之, 此四子者, 功臣不去, 或置于此, 此所谓信而不能驱, 往而, 不能反者也, 范离之之, 超然辟事, 常未逃诸功, 君独不官夫伯者乎, 或遇大头, 或遇, 分功, 此皆君之所名之也, 经君相情, 既不下席, 谋不出狼妙, 坐至诸侯, 立诗三川, 以时以阳, 绝阳长之险, 塞太行之道, 又斩犯, 忠行之徒, 六国不得何从, 战道千里, 通于蜀汉, 使天下皆为情, 情之欲的义, 君之功及义, 此义情之分功之时也, 如是而不, 退, 则伤君, 白公, 无起, 代付种事也, 无闻之, 见于水者见面之荣, 见于忍者之吉, 欲凶, 书曰, 成功之下, 不可久处, 四子之祸, 君和居焉, 君和不以此时归相应, 让贤者而受之, 退而言居穿官, 必有薄仪之连, 常未应侯, 世事称姑, 而有许由, 言邻, 继子之让, 乔松之寿, 属于以祸中灾, 及君和居焉, 忍不能自离, 乙不能自觉, 必有四, 自知或以, 一曰, 抗龙有悔, 此言善而不能下, 信而不能屈, 往而不能自反者也, 缘, 君熟记之, 应侯曰, 闪, 无闻, 欲而不知, 失其所以欲, 有而不知, 失其所以有, 先申性教, 虽尽寿命, 于是乃言入座, 未尚可, 后蜀日, 入朝, 言于秦昭王曰, 客心有从山东来者曰蔡泽, 其人便是, 名于三王, 知事, 五伯之业, 世俗之变, 足以继秦国之政, 臣之见人甚重, 莫及, 臣不如也, 臣感, 以闻, 秦昭王召见, 语语, 大说之, 拜位客亲, 应侯应谢并请归相应, 昭王抢起应侯, 应侯遂称病毒, 范虽免乡, 昭王新说蔡泽计划, 遂拜位秦乡, 东收周氏, 蔡泽乡秦数月, 人或恶之, 巨诛, 乃谢并归相应, 号为刚成君, 居秦时余年, 世昭, 王, 孝文王, 庄襄王, 促世史皇帝, 为秦始余宴, 三年而宴使太子丹入职余秦, 太史公约, 韩子称, 长袖善武, 多钱善甲, 信哉事严也, 范虽, 蔡则是所谓一切, 便是, 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摩所欲者, 非计策之桌, 所为说力少也, 及二人积履入情, 几, 种取倾向, 垂公于天下者, 故强弱之事亦也, 然是亦有偶何, 贤者多如此二子, 不得尽, 亦, 岂可胜道哉, 然二子不困恶, 恶能几乎, 所引述赞, 应侯使困, 脱宰而兮, 说行激利, 贵凭宠姬, 以情事照, 猝暴为其, 刚成变质, 犯虽招邪, 势力倾夺, 一言尘息, 史记悦义列传, 悦义者, 其先祖约乐阳, 乐阳为魏文侯将, 法取中山, 魏文侯封乐阳以灵寿, 乐阳, 死, 藏于灵寿, 其后子孙应加烟, 中山复国, 至赵武陵王时赴灭中山, 而乐事后有悦义, 悦义贤, 好兵, 赵人举之, 及武陵王有沙丘之乱, 乃去赵侍卫, 闻燕昭王以子之之, 乱而其大败燕, 燕昭王愿其, 未尝一日而望报其也, 燕国小, 辟远, 力不能至, 于是屈, 身下是, 先礼郭奎以昭贤者, 月亦于是魏魏昭王始于燕, 燕王以克里呆之, 月亦辞让, 岁伟之魏臣, 燕昭王以为雅清, 久之, 当事时, 其敏王强, 南拜楚香堂内于仲秋, 西催三境于关京, 岁于三境及秦, 祝赵, 灭中山, 破宋, 广的千余里, 与秦昭王珍重魏帝, 以而复归之, 诸侯皆欲被秦而服于其, 闽王自经, 百姓服勘, 于是燕昭王问法其之事, 月亦对曰, 其, 罢国之于业也, 的, 大人众, 未亦读功也, 王必欲罚之, 莫如与赵己处, 未, 于是使月亦约赵惠文王, 别, 使联储, 未, 令赵旦说请以罚其之力, 诸侯害其敏王之交报, 皆真何从与宴罚其, 月亦, 还报, 宴昭王熙起兵, 使月亦为上将军, 赵惠文王已向国应授月亦, 月亦于是并护照, 储, 含, 未, 燕之兵已罚其, 破之济息, 诸侯兵罢归, 而燕君月亦独追, 至于临资, 其, 敏王之败济息, 王走, 宝于举, 月亦独流训其, 其皆成首, 月亦攻入临资, 竟取其宝财, 物济气书之焰, 燕昭王大说, 轻至济上劳君, 行赏祥事, 封月亦于昌国, 好卫昌国君, 于是燕昭王收其掳获以归, 而使月亦父以兵平其臣之不下者, 月亦流训其五岁, 下其七十余臣, 皆为郡献以蜀燕, 为都矩, 及莫为福, 慧燕昭王, 死, 子力为燕慧王, 慧王自卫太子时常不快于月亦, 及即为其之田丹文之, 乃纵反见, 于燕, 曰, 其臣不下者两臣儿, 然所以不早八者, 闻月亦于燕昭王有戏, 欲联兵且流, 其, 难免而亡其, 其之所患, 唯恐他将之来, 于是燕慧王故以以月亦, 的其反见, 乃, 使其节代将, 而照月亦, 月亦之燕慧王之不善待之, 为诸, 遂兮将赵, 赵丰月亦于关京, 昊曰望诸君, 尊宠月亦以警动于燕, 其, 其田丹后与其结战, 果设诈狂燕君, 遂迫其结于吉墨下, 而转战竹燕, 北至和尚, 尽附得其成, 而银香王于举, 入于林姿, 燕慧王后悔使其节代月亦, 已故破君王将施其, 又怨月亦之降兆, 孔兆用月亦而成, 燕之必已罚燕, 燕慧王乃使人让月亦, 且谢之曰, 先望举国而为将军, 将军未燕破其, 暴先望之仇, 天下末不震动, 寡人岂敢一日而望将军之功哉, 会先望弃群臣, 寡人兴, 即位, 左右悟寡人, 寡人之使其结代将军, 为将军久暴露于外, 故召将军且修, 即是, 将军过听, 已与寡人有戏, 遂捐验归召, 将军自卫即则可已, 而亦何以报先望之所以欲, 将军之义乎, 月亦报一宴会王书曰, 臣不宁, 不能奉臣亡命, 以顺左右之心, 恐伤先望之名, 有害足下之意, 故顿逃走, 照, 经足下使人数之以罪, 臣恐是欲者不查先望之所以处信臣之礼, 又不白臣之所以是, 先望之心, 故敢以书怼, 陈文贤盛之君不以路私钦, 其功多者赏之, 其能当者处之, 故查能而受官者, 成功, 知君也, 论行而结交者, 立明之事也, 臣妾观先望之举也, 见有高士族之心, 故甲节鱼, 为, 以身的茶余眼, 先望过举, 策之宾客之中, 立之群臣之上, 不谋父兄, 以为雅亲, 臣妾不自知, 自以为奉令臣教, 可信无罪, 故受令而不辞, 先望命之曰, 我有积怨深怒于其, 不量轻弱, 而欲以其为事, 臣曰, 夫其, 罢国之于业而最盛之一事也, 炼于兵甲, 其于战功, 王若欲罚之, 必于天下徒之, 欲天, 下徒之, 莫若结于赵, 且又淮北, 宋得, 储位之所欲也, 赵若许而曰四国公之, 岂可大, 破也, 先望以为然, 俱福节难使臣于赵, 故返命, 骑兵及其, 以天之道, 先望之灵, 河北之地随先望而举之纪上, 纪上之君受命及其, 大败其人, 倾促锐兵, 长驱治国, 其, 王顿而走举, 仅以身免, 朱玉财宝车甲真气净收入于宴, 其气设于宁台, 大旅程于原音, 顾顶反忽摩世, 继秋之直直于问皇, 自五博以来, 宫位有吉先王者也, 先望以为歉于, 至, 顾列的而封之, 使得比小国诸侯, 臣妾不自知, 自以为奉命臣教, 可信无罪, 是以, 受命不辞, 臣文贤圣之君, 功利而不费, 故者于春秋, 早知之事, 名臣而不悔, 故称于后世, 若先望之抱怨学耻, 一万臣之强国, 收八百岁之蓄姬, 即至弃群臣之日, 于教未衰, 直, 正任是之臣, 修法令, 圣数孽, 师及呼蒙力, 皆可以交后世, 臣文之, 善作者不必善臣, 善使者不必善终, 习武子须说听于何驴, 而无王远姬致, 隐, 夫插服侍也, 似之痴疑而服之将, 无王不悟先论之可以立功, 故审子须而不悔, 子, 须不早见主之不同量, 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 夫免身立功, 以明先望之机, 臣之上纪也, 离悔辱之诽谤, 惰先望之名, 臣之所大, 孔也, 灵不测之罪, 以性为立, 亦之所不敢出也, 臣文古之君子, 交绝不出恶身, 忠臣去国, 不携其名, 臣虽不宁, 恕奉教于君子矣, 孔是欲者之亲左右之说, 不查疏远之行, 故感献疏以闻, 为君王之留一焉, 于是燕王父以月义自乐坚为昌国君, 而月义往来父通宴, 宴, 赵以为客亲, 月义促, 于赵, 乐坚居燕三十余年, 燕王喜用其相利赴之计, 欲攻赵, 而问昌国君乐坚, 乐坚曰, 赵, 四战之国也, 其名习兵, 罚之不可, 燕王不听, 遂罚赵, 赵氏连坡吉之, 大破, 立父之君于好, 秦立父, 乐辰, 乐辰者, 乐坚之宗也, 于是乐坚奔赵, 赵岁为燕, 燕仲, 割地以与赵和, 赵乃解而去, 燕王恨不用乐坚, 乐坚记在赵, 乃一乐坚书曰, 咒之时, 姬子不用, 犯见不戴, 以计其听, 商容不达, 身指如烟, 以计其变, 即明智不入, 欲求自出, 然后二子退隐, 故咒复杰报之类, 二子不失终胜之名, 何者, 其忧患之敬以, 精寡人虽于, 不若咒之报, 也, 燕名虽乱, 不若英明之甚也, 事有余, 不相敬, 以告灵力, 二者, 寡人不为君取也, 乐坚, 乐辰愿艳不听其计, 二人醋留赵, 赵丰乐辰为五香君, 其明年, 乐辰, 连坡为赵为艳, 艳重礼以和, 乃节, 后五岁, 赵孝辰王醋, 湘王史, 乐辰待连坡, 连坡公乐辰, 乐辰走, 连坡王入位, 其后十六年儿情灭赵, 其后二十余年, 高帝过赵, 问, 乐义有后是乎, 对曰, 有乐书, 高帝封之, 乐清, 号曰华成军, 华成军, 乐义之孙也, 而乐氏之族有乐辖宫, 乐辰宫, 赵且未请所, 灭, 王之其高密, 乐成功善修皇帝, 老子之言, 显文于其, 称贤诗, 太史公约, 使其之快通即主父演读月义之报宴王书, 未尝不废书而弃也, 乐成功学, 皇帝, 老子, 其本师号约和上丈人, 不知其所出, 和上丈人叫安琪申, 安琪申叫毛熙公, 毛熙公叫乐霞宫, 乐霞宫叫乐成功, 乐成功叫盖宫, 盖宫叫于其高密, 交西, 未曹乡, 国师, 所引述赞, 昌国中党, 仁臣所无, 联兵五国, 寄西未须, 燕王寿监, 空文报书, 义是康慨, 明君是驴, 监, 陈济江, 方规不渝, 史记连坡令香如列传, 连坡者, 赵之梁江也, 赵慧文王十六年, 连坡为赵江伐旗, 大破之, 取杨敬, 拜位, 上卿, 以勇气文于诸侯, 令香如者, 赵人也, 为赵患者令谋贤舍人, 赵慧文王十, 得处何事必, 秦昭王文之, 使人遗赵王书, 愿以十五臣请异弊, 赵王, 与大将军连坡诸大臣谋, 欲语秦, 秦臣恐不可得, 图剑期, 欲误语, 即换秦兵之来, 即, 未定, 求人可使报秦者, 未得, 患者令谋贤曰, 陈舍人令香如可使, 王问, 何以, 知之, 对曰, 臣常有罪, 切记欲王走宴, 臣设人向如指臣, 曰, 君何以知燕王, 臣与曰, 臣常从大王与燕王会进上, 燕王私握成首, 曰, 缘结有, 以此之之, 故, 欲王, 向如为臣曰, 夫赵强而燕若, 而君信于赵王, 故燕王欲劫于君, 今君乃王照, 走宴, 宴未照, 其事必不敢留君, 而恕君归照矣, 君不如肉坦福福之请罪, 则信得托矣, 臣从其记, 大王亦信赦臣, 臣妾以为其人勇士, 有志谋, 已可使, 于是王照见, 问令相如约, 秦王以十五臣请义寡人之臂, 可与不, 相如约, 秦强而照若, 不可, 不许, 王约, 取无臂, 不与我臣, 奈何, 相如约, 秦以臣求臂而照不许, 驱载, 照, 照与臂而情不与照臣, 驱载情, 君知二侧, 宁许以赴情驱, 王约, 谁可使者, 相如约, 王必无人, 臣缘奉必往事, 臣入赵而必留情, 臣步入, 臣请完必归赵, 赵王于是岁浅, 相如奉必息入情, 秦王坐张台见相如, 相如奉必奏秦王, 秦王大喜, 传以是美人及左右, 左右皆呼万, 岁, 相如是秦王无异常照臣, 乃前曰, 必有侠, 请指示王, 王寿必, 相如阴池必却, 立, 以注, 怒发上冲官, 为秦王曰, 大王遇得必, 使人发书至赵王, 赵王兮赵群臣以, 接曰, 秦滩, 负其强, 以空言求必, 长臣恐不可得, 义步欲与秦必, 臣以为不一之, 交上不相欺, 旷大国呼, 且以一臂之故逆强情之欢, 不可, 于是赵王乃齋戒五日, 使臣, 奉必, 拜送书于亭, 何者, 言大国之威以修敬也, 经臣至, 大王见臣列官, 礼节胜聚, 得必, 传之美人, 以戏弄臣, 臣官大王无意常召王臣义, 故臣父取臂, 大王必欲及臣, 臣头金与臂聚遂于柱矣, 向如持其臂逆注, 欲以吉注, 秦王恐其破臂, 乃慈谢故请, 赵有斯暗图, 只从此以往十五都与赵, 向如度秦王特以诈祥未与赵臣, 实不可得, 乃未, 秦王曰, 何事必, 天下所共传宝也, 赵王恐, 不敢不陷, 赵王送臂时, 斋戒五日, 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 设九兵于亭, 臣乃赶上臂, 秦王渡之, 终不可强夺, 遂许斋五日, 舍向如广臣传, 向如渡秦王虽斋, 绝父约不长臣, 乃使其从者依赫, 怀其臂, 从尽道, 王, 归必于赵, 秦王斋五日后, 乃设九兵里于亭, 隐赵使者令相如, 向如至, 为秦王约, 秦自谋, 公以来二十余君, 为常有兼明约束者也, 臣臣孔见其于王而赴赵, 故令人持必归, 兼至, 赵乙, 且秦强而赵若, 大王遣一戒之使至赵, 赵立凤必来, 今以秦之强而先歌十五都语, 赵, 赵岂敢留必而得罪于大王乎, 臣之欺大王之罪当诸, 臣请救汤或, 为大王与群臣赎, 记忆之, 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兮, 左右或欲隐相如去, 秦王应曰, 金沙相如, 终不能, 得必也, 而觉秦赵之欢, 不如因而后欲之, 使归赵, 赵王岂以一臂之故妻倾斜, 促庭, 见相如, 必理而归之, 相如既归, 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如于诸侯, 拜相如为尚大夫, 秦义不以臣与赵, 赵, 义中不与秦弊, 其后秦伐赵, 罚石臣, 明年, 赴公赵, 杀二万人, 秦王使使者告赵王, 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神池, 赵王为秦, 欲无行, 连坡, 令香, 如记曰, 王不行, 是赵若且妾也, 赵王遂行, 相如从, 连坡送致敬, 欲王决曰, 王行, 度到礼会欲之礼必, 还, 不过三十日, 三十日不还, 则请立太子魏王, 以绝秦王, 王许之, 遂与秦王会神池, 秦王迎久憨, 曰, 寡人借闻赵王好应, 请奏色, 赵, 王骨色, 秦玉史前书曰, 某年月日, 秦王与赵王会隐, 令赵王骨色, 令香如前曰, 赵王借闻秦王善未秦深, 请奏盆详秦王, 以相娱乐, 秦王怒, 不许, 于是向如前进诈, 应贵请秦王, 秦王不肯激诈, 向如曰, 五步之内, 向如请得以警协见大王以, 左, 又欲认向如, 向如张目赤之, 左右皆迷, 于是秦王不义, 未义激诈, 向如故照照玉史书, 曰, 某年月日, 秦王为赵王击诈, 秦之群臣曰, 请以赵十五成为秦王寿, 令香如, 一曰, 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 秦王敬酒, 终不能加胜于赵, 赵义胜赦兵以待秦, 秦不感动, 祭霸归国, 以向如攻打, 拜位上卿, 未在连坡之有, 连坡约, 我为赵江, 有功臣, 也占之大功, 而令香如徒以口舌为牢, 而位居我上, 且向如素贱人, 无休, 不忍畏之下, 宣言约, 我见向如, 必如知, 向如闻, 不肯遇会, 向如美朝时, 常称病, 不遇, 与连坡争列, 以而向如出, 望奸连坡, 向如隐车避逆, 于是舍人相语见曰, 臣所以去, 亲戚而视君者, 图目君之高一也, 京君与连坡同列, 连均宣恶言而君未逆之, 恐惧殊胜, 且庸人尚修之, 旷于将相呼, 臣等不孝, 请辞去, 令相如固止之, 曰, 功之是连, 将军属于秦王, 曰, 不若也, 相如曰, 夫以秦王之威, 而相如庭斥之, 辱其群, 臣, 相如虽奴, 独魏连将军哉, 故无念之, 强情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 徒已无两人在, 也, 今两虎共斗, 其事不拒生, 无所以为此者, 以先国家之吉而后丝仇也, 连坡文之, 肉坦复经, 因兵克制令相如门谢罪, 曰, 彼见之人, 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 促乡, 与欢, 为文景之交, 誓岁, 连坡东攻其, 破其依君, 居二年, 连坡复伐其己, 拔之, 后三年, 连坡攻卫, 知房陵, 安阳, 拔之, 后四年, 令相如江而攻其, 至平义而罢, 其明年, 照奢破秦君而, 遇下, 照奢者, 照之田不立也, 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 奢以法治之, 杀平原君用事, 这九人, 平原君怒, 将杀奢, 奢应说曰, 君于赵魏贵公子, 经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霄, 法霄则国弱, 国弱则诸侯家兵, 诸侯家兵事无赵也, 君安得有此复乎, 以君之贵, 奉, 公如法则上下平, 上下平则国强, 国强则照顾, 而君未贵妻, 起轻于天下邪, 平原君, 以为贤, 言之于王, 王用之至国父, 国父大平, 名父而俯库时, 秦伐寒, 君于厄语, 王照连坡而问曰, 可救部, 对曰, 道远险辖, 难救, 又照乐成而问焉, 乐成对如连坡言, 又照问照舍, 舍对曰, 其道远险辖, 辟之有两数, 斗鱼血中, 将咏者胜, 王乃令照舍将, 救之, 兵去邯郸三十里, 而令君中曰, 有以君事见者死, 秦军军武安息, 秦军古造乐, 兵, 武安无瓦进阵, 军中后有一人言及救武安, 照舍力斩之, 兼臂, 留二十八日步行, 负义曾磊, 秦坚来入, 赵舍善时而浅之, 兼以报秦江, 秦江大喜约, 夫去国三十里而, 君步行, 乃曾磊, 厄与非照地也, 赵舍既已浅秦坚, 卷甲而屈之, 二日一夜至, 惊善, 舍者去厄与五十里而君, 君类臣, 秦仁闻之, 西甲而至, 君士许丽请以军事件, 赵舍曰, 内之, 许丽曰, 情人不亦照师至此, 其来弃圣, 将军必后及其正已呆之, 不然, 必败, 赵舍曰, 请受令, 许丽曰, 请就辅职之诸, 赵舍曰, 虚后令邯郸, 许丽父请见, 曰, 先距北山上者胜, 后至者败, 赵舍许诺, 即发万人屈之, 情, 兵后至, 真山不得上, 赵舍纵兵及之, 大破秦军, 秦军解而走, 遂解恶与之为而归, 赵惠文王赐舍号位马福君, 以许丽为国位, 赵舍于世与连坡, 令相如同位, 后四年, 赵惠文王簇, 紫孝成王立, 七年, 秦与赵兵相聚长平, 时赵舍已死, 而令, 相如病毒, 赵使连坡将攻秦, 秦术败赵军, 赵军顾必不战, 秦术挑战, 连坡不肯, 赵王, 性秦之间, 秦之间言曰, 秦之所恶, 独魏马福君赵舍之子赵阔, 未将尔, 赵王因已阔, 未将, 带连坡, 令相如约, 王以名使阔, 若交住而古色尔, 阔图能读其父书传, 不知, 何遍也, 赵王不听, 遂将之, 赵阔自少时学兵法, 严兵士, 以天下莫能当, 常与其父奢言兵士, 奢不能难, 然不, 未善, 阔母问奢其故, 奢曰, 兵, 死地也, 而阔亦言之, 使赵不将阔及以, 若必将之, 破赵君者必阔也, 即阔将行, 其母尚书言于王曰, 阔不可使将, 王曰, 何以, 对曰, 使妾是其父, 时未将, 身所奉犯饮饮而尽使者以十数, 所有者以百数, 大王, 即宗士所赏赐者竟已与君力士大夫, 受命之日, 不问家事, 经阔一旦未将, 东向而朝, 君力无感养士之者, 王所赐金箔, 归葬于家, 而日式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 王以为何如, 其父, 父子一心, 远王勿浅, 王曰, 母智之, 无以决意, 阔母音曰, 王中浅之, 即有如不称, 妾得无随作乎, 王许诺, 照阔既带连坡, 西更曰述, 亦智君力, 秦江百启文之, 送其兵, 翔拜走, 而绝其良, 道, 分断其君为二, 士族离心, 四十余日, 君二, 赵阔出瑞促自搏战, 秦军射杀赵阔, 阔君败, 数十万只众岁将秦, 秦熙坑之, 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 明年, 秦冰岁为邯郸, 岁于, 姬不得托, 赖楚, 为诸侯来救, 乃得解邯丹之为, 赵王义以阔母先言, 敬不诛, 也, 自邯丹为解五年, 而燕用立父之谋, 曰, 赵壮者敬于长平, 其孤未壮, 举兵及赵, 赵氏连坡将, 即, 大破燕君于号, 杀立父, 遂为燕, 燕歌五臣请和, 乃听之, 赵一位, 文丰连坡为姓平君, 为甲相国, 连坡之免长平归也, 失事之时, 故克进去, 吉父用未将, 克又复制, 连坡曰, 可, 退役, 克曰, 于, 君何见之晚也, 夫天下以事道交, 君有事, 我则从君, 君无事则, 去, 此故其礼也, 有何怨忽, 居六年, 赵氏连坡乏未知凡阳, 拔之, 赵孝辰王簇, 子道乡王历, 时乐臣待连坡, 连坡怒, 恭乐臣, 乐臣走, 连坡岁奔位, 知大梁, 其明年, 赵乃乃以礼目未将而公宴, 拔五岁, 方臣, 连坡居良久之, 未不能信用, 赵已束困于秦兵, 赵王私父的连坡, 连坡亦私父用于, 赵, 赵王使使者是连坡尚可用否, 连坡之愁锅开多于使者经, 令毁之, 赵使者寄见连坡, 连坡未知一饭豆米, 肉食精, 被甲上马, 以示尚可用, 赵使海报王曰, 连将军虽老, 上善犯, 然宇成作, 请知三仪时矣, 赵王以为老, 岁不赵, 楚文连坡在位, 应使人迎之, 连坡亦为楚江, 吴公, 曰, 我私用赵人, 连坡促, 死于寿春, 礼目者, 赵之北边梁将也, 常居戴燕门, 被匈奴, 以便宜致力, 士租皆输入莫府, 为士族废, 日吉鼠牛响士, 骑射骑, 井烽火, 多间谍, 后遇战士, 为约约, 匈奴急入, 到, 急入收宝, 又敢不入这战, 匈奴美入, 烽火井, 折入收宝, 不敢战, 如是数岁, 亦不亡师, 然匈奴以礼目为妾, 虽赵边兵亦以为无疆妾, 赵王让礼目, 礼目如故, 赵王, 怒, 赵之, 使他人带疆, 遂于, 匈奴美来, 出战, 出战, 术不利, 师王多, 编不得田畜, 父亲礼目, 目渡门, 不出, 故称吉, 赵王乃富强起始将兵, 目曰, 王必用臣, 臣如前, 乃敢奉令, 王许, 知, 礼目至, 如故曰, 匈奴数岁无所得, 终以为切, 边是日的赏赐而不用, 接缘一战, 于是乃具选车的千三百臣, 选骑的万三千匹, 百经之势五万人, 购者十万人, 希勒习战, 大纵序幕, 人民满野, 匈奴小入, 向北不胜, 以数千人为之, 丹于闻之, 大帅众来入, 礼目多位其成, 张左右一吉之, 大破杀匈奴十余万其, 灭丹兰, 破东湖, 降临湖, 丹, 于奔走, 其后十余岁, 匈奴不敢进赵边城, 赵道湘王元年, 连坡纪王入位, 赵使礼目公宴, 把五岁, 方臣, 居二年, 旁暖破燕, 君, 杀巨星, 后七年, 秦破杀赵江户哲于五岁, 斩首十万, 赵乃以礼目为大将军, 及秦, 君于宜安, 大破秦军, 走秦江环矣, 封礼目为五岸君, 居三年, 秦宫藩吾, 礼目急破秦, 君, 南俱涵, 为, 赵王千七年, 秦使王俭功赵, 赵使礼目, 司马尚玉之, 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 为, 反见, 严礼目, 司马尚玉反, 赵王乃使赵聪及其将严据代礼目, 礼目不受命, 赵使人为, 补的礼目, 斩之, 费司马尚, 后三月, 王俭英及及赵, 大破杀赵聪, 鲁赵王千及其将严, 据, 碎灭照, 太使公约, 知死必永, 非死者难也, 处死者难, 方令相如隐蔽逆柱, 即是秦王左右, 事不过诛, 然是或怯懦而不敢发, 相如依愤其器, 威信敌国, 退而让颇, 民众泰山, 其处致永, 可谓兼之矣, 所引述赞, 轻吕灵灵, 壮气雄雄, 各节诚意, 地位慈雄, 何必聘返, 神池好通, 复经之巨, 曲节推宫, 安边定策, 颇, 目之宫, 史记田丹列传, 田丹者, 其诸田书属也, 闽王时, 丹卫林姿事愿, 不见之, 即燕十月亦罚破旗, 旗, 闽王出奔, 以而宝举臣, 燕师长驱平旗, 而田丹走安平, 令其宗人静断骑车轴末而赴铁, 龙, 以而燕军攻安平, 成坏, 其人走, 征途, 以魏哲车败, 魏燕所录, 为田丹宗人以铁, 龙顾得托, 东宝吉末, 燕祭静将其臣, 为独举, 吉末不下, 燕军闻其王在举, 并兵攻之, 闹齿祭沙敏王于举, 应坚守, 聚燕军, 数年不下, 燕影兵东为吉末, 吉末代付出与战, 拜死, 臣中相语推田丹, 曰, 安平之战, 田丹宗人以铁龙的权, 习兵, 立以为将, 君, 以吉末聚燕, 请之, 燕昭王簇, 惠王力, 与月亦有戏, 田丹文之, 乃纵反见于燕, 宣言曰, 其, 亡已死, 臣之不拔者而, 月亦为诸而不敢归, 以罚其为名, 时欲联兵难免而亡其, 其, 人未负, 故且缓攻吉末以待其事, 其人所拒, 唯恐他将之来, 吉末残以, 燕王以为然, 使其结代月亿, 月亿因归照, 燕人士族分, 而田丹乃令臣中人时, 必记其先祖于亭, 飞鸟西响五臣中, 下时, 燕人怪之, 田丹英宣言曰, 神来下教我, 乃令臣中人曰, 当有神人为我施, 有一族曰, 臣可以为施乎, 应返走, 田丹乃其, 隐孩, 东相坐, 施施之, 簇曰, 臣妻君, 臣无能也, 田丹曰, 子物言也, 应施之, 每出曰数, 必称神施, 乃, 宣言曰, 乃为巨燕君之义所得其促, 致之前行, 与我战, 即莫拜以, 燕人闻之, 如, 其言, 臣中人见其诸将者敬义, 接怒, 坚守, 唯恐见得, 丹佑纵反见曰, 无巨燕人觉, 无城外种墓, 陆仙人, 可谓寒心, 燕君竟觉拢木, 烧死人, 即莫人从城上望讲, 接替, 气, 巨欲出战, 怒自十倍, 田丹之士族之可用, 乃生草板叉, 与士族分工, 妻妾编于行武之间, 尽散饮食享事, 令甲醋皆福, 使老弱女子沉沉, 遣誓约将于燕, 燕君皆呼万岁, 田丹又收明金, 得千, 亦, 令吉莫富豪一燕将, 曰, 吉莫吉将, 远无鲁略无足家妻妾, 令安睹, 燕将大喜, 许之, 燕君有此一谢, 田丹乃收成中得千于牛, 味将增衣, 化以五彩龙文, 树兵任于其角, 而冠之树尾鱼, 尾, 烧其端, 凿尘树石血, 夜纵牛, 壮士五千人随其后, 牛尾热, 怒而奔燕君, 燕君夜, 大惊, 牛尾巨火光鸣炫耀, 燕君是之皆隆文, 所处净死伤, 五千人阴贤眉及之, 而沉中, 鼓噪从之, 老若皆及同气未深, 生动天地, 燕君大害, 败走, 其人遂以杀其将其劫, 燕, 君扰乱奔走, 其人追王竹北, 所过臣亦皆叛燕而归田丹, 兵日亦多, 臣盛, 燕日拜王, 促至和尚, 而其七十余臣皆赴慰其, 乃迎湘王于举, 入林姿而听证, 湘王封田丹, 昊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 兵以正合, 以其胜, 善知者, 出其无穷, 其正还相生, 如环之无端, 夫, 始如处女, 是人开户, 后如脱兔, 事不及聚, 其田丹之卫邪, 出, 闹齿之杀敏王也, 举人求敏王自法章, 得知太史教之家, 为人贯源, 教女怜儿, 善欲之, 后法章司以情告女, 女遂语通, 及举人共立法章为其王, 以举句宴, 而太史事, 女遂为后, 所谓, 君王后, 也, 宴之初入其, 文化义人王竹贤, 令君忠曰, 环化义三十里无入, 以王竹之故, 义, 而使人为竹曰, 其人多高子之义, 无以子未将, 丰子万家, 竹故谢, 宴人曰, 子, 不听, 无影三君而图化义, 王竹曰, 忠臣不适二君, 真女不更二夫, 其王不听无见, 故退而根于也, 国际破王, 无不能存, 今又节之以兵卫军将, 事助节未报也, 与其身, 而无意, 故不如烹, 遂经其谨于树枝, 自奋决斗而死, 其王代府闻之, 曰, 王竹, 不一也, 亦不北面于燕, 旷在位时路者乎, 乃相聚如举, 求诸子, 立位相亡, 所引述赞, 军法以正, 时尚其兵, 断轴自免, 反见先行, 群鸟获众, 五牛扬金, 猝破其劫, 皆赴其成, 相亡四位, 乃丰安平,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鲁仲连者, 其人也, 好奇伪替躺之画策, 而不肯示唤任职, 好持高捷, 由于赵, 赵孝成王时, 而秦王使白起破赵长平之君前后四十余万, 秦兵遂东为邯郸, 赵王恐, 诸侯之旧兵莫感激秦军, 为安黎王使将军敬彼旧赵, 为秦, 指于荡英不尽, 为王使可, 将军心援眼尖入邯郸, 应平援君为赵王曰, 秦所为即为赵者, 前与其敏王争强卫帝, 以而复归帝, 经其以易若, 方经为秦雄天下, 此非必贪邯郸, 其亦欲复求卫帝, 赵承发, 使尊秦昭王卫帝, 秦必喜, 把兵去, 平援君由御位有所决, 此时鲁众连氏由赵, 惠秦为赵, 文卫将御令赵尊秦卫帝, 乃见平援君曰, 是将乃, 和, 平援君曰, 圣也赫敢言是, 前王四十万之众于外, 今又内为邯郸而不能去, 为, 王史克将军新元衍令赵帝秦, 经其人在世, 圣也赫敢言是, 鲁众连约, 吾始以君位, 天下之贤公子也, 吾乃惊然后之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 梁克新元衍安在, 吾请为君责而, 归之, 平援君曰, 圣请为少界而见之于先生, 平援君遂见新元衍曰, 东国有鹿, 众连先生者, 经其人在此, 圣请为少界, 交之于将军, 新元衍曰, 吾文鲁众连先生, 其国之高是也, 掩人臣也, 史事有执, 吾不远见鲁众连先生, 平援君曰, 圣祭以, 谢之以, 新元衍徐诺, 鲁连见新元衍而无言, 新元衍曰, 吾是居此为臣之中者, 皆有求于平援君者也, 经无官先生之欲貌, 非有求于平援君者也, 何谓久居此为臣之中而不去, 鲁众连曰, 是以报交为吾从颂而死者, 皆非也, 众人不知, 则为一生, 毕清者, 弃礼义而上守功, 知国也, 全使其事, 鲁使其名, 毕即四然而畏帝, 过而为正于天下, 则连有道东海而死, 而无不忍畏之名也, 所为建将军者, 欲以助赵也, 新元衍曰, 先生助之将奈何, 鲁连曰, 吾将食粮及燕助之, 其, 处则固住之, 以, 新元衍曰, 燕则无请以从以, 若乃良者, 则无乃良人也, 先生恶能使良住之, 鲁连曰, 良未赌秦称帝之害故而, 使良赌秦帝之害, 则必住赵以, 新元衍曰, 秦秦帝之害何如, 鲁连曰, 习者其微王常为人亦以, 律天下诸侯, 而朝周, 周平且为, 诸侯末朝, 而其独朝之, 居遂于, 周列王崩, 其后往, 周怒, 赴于, 其曰, 天崩的彻, 天子下席, 东藩之臣因其后至, 则酌, 其微王勃然怒曰, 赤阶, 而母必也, 簇为天下孝, 故身则朝周, 死则斥之, 臣不忍其求也, 彼天子固然, 其, 无足怪, 新元衍曰, 先身独不见夫仆乎, 识人而从义人者, 宁力不胜而至不弱邪, 未知也, 鲁重连曰, 乌乎, 良知彼于情若仆邪, 新元衍曰, 然, 鲁重连曰, 乌江, 使秦王蓬海良王, 新元衍曰然不悦, 曰, 依稀, 义太盛以先生之言也, 先生又恶能, 使秦王蓬海良王, 鲁重鲁曰, 故也, 无将言之, 习这酒侯, 恶侯, 文王, 咒之三公, 也, 酒侯有子而好, 献之于咒, 咒以为恶, 海酒侯, 恶侯真之强, 辩之极, 故辅恶侯, 文王文之, 溃然而叹, 故居之有礼之库百日, 御令之死, 何谓与人俱称王, 促就浦海之, 的, 其敏王之鲁, 以为子为直策而从, 为鲁人曰, 子将何以待无君, 鲁人曰, 无, 将以时太劳呆子之君, 以为子曰, 子安取礼而来无君, 比无君者, 天子也, 天子寻, 受, 诸侯辟舍, 那管月, 摄任暴击, 是善于堂下, 天子以时, 乃退而听朝也, 鲁人头, 其月, 不果那, 不得入于鲁, 将之靴, 假途于邹, 当事时, 邹君死, 敏王欲入调, 以为子为邹之孤曰, 天子调, 主人必将被并关, 设北面于南方, 然后天子南面调也, 邹, 知群臣曰, 必若此, 无将福建而死, 故不敢入于邹, 邹, 鲁之臣, 生则不得释养, 死则不得赴岁, 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邹, 鲁, 邹, 鲁之臣不果那, 金秦万臣之国也, 良, 亦万臣之国也, 巨巨万臣之国, 各有称王之名, 赌其一战而胜, 欲从而递之, 事实三尽, 知大臣不如邹, 鲁之菩妾也, 且秦摩以而递, 则且便亦诸侯之大臣, 必将夺其所不孝而, 与其所贤, 夺其所增而与其所爱, 彼佑将使其子女蝉妾为诸侯飞击, 处梁之功, 梁王安, 得燕然而以乎, 而将军又何以得顾宠乎, 于是心缘掩起, 在拜谢曰, 使以先生为庸人, 无乃今日之先生为天下之事也, 五, 请出, 不敢赴言帝秦, 秦将闻之, 为阙君无实礼, 是会为公子无忌夺进彼君以救赵, 即秦君, 秦君遂隐而去, 于是平原君欲封鲁莲, 鲁莲慈让者三, 终不肯受, 平原君乃至酒, 酒憨其前, 以千, 经为鲁莲受, 鲁莲孝曰, 所贵于天下之事者, 为人排唤是难解纷乱而无取也, 即幼取, 这, 是商骨之事也, 而连不忍畏也, 遂此平原君而去, 终生不复见, 其后二十余年, 燕将攻下辽城, 辽城仁获禅之燕, 燕将聚诸, 应保守辽城, 不敢归, 其田丹攻辽城遂于, 士族多死而辽城不下, 鲁莲乃未书, 约之始已设成中, 以燕将, 书曰, 无闻之, 智者不被食而弃力, 永世不阙死而灭明, 忠臣不先生而后君, 经攻行一朝, 知愤, 不顾燕王之无臣, 非忠也, 杀身亡辽城, 而微不幸于其, 非永也, 功拜明灭, 后, 事无称焉, 非智也, 三者是主不臣, 说事不载, 故智者不在济, 永世不切死, 经死生荣, 辱, 贵贱尊卑, 此时不在智, 原功详继而无与俗同, 且处公其之南阳, 未公平路, 而其无南面之心, 以为王南阳之害小, 不如得记北之, 力大, 故定即省处之, 经情人下兵, 未不敢东面, 横秦之士臣, 楚国之行为, 其弃南阳, 断幼壤, 定即北, 既有且未知也, 且夫其之必决于辽城, 功务在即, 经除未交退于其, 而燕就不致, 以全其之兵, 无天下之规, 与辽城共聚积年之必, 则成建功之不能的也, 且燕国大乱, 君臣诗迹, 上下迷惑, 利赴以十万之众五折于外, 以万臣之国被围于兆, 攘消竹困, 为天下录效, 国必而或多, 名魔所归心, 经功又以必辽之名, 俱全其之兵, 是墨宅之首也, 十人吹鼓, 是无反外之心, 是孙并之兵也, 能建于天下, 虽然, 未功继, 这, 不如全车甲以报于燕, 车甲全而归燕, 燕王必喜, 身全而归于国, 是名如见父母, 交由攘币而易于世, 公业可名, 上府孤主以至群臣, 下仰百姓以资说是, 搅国更俗, 公, 名可立也, 王毅毅捐宴气室, 东游于其乎, 列的定峰, 傅比乎桃, 为, 世事称姑, 与其, 九存, 又一记也, 此两记者, 显明后时也, 原功详继而省处一焉, 且无闻之, 归小节者不能成荣民, 二小齿者不能立大功, 习者管一无涉环宫中其勾, 篡也, 宜公子究不能死, 妾也, 恕复至故, 辱也, 若此三行者, 是主不成而相礼不通, 相使管自幽求而不出, 生死而不返于其, 则亦明不免为辱人见行矣, 脏祸且修与之同, 明矣, 旷世俗乎, 故管自不耻身在雷翼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 不耻不死公子丘而耻微之, 不幸于诸侯, 故兼三行之过而为五霸首, 明高天下而光竹邻国, 曹子为卢江, 三战三北, 而亡的五百里, 相使曹子既不反顾, 亦不还种, 稳谨而死, 则亦明不免为败军情将矣, 曹子弃三北之耻, 而退与鲁军纪, 还宫朝天下, 惠诸侯, 曹子以一剑之刃, 知还宫之, 心于谈殿之上, 颜色不变, 瓷器不备, 三战之所亡一朝而复之, 天下震动, 诸侯惊骇, 威家无, 月, 若此二世者, 非不能成小莲儿行小结也, 以为杀身亡屈, 绝世灭后, 功名, 不立, 非至也, 故去感愤之愿, 立终身之名, 弃奋渊之劫, 定磊氏之功, 事已业与三王, 真流, 而明与天壤相避也, 原功则亦而行之, 燕将剑鲁连书, 弃三日, 犹豫不能自觉, 欲归燕, 以有戏, 恐诛, 欲将其, 所杀鲁, 于其甚重, 恐以降而后见乳, 愧然探约, 与人认我, 您自认, 乃自杀, 辽臣乱, 田, 单岁徒辽臣, 归而言鲁连, 欲觉知, 鲁连讨引于海上, 约, 无与富贵而处于人, 宁平, 见而轻视似致焉, 邹阳者, 其人也, 由于梁, 与故无人装济夫子, 怀因眉身之徒骄, 上书而戒于阳圣, 公孙鬼之间, 圣等及邹阳, 恶之梁孝王, 孝王怒, 下之力, 将欲杀之, 邹阳刻有, 以, 禅见秦, 孔死而复累, 乃从狱中上书曰, 成文中无不报, 性不见仪, 成长以为然, 涂须与耳, 习者金可木燕丹之意, 白红罐, 日, 太子未知, 未先生未情化长平之事, 太白时卯, 而昭亡已知, 夫经变天的而性不欲, 两柱, 岂不哀哉, 经尘尽忠结成, 必亦元之, 左右不明, 促从力训, 为事所疑, 事始经, 柯, 为先生父起, 而宴, 情不悟也, 原大王熟察之, 习辩和献宝, 楚王悦之, 李思杰中, 胡亥即行, 是以姬子祥狂, 皆于辟世, 恐遭此, 幻也, 原大王熟察辩和, 李思之义, 而后楚王, 胡亥之听, 无始成为姬子, 皆于所孝, 成文彼甘剖心, 子须痴疑, 成时不幸, 乃惊之之, 原大王熟察, 少加连烟, 燕曰, 有白头如心, 青盖如故, 何则, 知语不知也, 故习凡于其讨秦之宴, 即, 今可守以奉丹之事, 王奢去其之位, 凌晨自谨以却其而存位, 夫王奢, 凡于其非心于其, 情而故于燕, 为也, 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 行何于智而目亦无穷也, 是以苏情不幸于, 天下, 而为燕尾身, 白归战王六臣, 为未取中山, 何则, 成有以乡之也, 苏情相燕, 燕, 仁恶之于王, 王暗见而怒, 时已决提, 白归险于中山, 中山仁恶之为文侯, 文侯投之, 以夜光之弊, 何则, 两主二臣, 偷心彻甘相信, 其宜于浮慈灾, 故女无美恶, 入宫见度, 是无贤不孝, 入朝见集, 习者司马喜并搅于宋, 醋香中山, 犯虽者邪者耻于味, 醋味应侯, 此二仁者, 皆信必然之化, 捐捧党之私, 邪孤独之味, 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 是以身途狄自沈于何, 取掩父时入海, 不容于事, 亦不苟, 取, 彼周于朝, 以以主上之心, 故百里希起时于路, 谋宫伟之以正, 宁妻犯牛车下, 而, 还宫人之以国, 此二仁者, 起戒换于朝, 甲御于左右, 然后二主用之灾, 敢于心, 何于, 行, 轻于娇妻, 昆帝不能离, 其祸于众口灾, 故偏听身间, 独人沉乱, 习者鲁听记孙之, 说儿竹孔子, 宋姓子汉之记儿求莫宅, 夫以孔, 莫之便, 不能自免于禅于, 而二国以为, 何则, 众口朔经, 几毁消谷也, 是以秦用荣人由于而罢中国, 其用岳人蒙而强威, 宣, 此二国, 起居于俗, 迁于是, 戏阿偏之慈哉, 宫听并观, 垂明当事, 故义何则胡岳为, 昆帝, 由于, 岳人蒙是以, 不合, 则骨肉出竹不收, 猪, 相, 管, 菜是以, 经人主成能, 用其, 秦之意, 后颂, 鲁之听, 则五伯不足称, 三王亦为也, 是以圣王觉悟, 捐子之之心, 而能不说于田长之贤, 风比干之后, 修孕妇之目, 故, 公业赴救于天下, 何则, 欲善无厌也, 夫敬文公亲其仇, 强霸诸侯, 其还公用其仇, 而, 一筐天下, 何则, 此人殷勤, 成家于心, 不可以须此戒也, 智夫勤用商鞅之法, 东若涵, 为, 兵强天下, 而促车列之, 岳用代辅种之谋, 秦敬, 无, 霸中国, 而促诸其身, 是以孙书敖三去乡而不悔, 于林子仲词三公为人贯源, 惊人, 主臣能去交穴之心, 怀可报之义, 披心腹, 见情愫, 剁肝胆, 施得厚, 忠语之穷达, 无, 碍于是, 则劫之狗可使废瑶, 而执之客可使赐游, 旷因万臣之权, 假圣王之之乎, 然则, 今可知战妻族, 要离之烧妻子, 起足道哉, 承闻明月之珠, 夜光之壁, 以暗投人于道路, 仍无不暗见相免者, 何则, 无因而至, 前也, 盘木耕底, 轮轻离鬼, 而未万臣弃者, 何则, 以左右先为之荣也, 故无因至前, 虽出随猴之珠, 夜光之壁, 有结怨而不见得, 故有人先谈, 则以枯木朽诸树公而不忘, 今夫天下不依穷居之事, 身在平见, 虽蒙瑶, 顺之树, 协依, 管之便, 怀龙逢, 彼甘之, 亦, 欲尽忠当世之君, 而肃无根底之荣, 虽结金丝, 欲开忠信, 辅仁主之志, 责仁主弊, 有岸见相免之机, 事事不依不得为枯木朽诸之之也, 事以圣王至事欲俗, 独化于陶君之上, 而不迁于悲乱之语, 不夺于众多之口, 故情, 皇帝任忠树子蒙家之言, 以信经可之说, 而匕首切发, 周文王列经, 为, 载旅上而归, 以王天下, 故情信左右而杀, 周用污籍而亡, 何则, 以其能阅鸾居之语, 持语外之语, 独观于昭旷之道也, 经人主审于产于产于之词, 迁于为常之志, 使不羁之事与牛济同造, 此报交所已奋于事, 而不留富贵之乐也, 承文圣事入朝者不以利乌义, 抵立名号者不以欲伤行, 故献名圣母儿曾子不入, 以, 号朝歌儿莫子回车, 经欲使天下辽阔之事, 设于威众之权, 主于卫世之贵, 故回面乌行, 以事产于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 则是福死枯血炎之中而, 安肯有尽忠信而屈却下者哉, 书奏梁孝王, 孝王使人出之, 醋未尚可, 太史公约, 鲁连其旨意虽不何大义, 然于多其在不一之位, 荡然似智, 不处于诸侯, 谈说于当世, 则倾向之权, 邹阳慈虽不逊, 然其比物连类, 有足卑者, 亦可谓抗之不, 饶以, 无事以赴之列转烟, 所引述赞, 鲁连达是, 高才远至, 是难解分, 此路四至, 其将错辩, 燕君举弃, 邹子欲禅, 见底欲立, 慷慨献说, 时王所弃, 史记屈原甲申列转, 屈原者, 明平, 楚之同姓也, 为楚怀王左图, 博文强制, 名于治乱, 贤于辞令, 入, 则与王图一国事, 以初号令, 出则皆欲宾客, 应对诸侯, 王胜仁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 争宠而辛亥其能, 怀王使屈原造未宪令, 屈平属草靠未定, 上, 官大夫见而欲夺之, 屈平不语, 因禅之曰, 王使屈平未令, 众莫不知, 每一令出, 平, 罚其宫, 以为, 非我莫能为, 也, 王怒而书屈平, 屈平即王听之不聪也, 产产之必名也, 邪屈之害宫也, 方正之不容也, 故忧愁忧思, 而作离骚, 离骚者, 游离忧也, 夫天者, 人之始也, 父母者, 人之本也, 人穷则反本, 故劳苦倦疾, 未尝不忽天也, 疾痛惨达, 未尝不忽父母也, 屈平正道执行, 劫中尽致矣, 是其君, 禅人贤之, 可谓穷矣, 信而建宜, 忠而备放, 能无怨忽, 屈平之作离骚, 盖字, 怨深也, 国风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匪而不乱, 若离骚者, 可谓奸之矣, 上称帝库, 下道, 其还, 忠树汤武, 以赐逝世, 明道德之广虫, 治乱之调冠, 弥不必见, 其文曰, 其词为, 其至邪, 其行连, 其称文小儿, 其指极大, 举泪耳而见一远, 其至邪, 故其称物方, 其, 行连, 故死而不容自书, 浊闹乌尼之中, 禅退于浊慧, 以浮游尘埃之外, 不获是知资狗, 较然尼而不子者也, 推此至也, 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平济处, 其后秦欲罚其, 其与楚从卿, 惠王患之, 乃令张仪详去秦, 后必为之事, 楚, 曰, 秦圣增其, 其与楚从卿, 楚臣能绝其, 情缘献商, 于之地六百里, 楚怀王, 贪而姓张仪, 遂绝其, 使使如秦寿地, 张仪诈之曰, 以与王约六里, 不闻六百里, 楚时怒去, 归告怀王, 怀王怒, 大兴师伐秦, 秦发兵集之, 大破楚师于丹, 西, 斩首八, 万, 鲁楚江驱, 遂取楚之汉中帝, 怀王乃西发国中兵已深入集秦, 战于蓝田, 未闻之, 西楚至等, 楚兵具, 自秦规, 而其境怒不就楚, 楚大困, 明年, 秦歌汉中帝与楚以和, 楚王约, 不原得的, 原得张仪而甘心焉, 张仪文, 乃约, 以义仪而当汉中帝, 臣请王如楚, 如楚, 又因后必用事者沉静上, 而涉鬼, 便于怀王之宠姬郑秀, 怀王静听郑秀, 傅氏去张仪, 适时屈平纪书, 不傅在位, 始于其, 故反, 见怀王约, 何不杀张仪, 怀王毁, 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己处, 大破之, 杀其江堂妹, 时秦昭王宇除婚, 欲与怀王毁, 怀王欲行, 屈平约, 秦虎狼之国, 不可信, 不如, 无行, 怀王质子子兰劝王行, 奈何觉秦欢, 怀王促行, 入五官, 秦福兵爵其后, 应留怀王, 以求割地, 怀王怒, 不听, 王走兆, 兆不内, 傅之秦, 竟死于秦而归葬, 长子倾香王立, 以其弟子兰为令引, 储人既旧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返也, 屈平既即之, 虽放流, 眷顾楚国, 细心怀王, 不忘欲返, 既信君之一物, 俗之一改, 也, 其存君心国而欲返复之, 一篇之中三至至焉, 然中无可奈何, 故不可以返, 促以此, 见怀王之中不悟也, 人君无于至贤不孝, 莫不欲求忠以自卫, 举贤以自佐, 然亡国破家, 相随属, 而圣君治国累事而不见者, 其所谓忠者不忠, 而所谓贤者不贤也, 怀王已不知, 忠臣之分, 故内祸于郑秀, 外妻于张仪, 书屈平而姓上官大夫, 令引子兰, 兵错的肖, 王其六郡, 深刻死于情, 为天下笑, 死不知人之祸也, 一曰, 谨谢不识, 为我心策, 可已及, 王明, 并受其福, 王之不明, 启足福哉, 令引子兰文之大怒, 促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请相王, 请相王怒而迁之, 屈原至于将兵, 被发行淫则判, 颜色憔悴, 形容枯稿, 于复见而问之曰, 子妃三, 吕代夫于, 何故而至此, 屈原曰, 举世浑浊而我独卿, 众人皆罪而我独醒, 是一见, 放, 于复曰, 夫圣人者, 不宁至于物而能与世推移, 举世浑浊, 何不随其流而养其, 拨, 众人皆罪, 何不不其遭而绰其离, 何故怀紧握于而自令见放位, 屈原曰, 无闻, 知, 心目者必淡观, 心欲者必正依, 人又谁能以身之茶茶, 受物之问问者乎, 宁父长流, 而藏乎将于父中耳, 又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温或乎, 乃坐怀沙之父, 其词曰, 淘淘梦下兮, 草木茫茫, 伤怀永哀兮, 古族南土, 炫兮咬咬, 孔静幽默, 冤结于枕, 兮, 黎敏之常居, 抚情笑至兮, 抚处以自意, 顽芳以为环兮, 长度未替, 亦出本游兮, 君子所比, 彰化执墨兮, 前度未改, 内执, 执重兮, 大人所胜, 巧匠不拙兮, 熟茶其魁阵, 玄文幽处兮, 蒙未知不张, 离楼为帝兮, 故以为无名, 辩白而为黑兮, 道上以为下, 凤凰再奴兮, 机智祥武, 同柔欲时兮, 依, 盖而相量, 夫党人之彼渡兮, 枪不知无所赃, 任重载慎兮, 献智而不济, 怀紧卧于兮, 穷不得于所适, 义犬, 废兮, 废所怪也, 匪郡仪劫兮兮兮, 雇雍泰也, 闻直书内兮, 不知, 无知亦彩, 彩朴未及兮, 莫知于之所有, 众人习一兮, 谨厚以为风, 众华不可无兮, 熟, 知于之从容, 古故有不并兮, 其知其故也, 汤与久远兮, 秒不可目也, 成为改奋兮, 义, 兴而自强, 黎敏而不迁兮, 原智之有相, 进入北刺兮, 日妹妹齐江墓, 寒幽于哀兮, 现, 知已大故, 乱约, 浩浩园, 湘兮, 分流密兮, 修路幽伏兮, 道远呼兮, 曾银横悲兮, 勇叹凯兮, 是寂末无知兮, 人心不可畏兮, 怀情抱直兮, 独无匹兮, 伯乐寂末兮, 寂江燕尘兮, 人身禀命兮, 各有所措兮, 定心广至, 于何谓俱兮, 曾伤缘哀, 永叹溃兮, 是混不无知, 心不可畏兮, 知死不可让兮, 原物爱兮, 明已告君子兮, 无将已为类兮, 于是怀十岁自逆罗已死, 屈缘继死之后, 处有宋玉, 唐乐, 警察之徒者, 皆好辞而以赴建称, 燃皆祖屈缘之, 从容辞令, 终莫敢直见, 其后处日已消, 数十年尽未情所灭, 自屈缘审秘罗后百有余年, 汉有贾申, 为长沙王太父, 过香水, 投书已调屈缘, 贾申明义, 洛阳人也, 年十八, 已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 吴廷尉为河南首, 闻其秀, 财, 赵至门下, 圣性爱, 孝闻皇帝出力, 闻河南首吴公至平位天下第一, 故与李斯同意, 而长学誓焉, 乃真位廷尉, 廷尉乃言假生年少, 颇通诸子百家之书, 闻帝照以为博士, 适时贾申年二十余, 最为少, 每照另一下, 诸老先生不能言, 贾申敬畏之对, 人人, 各如其意所欲出, 诸申于是乃以为能, 不及也, 孝闻帝说之, 超千, 一岁中至太中大夫, 贾申以为汉兴至孝闻二十余年, 天下何恰, 而故当改正朔, 义符色, 法制度, 定官, 明, 新里月, 乃兮草具其事以法, 色上皇, 术用武, 未官明, 兮更勤之法, 孝闻帝初集, 未, 谦让未皇也, 诸律令所更定, 即列侯兮救国, 其说皆自假生法之, 于是天子亦以为, 假生任公卿之位, 将, 冠, 东阳侯, 逢敬之属敬害之, 乃短假生曰, 洛阳之人, 年少, 初学, 专欲善权, 纷乱诸事, 于是天子后义书之, 不用其义, 乃以假生为长沙王太父, 假生既此往行, 闻长沙悲施, 自已受不得偿, 又已逝去, 义不自得, 及渡香水, 为, 赴以调屈原, 其词曰, 共臣家会兮, 似最长沙, 册闻屈原兮, 自审蜜罗, 造脱香流兮, 静调仙生, 遭逝网, 及兮, 乃云绝生, 乌乎哀哉, 逢时不详, 鸾凤浮窜兮, 吃消敖详, 踏草尘险兮, 蝉鱼的, 至, 咸盛逆叶兮, 方正道直, 是为伯仪贪兮, 为道直连, 墨爷为顿兮, 千刀为先, 于皆, 磨磨兮, 身之无故, 卧气周顶兮兮保康户, 藤架霸牛兮参俭驴, 即锤两耳兮扶盐车, 张福, 渐巨兮, 渐不可救, 皆苦先生兮, 独离此救, 迅曰, 以义, 国其莫我知, 独阴玉兮其谁语, 凤飘飘其高是兮, 夫顾自缩而远去, 喜酒渊之神龙兮, 勿生前已自争, 弥荣月以影触兮, 夫其从已语致影, 所贵圣人之神德, 兮, 远拙视而自藏, 使其寄可得兮兮兮, 其云亦夫犬羊, 班纷纷其离此游兮, 亦夫子之, 孤也, 吃酒粥而乡君兮, 何必怀此兜也, 凤凰祥于千刃之上兮, 懒得君而下之, 见兮, 得之险兮, 姚增何事而去之, 彼寻常之乌独兮, 岂能容吞舟之鱼, 横江湖之沾寻兮, 故, 将至于以楼, 贾身为长沙王太傅三年, 有消非入贾身舍, 指鱼作鱼, 楚人命消曰, 福, 贾身记, 以氏居长沙, 长沙悲施, 自以为受不得偿, 伤道之, 乃为父以自广, 其词曰, 丹恶之岁兮, 四月梦下, 庚子日诗兮, 伏己与舍, 指鱼作鱼, 茂盛贤侠, 义勿来即, 兮, 思怪其固, 发疏战之兮, 家言其度, 曰, 也鸟入处兮, 主人将去, 请问于伏兮, 与去何之, 急呼告我, 凶言其滋, 烟树之度兮, 与与其其, 福乃叹息, 举手奋意, 口不能言, 请对意义, 万物变化兮, 故无修兮, 握流而迁兮, 或推而还, 行器转续兮, 变化而善, 物目无, 穷兮, 虎可圣言, 或兮福所矣, 福兮或所福, 游喜巨门兮, 及凶童欲, 比无强大兮, 夫, 差一败, 月七会击兮, 勾见罢事, 丝游碎尘兮, 促背五行, 复说须弥兮, 乃像五丁, 夫, 或之与福兮, 何亦揪莫, 命不可说兮, 熟知其极, 水积则汉兮, 史积则远, 万物回宝兮, 正荡相转, 云真与将兮, 错谋相分, 大砖盘物兮, 养闸无盈, 天不可与绿兮, 道不可, 与谋, 持树有命兮, 二时其实, 且夫天地位如兮, 造化为公, 阴阳位叹兮, 万物为同, 何散消息兮, 安有长则, 千, 变万化兮, 未始有极, 忽然为人兮, 何族空团, 化为义物兮, 又何族换, 小知自私兮, 见彼贵我, 通人大观兮, 勿无不可, 贪夫逊财兮兮, 烈士逊名, 夸者死全兮, 品数逢生, 树破之徒兮, 或屈兮东, 大人不屈兮, 亦便其同, 居士细俗兮, 古如囚居, 智人一物兮, 独与道拒, 人或或兮, 好物机翼, 真人但莫兮, 独与道兮, 视之宜行兮, 超然自丧, 辽阔呼荒兮, 与道翱翔, 辰流则是兮, 得底则止, 纵屈为命兮, 不思与己, 其身若福, 兮, 其死若修, 但忽若深渊之境, 犯忽若不细之舟, 不以身故自保兮, 养空而福, 得人, 无类兮, 知命不忧, 兮故, 兮, 何足以宜, 后岁于, 假身真简, 孝文帝方受离, 做宣誓, 上应赶鬼神誓, 而问鬼神之本, 假身, 应俱道所以然之状, 至夜半, 文帝前夕, 祭霸, 约, 无久不见假身, 自以为过之, 今, 不及也, 居请之, 拜假身为梁怀王太父, 梁怀王, 文帝之嫂子, 爱, 而好书, 故令假, 身父之, 文帝赴丰淮南立王子四人皆为猎猴, 假身见, 以为患之心自此起义, 假身术上书, 严诸侯或莲术骏, 非谷之志, 可烧消之, 文帝不听, 居数年, 怀王岐, 舵马而死, 无后, 假身自伤为父无状, 哭泣碎于, 亦死, 假身之, 死时年三十三矣, 即孝文帮, 孝武皇帝立, 举假身之孙二人至郡守, 而假家最好学, 是, 其家, 语于通书, 至孝昭时, 列位九卿, 太史公约, 于独离骚, 天问, 昭魂, 哀隐, 悲其志, 是长沙, 观屈原所自审渊, 为, 长不垂涕, 想见其为人, 即见假身调之, 又怪屈原以比其才, 由诸侯, 和国不容, 而自, 令若是, 独夫巫父, 同死身, 轻去旧, 又爽然自施以, 所引述赞, 屈平行政, 已是怀王, 仅于笔节, 日月争光, 中而渐放, 缠者一张, 腹骚见智, 怀杀自伤, 百年之后, 空碑掉香, 史记吕不韦列传,